第321章 谅解书 郑建民那边送走大队长后 一边干活 一边在那琢磨 大队长跑过来问他 王丽华跟支清点哪些人结怨了 是何用意 难道王丽华又惹事了 不应该啊 自那次柳家人来支清点闹过后 王丽华都不出门了 这几天也暗示上宫 下宫 没闹啥幺蛾子呀 实在想不通 郑建民就不想了 打算回去跟情方说一声 让他最近小心点王丽华 晚上 大队长 徐书记两人连备到了郑爱子家 看到两人到来 郑爱子忙将两人请进去 几人分兵主坐下后 大队长 徐书姐 你二位今天过来 是有什么事情吗 等吴静给两个送上茶水后 郑爱子出声问 大队长却没搭理他 转头看向吴静 吴支清 郑爱子说 他让江月瑶帮忙 给你下药 然后找人过来捉奸你们两个 这是你已经知道了 吴静白了郑爱子一眼 点点头 没说话 你是怎么想的 是就此作罢 继续跟郑爱子过日子 还是要挑破此事 离开郑爱子 去报公安问罪二人 大队长问 郑爱子听大队长这么说 连忙道 大队长 您怎么能这么说 我们两个日子过得挺好的 他为啥要去报公安 他如果去报公安 把我抓进去 那他就没男人了 他肚里的孩子就没有爹了 大队长骂道 你别插嘴 让人家自己说 原本看你一向老实 没想到是咬人的狗不叫 不是的好东西 竟然敢做出算计人女同志的事情 早知道你是这种东西 当初就该让你爹 在你刚出生时 把你扔进茅房淹死 徐书记在一旁帮枪道 大队长说得对 咱们生产队的村民 还没出现过这种 祸害人姑娘的事情 就你这一颗老鼠屎 坏了咱们这一国好粥 人家吴知青 要人才有人才 要相貌有相貌 要文化有文化 是郑爱子你这泥腿子 能够消想的 咱们以前是不知道 现在知道了 肯定要替人家做主 人家想走就走 想留就留 郑爱子 你别在一旁 影响别人的决定 大队长道 说完大队长看 向吴静 吴知青 你有什么想法 尽管说 咱们替你做主 虽然大队长 徐书记说得好听 但吴静不会当真 说到底 郑爱子是村民 而自己到底是外来的 大队干不会 维护谁 一目了然 吴静苦笑一声 大队长 如今这种情况 我跟郑爱子离婚 又能去哪呢 回职青点继续住着 眼看回城无望 回职青点后 还不是得继续干活养活自己 可我干活实在不行 根本没有办法养活自己 要不然 就是再找个人嫁了 再嫁人 我就是二婚了 哪能找到什么好人家 还不如跟郑爱子 继续过下去 虽然一开始嫁给郑爱子 是被他算计的 非我所愿 但这一年多来 他对我还算不错 我不想下地干活 他也不强求 家里的事情我不干 也没关系 郑爱子会帮忙干 我嘴馋想吃肉 他赶紧进山打链 给我弄肉 老实说 虽然是穷了点 但这一年多 我日子算是过得不错 眼下我又怀孕了 就算是为了肚里的这个孩子 我也不能离开郑爱子 只要他以后对我好 对我肚里的孩子好 就这样凑合着过吧 可如果他 要是对我和孩子不好 那我就带着孩子 踹了他 跑得远远的 让他一个人过去 郑爱子一听 连忙在一旁表忠心 你放心 我以后绝对对你好 被孩子好 我以后会努力干活 多挣点公分 让你跟孩子过好日子 大队长 徐书记文言松了一口气 不离开郑爱子就好 既然你不打算 跟郑爱子离婚 但他伙同江月瑶 算尽你一事 总是个不定时炸弹 总得解决了 你们不知道吧 这是除了你们外 还是另外有人知情的 那人现拿着 是要挟江月瑶呢 怕是下一个 就要来敲诈郑爱子了 郑爱子一听 当即炸锅了 嚷嚷道 大队长 这人是谁 看我打不死的 行了 是谁你就别管了 我们会去解决 现在最要紧的是 解除后患 免得后面 还有其他人 拿着事来要挟你们 大队长说完 看向吴静 郑爱子和江月瑶 联手算计你这事 郑爱子你能原谅 那江月瑶那边 你是什么长城 柳家那边过来找我 想让我出面 帮你和江月瑶 解决这个恩怨 冤家已解不已解 要不你给江月瑶一个机会 你有什么条件 可以跟他们提 吴静皱眉 大队长 这事就没必要了吧 我不想见江月瑶 咱们以后都不提这事 这事不就算过去了 大队长摇摇头 如果别人不知情 只要你不提 那这事就算过去了 可如今这事 明显有其他人知道 都去拿这事 要挟江月瑶了 那这事就不算过去了 目前咱们也不知道 到底有多少人知道这事 除非你不追究 若是别人捅出去 报公安 那郑爱子跟江月瑶 两个都跑不了 你也不想到时候 你肚里的娃出生 有个范式的爹吧 这对孩子以后的生活 影响也推大了 郑爱子一听 连忙在旁边敲鞭鼓 媳妇 要不咱们听大队长 书记得 把这事给解决了吧 我知道那时都是我不对 我不想去蹲橘子 不想去劳赶 我看 吴知青米 还是跟江月瑶 柳家人见一面 有什么话都说开了 把这事情解决 你们以后都好好过自己的日子 有什么条件 你也可以跟他们提 大队长 徐书记 郑爱子三人轮番上阵 劝解吴静 吴静被他们磨得没了办法 最后只能应下此事 担心吴静事后变卦 大队长决定趁热打铁 让徐书记赶紧去将柳家当家人 还有江月瑶找来了 在一番拉扯之后 江月瑶掏出来二十块私房钱 赔给吴静 而吴静则亲笔写下了谅解书 仪式三份 郑赖子 江月瑶 大队长各吃一份 走出郑家后 一路上柳家人 江月瑶对着大队长 徐书记千恩万谢 零分别时 柳家三儿子来了一句 大队长 那王丽华那是怎么解决 是直接不理他吗 这是我和徐书记讨论过了 打算来个人赃巨货 握住王丽华的把柄 免得他以后再作妖 不过这是还有其他人配合 你们今天先回去 等跟其他人说好后 我再通知你们怎么做 大队长嘱咐道 行 那我们回去等你们消息 第322章 计划出定 第二天上午上工后 大队长又跑到地头 找到郑建民 郑之清 下午上工的时候 你叫上秦芳 张应春两个 去大队部找我 记住要敲摸的 不要让知青点其他人知道 特别是王丽华 郑建民有些忐忑不安 大队长 能告诉我什么事吗 一句两句都说不清楚 等下得的时候 我再仔细跟你们说 记得等下叫上 那两人一起去找我 别让其他人知道 扔下这么一句话 大队长就走了 图留郑建民在那伤神 干活的时候不专心 差点锄头就往自己脚上招呼了 还是刘静雪 一直用神识留意 大队长会有啥动作 看到了之前那一幕 见郑建民状态不对 担心出什么事 留意了一下 发现锄头直直往脚上招呼时 用神识让锄头偏移了一点方向 不然那一下 就正正好除脚上了 见差点锄到自己脚 郑建民吓了一跳 再也不敢分心 中午下宫 郑建民回到知青点 第一时间就找到秦芳 将他拉到角落 说了大队长找他们这事 你说大队长找我们三个 到底是为啥 秦芳也有些摸不着头脑 我也不知道 不过估计跟王丽华有关 昨天大队长才刚问过我 王丽华跟谁结了院 我告诉了他 今天他就证 正好找跟王丽华结院的几人 还特意嘱咐 不让其他人知道 特别是王丽华 张应春那边 我不好去找他 秦芳你去跟他说下 他有点杂杂呼呼的 你强调下 别让他嚷嚷的谁都知道 郑建民叮嘱道 你别这么说应春 他在大事上 还是挺靠得住的 我等一下就去跟他说 等一下咱们 也别一起过去 分散去大队部那边 免得太过打眼 郑建民 秦芳在那避着人 说着悄悄话 落到王丽华眼中 只觉得无比哀眼 王丽华心中发狠 秦芳你这小贱人 你给我等着 暂时就让你先得意几天 给我从江月瑶那里拿到药 找到人 郑建民就是我的了 而你就跟吴敬一样 跟他混混凑成一对吧 被人用圣人的眼光盯着 在迟钝的人也有感觉 看到不远处 盯着这边的王丽华 郑建民 秦芳说完事便分开了 见两人分开 王丽华也去干自己的事去了 下午上宫时 郑建民 秦芳 张应春三人 特意错开时间 避开知青点其他人 到了大队部 此时大队长 徐书记 已经在那等着他们了 大队长 我们三个都已经来了 您可以跟我们说说 找我们到底是什么事情吗 郑建民忐忑道 大队长也没再继续卖关了 直接了当道 这次找你们过来 是有件事情 需要你们三个协作 有人过来 告诉我们 王丽华找他 让他帮忙弄些药 还要找个小混混 药不是什么好药 是催情药 那人担心王丽华要这药 这人干什么坏事 到时候连累到他 便跑来对我报信了 郑建民 秦芳 张应春三人一听 顿时都变了脸色 我跟徐书记琢磨了下 王丽华这人 一向不跟村里人打交道 若是他用这些东西害人 应该不是针对村里人 十有八九 是同住知青点的知青 昨天我问过郑知青 王丽华跟谁结过院 郑知青说了你们三人 所以 我今天就把你们找来了 大队长 你把我们找来有什么用 你应该去找王丽华 或者是报公安 把他抓起来吧 张应春不满地道 徐书记看了张应春一眼 张知青 你这什么急 先听大队长把话说完 动不动就报公安 你以为公安是你家开的呀 再说了 王知青要用要害人 现在只是我们的猜测 哪光平猜测就报公安抓人 我还猜测 你会偷人东西呢 是不是就可以报公安报 你给抓了 郑建民担心张应春 惹怒了大队长 徐书记 干脆不管这事了 连忙道 书记说的对 张知青 咱们还是别着急 等大队长说完 徐书记刚说的对 光平王丽华找人弄药 找小混混并不足以定他的罪 所谓抓贼抓脏 捉奸捉霜 只要没拿他的现行 都没法定王丽华的罪 大队长顿了一下 让几人将此事消化后 才继续道 我们之前想过 把这事给捅破 去警告王丽华 让他以后不许耍这些手段 但后来一想 把这事捅破 怕是没用 若是他没吸了这份心思 大可以找其他人拿药 找人 或是用其他手段害人 郑建民听了 赞同的点点头 大队长这话说的对 以王丽华的为人 就算把这事捅破了 也不会断了他使坏的心思 他这人惯会揣着明白装糊涂 我行我素 若是不将他打狠 打痛了 他是不会悔改的 情方 张应春二人 想起王丽华素来的言行 也颇为赞同的点头 大队长满意的点点头 所以我们便找 你们三个过来了 你们三个自己琢磨下 王丽华弄那样 那人人 是不是冲你们来的 郑建民苦笑一声 不瞒大队长 王丽华怕是百分百 是要对付我和秦芳 至于张知青 在对付王我和秦芳后 若是有机会 王丽华对付其他来 也是不会手软的 既然你们确定 王丽华是要对郑知青 秦知青出手 那事情反倒好办了 依我和徐书记的意思 要不我们就让那人 给王丽华提供药 再找个小混混 当然那药会是假药 虽然有一些催情的效果 但并不强烈 仅有些许反应 当然对身体更是无害的 毕竟如果中了药 啥是没有 会引起王丽华怀疑 至于那小混混 也是我们安排的人 绝对不会趁机 占你们两个女知青的便宜 咱们设个套 让王丽华自以为是个好机会 对你们出手 到时候抓她的现行 到时候人证 物证俱在 不怕她不认 到时候让她签字画鸭 留下个证据 王丽华被咱们握着这么大的把柄 以后不敢作妖 你们也就安全了 张应春皱着眉 大队长的意思 到时候不打算把王丽华 交给公安处置 张知青打算报公安 可你们啥事没有 就算报公安 也就是个未遂 最多也就关几天 警告一下就放出来了 可这样一来 她那档案上也留了污点 你们算是 把王丽华给彻底得罪了 你们就不把她破罐子破摔 给你们来个更狠的 俗话说 愣得怕横得 横得怕不要命的 凡事还是留意线的好 徐书记道 其实还有个原因就是 若是生产队出了这档子事 传了出去 虽然只是知青 那今年的先进生产大队 怕也没戏了 大队长 徐书记自然是希望 这是内部解决就好了 没必要报公安 张应春听徐书记这么说 也有些没主意了 他看向郑建民 郑知青 你怎么说 大队长 徐书记的一些小心思 郑建民自然也清楚 但他并不觉得 这有什么 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大队长 徐书记能为他们这些知青 做到这地步 已经很不错了 若是其他生产队的干部 怕是只要 你不祸害村里人 管你们知青怎么跟得斗法 只要能确保我们的安全 不会让王丽华得逞 那一切就按大队长 徐书记的安排来吧 郑建民率先表示 见郑建民这样说 秦方 张应春接连表态 表示听从大队长 徐书记安排 得到自己满意的答案 大队长点头 你们放心 那要和人 是我们特意安排的 绝对不会有问题 你们跟王丽华住一起 什么时候 你们打算给他提供机会 好让他动手 到时候通知我们这边 我们好协助你们 好的 大队长 这件事情绝对保密 你们不要再透露给其他人 免得让王丽华知道 徒生变故 徐书记叮嘱道 徐书记放心 我们绝对不告诉其他人 第323章 小混混人选 从大队部离开后 郑建民 秦方 张应春三人 感觉有点怀疑人生 刚才在大队部 在大队长和徐书记面前 张应春有些放不开 如今出来 他可以放肆吐槽了 这王丽华脑子是有病吧 郑知青你都明确 拒绝他多少次了 他怎么就揪着你不放吗 这天底下的男人 是死绝了吧 就揪着你不放 秦方有些迁怒郑建民了 姓郑的 你跟王丽华私底 是不是有一腿 还是说给过他什么承诺 不然 他为什么就盯着 你不放呢 郑建民觉得 自己很冤枉 王丽华的脑子里 是怎么想的 他怎么知道 秦方 这你就冤枉我了 我要是跟王丽华私底下 有一腿 或跟他说过些什么 他用得着用药来对付我吗 他这样 哪里给你准备的呀 分明就是给我准备的 就像吴静一样 被人下了药 再弄个混混 跟他发生点什么 王丽华再领人来个捉奸 那我不就得跟他混混绑死了 秦方眼睛欲喷火 死死盯着郑建民 秦方有点口不择言了 你快点 是不是你跟王丽华串通好的 就是想用这种办法来摆脱我 郑建民有些难以置信的盯着秦方 没想到自己的对象 会这样想自己 眼见两人的情形有些不对 下一秒 怕事就要吵起来了 张应春连忙打圆场 秦方姐 你这样 说郑知青就有些不对了 郑知青不是那样的人 再说了 那要说不定 还是王丽华给郑知青准备的呢 到时候 他给郑知青下药 再自己送上门 被人捉奸在床 那郑知青不就只能娶他呢 他想的美 我们两个已经领证了 只要我不松口 不跟郑建民离婚 他休想嫁给郑建民 秦方怒道 张应春化身小侦探 分析起王丽华的谋划 可要是王丽华见郑建民不娶他 要去报公安 告郑知青耍流氓怎么办 到时候 郑知青可就得吃枪子了 为了救郑知青 秦方姐怕是不得不同意 跟郑知青离婚了 张应春嘎嘎舌 郑知青到时候就惨了 娶了王丽华这么个女人 以后的日子 怕是生不如死了 郑建民 秦方想到那种情况 不由都沉默了 在脑子里脑补了下 自己娶了王丽华的生活 郑建民死命摇头 将那些画面 从自己脑海中剥离 不行 绝对不能让王丽华得逞 秦方也握紧了拳头 对 绝对不能让他得意 那现在 咱们该怎么办 只要一想到 王丽华的这些个打算 我就不寒而立 恨不得冲过去揍死他 可大队长他们说了 不能让王丽华知道 咱们已经知情 免得抓不到他的证据 可我就怕自己忍不住 张应春苦恼道 若是你不想让王丽华 继续在你面前蹦打 忍不住也得忍 要是这次没拿到他的罪证 他之后 就会像只打不死的小强一样 天天在你面前 彰显他的存在 最好就像大队长 他们安排的这样 一把将他给摁得死死的 郑建民咬牙道 说完 郑建民看向秦方 张应春二人 你们两个千万记住了 不要在王丽华面前 漏了行迹 之前对待王丽华 是什么态度 之后 继续是什么态度 可别让他发现什么异常 在大队长通知我们 王丽华已经拿到药 找到那小混混后 咱们还要留意 王丽华的举动 看他是不是有 暗地里下药 按之前的法子 对待王丽华 倒是没有问题 反正我跟他现在 已经是水火不相容了 只要说话 就免不得要刺上几句 那我继续保持就行 秦方倒是松了口气 张应春也有了主意 我之前是无视王丽华 只要他不招惹我 我都不带搭理他的 若是他敢招惹我 我必定会还回去 那我就继续无视他吧 三人打定主意后 便朝地里走 准备去上宫 而大队长 徐书记二人 在打发走郑建民三人后 在那商量起后面的安排 那怎么弄 江月瑶那药 可是正爱子给他的 是咱们乡下给牛配种时 给牛崔琴的药 那药性可太强了 还会伤身体 可不敢交给王丽华 徐书记到 大队头道 那当然不能给他 要是给了他 咱们一事不慎 真让他给人用了 那不就成了咱们害人了 那你说 咱给王丽华什么药 就像是给他假药 起码也要有一些表面症状 能瞒过他 让他信以为真的 而且还不会有太多崔琴交情 不然中药的那人怕受不住 还不能对身体有什么伤害 大队长挠了挠头 我又不是大夫 这一时半会的 我哪知道 啥药有这种效果 要不 咱们去问问小雪 看他有什么办法 他会治药 指不定就有办法 徐书记建议道 虽然觉得 跟一个小姑娘 要这种药有些不合适 但实在没有办法的大队长 也只能同意 行 那等一下 我就去找下小雪 药的事情 就看小雪有没有办法解决 那混混一试 该找谁 总不能随便找一个人 万一那一起了坏心眼 害了人女至亲明节怎么办 所以 还是得找自己人 听咱们话的 口风还得紧 还不怕事 徐书记道 刚说完 他又补充了一句 最重要的一点是 这人王丽华的不认识 要是认识的人 不就一眼就知道 人家不是小混混 是江月瑶弄来忽悠他的 找来的那人 要有混混的那种气质 大队长想了半天 咱们生产队 找不出这样的人 可是从外面找 就有点冒险了 徐书记有些莫名的 看了大队长一眼 也不是没有这样的人 人也靠得住 大队长一听 连忙追问 还有这样的人 老徐 你别卖关子了 快说说 到底是谁 你忘了 你那气质了 徐书记提醒道 我气质 谁啊 大队长脱口而出 下一秒他反应过来 你是说吴小军 大队长想了一下 那小子还真合适 天生一股脾静 只要略一捣翅 活脱脱一小流氓 可实际上 那孩子特别正派 也就是那形象 太具欺骗性了 怎么样 你也觉得他合适吧 至少骗过王丽华 不成问题 徐书记见大队长 神情有些古怪 不由笑道 大队长美好气 地白了自己老搭档一眼 笑什么笑 有什么好笑的 那孩子长得俊 只是气质像流氓 又不是真的流氓 长成那样 人家已经很不幸了 你还往人家伤口上撒盐 行 就塌了 你确定不要跟素芬 还有你那气质商量下 不用 这点小事 我还是能做主的 大队长一摆手 好气道 行 你有把握就行 那要和吴小军那边 我就等你的消息了 大队长拍着胸脯 包在我身上 第324章 假药城 从大队出来后 大队长目标明确 直奔刘靖雪家 江月瑶答应 五天内给王丽华弄到药 还有找到小混混 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 得抓紧速度了 小混混还好 晚边的时候 让老大骑自行车 跑趟隔壁生产大队 把吴小军再过来 晚上好好跟他说说这事 可要这是不好弄 若是小雪那边有法子还好 若是没有办法 还得另寻他法 刘靖雪那边 自从江王丽华 江月瑶见面一事 告知柳家 就一直关注着这事 大队长 徐书记二人 这两天的一系列动作 自然没有逃过他的神势 大队长准备找他弄药一事 也被他听到了 他这边就琢磨开了 该给王丽华准备啥药 虽然没吃过猪肉 但见过猪跑 拜前视电视 电影所次 中了耐药 外表上有什么症状 他多少有些了解的 不就是身体发热 面红耳赤 呼吸急促 就跟喝了假酒 上头了似的 不过 不能真的有催情功效 不能伤人身体 这就有点难办了 刘靖雪开始搜索起 自己接收的炼药传承 看有没有这种药 你还别说 空间第二任主人 传下来的东西 还真是全 连这种药也有 也不知道他研究这种药 打算干什么 刘靖雪不由多想了些 呸 那是仙人 是自己授业恩师 不能想歪了 抹黑他的形象 这是上本 就没有好药 坏药之分都是有用的 单看用药的人 是好还是坏 见大队长 徐书记已经商量完了 刘靖雪便闪身进了空间 开启时间阵法后 在炼丹房 开始治大队长 想要的那种药 好在有现成的方子 刘靖雪不用做研制 创新 直接按方制药就行 不过大队长来得快 就得有时间阵法加成 在他来到院门外时 刘靖雪的药 依然没有做好 在团子的提醒下 知道大队长在敲门后 刘靖雪出了空间 去印门 将大队长请进来 坐下 奉上茶后 大队长也未耽误时间 直接就说明了来意 末了 他加了一句 小雪 你看这药 你能不能弄出来 若是实在不行 你也别为难 我再去想想其他办法 行 怎么不行 男人不能说不行 女人也不能 要是他说不行 对得起他传承的炼药术吗 那早不知道去了何方的师傅 不知道会从哪冒出来 让他回如虫造 再说了 空间里他那药都快要制成了 队长不放心 这要不难 只要让人温度升高 面红耳赤 呼吸急促就行了 没啥技术含量 我今天研制一下 明天上午要上工 下午的时候 我就把药给您送去 刘靖雪满口答应 到时候 队长伯宁找人试一下 看能不能达到您的要求 如果不行 我再重新调整一下 大队长一听 药的问题解决了 心里立马放下一块大石头 至于刘靖雪说的让人试药 他觉得没有必要 这几个月以来 刘靖雪制出来的药是个什么效果 村里但凡服用过他制的药的人 没一个不夸的 往年冬天 他们生产队总要有人因为感冒发烧 没有得到及时救治 造成遗憾 但这个冬天却没有 从刘靖雪那拿到药后 防治伤寒感冒的药 自己按他的要求 给村里每家每户都发了一些 让他们只要有一些症状 就赶紧泡水喝 这个冬天下来 就没有一个因为伤风感冒发烧的 再说 村里其他找牛棚里的那位女军医瞧过病 拿了刘靖雪制的药的 据他们的反馈 只有极个别病情严重的 还得再吃断时间的药 巩固一下疗效 村里的干部已经商量过了 刘靖雪让村民帮忙采集草药 多治药的建议一定得实施 想到这大队长问道 小雪 教村民认草药这事 你看什么时候开始 你定个时间 我这边好安排下 队长博 这是不急 现在才四月中旬 才化冬不久 那些草药还会长成呢 现在还是以春耕为主 等春耕结束后 咱们再来学习 正好那时候山里的草药也长成了 也能进山采摘了 到时候有食物做参照 大伙也能记得更老 大队长一听 更没有意见了 行 就按你说的来 送走大队长后 刘靖雪便又进空间继续制药 很快要变质成功了 这药没什么副作用 只是会让人身体发热 面红耳赤 呼吸急促 在药制成功后 刘靖雪还特意自己试了试药效 发现效果不错 应该能骗得过王丽华 而且也不会有中药之后 没一点感觉 而中药制人中药后浑然不知 演技又不在线 眼杂的情况 搞定了 明天就只要交给大队长 就大功告成了 天刚擦黑 张剑摄用自行车 载着自家表弟进了家门 爹 我把小军叫来了 姑父 你这么着急 把我叫来 有啥事 吴小军进门叫人后 在大队长面前坐下问道 物理人多 大队长没打算让其他人知道 便拉着吴小军去了后院菜园 姑父 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 这么神神秘秘的 大队长把要让吴小军 帮忙假扮小混混 偏一个女同志的事情别说了 吴小军一脸狐疑的 看向大队长 姑父 你可是大队长 你不会是想要犯 什么错误吧 大队长狠狠给了吴小军一下 你想啥呢 是这女同志准备害人 想要找个混混害人明洁 有人把这是告到我这了 那你直接报公安 把这要害人的女同志 抓了不就行了吗 非那么大惊干什么 这只是我们的猜测 没有真凭实据 公安怎么抓人 我们这不是 想要拿到那女同志的罪证 好让她无法狡辩 到底事关另一位女同志的明洁 总不能真找个小混混吧 这不就想到你了 你小子这形象 要是捣持一下 活脱脱一小流氓 肯定能骗过那女同志 而且 你这小子的为人 辜负性的过 不会到处乱说 或是乱来坏人明洁 吴小军翻了个白眼 合着我还要多谢姑父 如此信任我 看得起我了 你小子废话那么多 你就说帮不帮忙吧 你不帮忙 我就去找你姑 好好说道说道 姑父 这就是你请人帮忙的态度 不说好声好气的央求我帮忙 反倒威胁上了 大队长仰手欲打 你就说帮不帮吧 我帮 我肯定帮 吴小军往旁边一躲 连忙道 行 你今晚就住这 等一下我带你去见下那中间人 到时候 就由他把你引荐给那人 第325章 王丽华被讹 1 王丽华与江月瑶约定好的第五天 江月瑶为了让王丽华有机会 在私底下找自己 特意在上午十点多的时候 去了趟厕所 一直留意着江月瑶那边 动向的王丽华一看 也连忙跑去上厕所 两人在厕所前碰面后 有志一同的去了山上 刚一站定 王丽华便急忙问 怎么样 要弄到了没有 人找好了没有 你不会是想变卦吧 那我就得去找吴建 好好说道说道 也怪不得王丽华如此心急 知青点已经建好了 只等过段时间 屋子自然干燥和稳固后 就可以住人了 而郑建明的自建房 虽然要慢一些 但据说这两天也要建成了 只要房子能住人 依郑建明 秦方那迫不及待要摆脱他的样子 他是很快就要成亲 搬出去住了 如果他们成亲 搬出去了 那王丽华 可就没什么机会动手了 急什么 我有说没有弄到吗 江月瑶说完后 从裤兜里 掏出个油纸包 这包便是昨天晚上 大队长给送来的药 江月瑶将药包递给王丽华 这就是你要的药 接过药后 王丽华一脸怀疑地问 你确定 这是你之前给吴静夏的那种药 你不会拿假药 来糊弄我吧 虽然心里有些忐忑 不知道大队长给的这包药是真是假 但江月瑶仍一脸自信地道 你不信拉倒 把药还给我 说完 伸手又要把药拿回来 王丽华忙 把药往身后藏 没有 我没有不信你 你不信 只要你有胆 你可以在自己身上试试 别怪我没提醒你 这药药性太强 你下药的时候 最好少弄点 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而且中了这药的人 若是不得到释放 可是要命的 江月瑶故意道 王丽华一听 这要效果这么好 心下欢喜 他敷衍道 行 我知道了 不会吓太多的 你给我找的人呢 王丽华再次追问 江月瑶没有直接回答他 要我给你了 人给你找来 你答应过以后 不会再拿药师要挟我 你不会反悔 后面又来继续要挟我 或是把药师告诉吴静吧 你放心 既然答应你了 我不会反悔 再说了 把药师告诉吴静 你跟吴静闹起来 对我又不会有任何好处 我干嘛要飞这里 至于以后继续要挟你 我从你真弄药 让你帮忙找人 我想要干什么 想必你也猜到一些 若是我是成了 你不也有了我的把柄 咱们两个互相挟制 你也不用再担心我告密 那万一你失败了呢 江月瑶脱口而出 这要是大队长给的 小混混 还是大队长找来的 你能成功才管 失败 王丽华冷笑一声 我不可能会失败的 我也不允许自己失败 他扬了扬手里的药 这要这么多 一次只能用一点 大不了一次失败了 我都是几次 总会成功的 我跟你说这么多干什么 你帮我找的人啊 今天下午下工后 你从村口的小路进山 我跟大人在山里等你 你逼着点人 别让其他人发现了 江月瑶道 我知道了 下午江月瑶特意早下工 去村口找吴小军 这是跟大队长约好 今天带王丽华 见吴小军的地方 而王丽华 因为今天下工后要去见人 今天干活都积极了不少 想着早点干完活 早点去说工去找人 在发现江月瑶下工后 王丽华加快速度 将自己剩下不多的活干完 赶紧叫来小队长验收 计工分 然后拿上工具 赶紧回家 将工具送回支清点后 王丽华直奔村口 从村口的小路进山后 王丽华往前走了一阵 果然看到江月瑶 领着人男的站在那 那男的鞋靠在树上 双手抱在胸前 看着来时的路 看到王丽华走近 邪魅一笑 眉眼轻挑 脾气十足 这就是你说的那人吧 男人对江月瑶开口 江月瑶看了一眼王丽华 回道 没错 我便是受她之托 找人的 至于她找你做什么 我不知道 也不想知道 待王丽华走到近前 江月瑶开口 人 我给你找来了 接下来的事情 我就不参与了 你们自己聊 说完 江月瑶看向吴小军 你有什么条件 尽管跟他提 不管谈不谈得逞 是你们两个的事情 跟我无关 以后要是出了什么事情 你们两个谁也不要来找我 说完 江月瑶便直接离开 下了山 接下来就看大队长找来的这人 能不能骗过王丽华 让他入套了 吴小军仔细打量了下王丽华 长得不怎么样 直接说吧 把我找来 想让我干什么 报酬又是什么 我跟你说 我出厂费挺贵的 价钱若是不让我满意 我是不会听你摆布的 还有 今天把我叫来 也是要付钱的 我可不会白跑 王丽华听吴小军说他 长得不怎么样 心下已经有了些火气 又听这人动不动就提钱 提报酬 心下更是冒火 这人眼睛是不是瞎呀 他明明长得这么好 怎么就说他长得不怎么样 张嘴闭嘴就是钱 简直掉钱眼里去了 江月瑶到底从哪找来的这奇葩 怎么就不找好点呢 才刚这样想完 王丽华又回国未来了 对了 自己让江月瑶找的是小混混 是用来配挤秦芳的 自然是怎么不靠谱 怎么来 难不成自己还发善心 给秦芳配个好人不成 回国未来的王丽华 再次打量起吴小军 看着他那混不吝的样子 那满身的脾气 越看越满意 秦芳就该配这样的人 就他那样的 还敢跟自己抢政之亲 给他配这个小混混 再合适不过了 只是可惜了 这小混混长得还不错 又年轻 比郑爱子强不守 要是江月瑶 再找来个跟郑爱子差不多的 或比他更差的人就好了 算了 在坏人时间 已经来不及了 就便宜秦芳吧 看着站在那盯着 自己入了神的王丽华 吴小军满头黑线 这女人是不是有毛病 这么盯着 自己做什么 伸手在王丽华面前晃了晃 将她晃醒后 将手伸到她面前 拿来吧 拿什么 王丽华莫名奇妙问道 吴小军瞪了她一眼 今天的出场费 收了出场费 咱们接下来说后面的事情 如果不给 那我就不伺候了 王丽华皱眉 啥都没说 你怎么就开始要钱了 我又不是你们生产队的 大劳员跑过来 不费力啊 要你一点出场费怎么了 如果不是你把我找 我现在在家躺着呢 跑这么远的路 不费力 不费粮食啊 我问你要点路费 物工费 精神损失费 不是很正常的 你别在这叽叽歪歪了 到底给不给钱 不给我就走了 你爱咋咋的 见王丽华不掏钱 吴小军说着 不要走 第326章 王丽华被讹 2 王丽华一见吴小军真的要走 连忙一把拦住她 给 给 我给你还不行吗 说完她咬牙切齿的 从兜里掏出钱 准备拿钱安抚人 吴小军见她捏起一毛钱 打算递给她 连忙开口 至少五块 少一毛都不行 王丽华瞪大眼睛 不可置信的看着她 就跑一趟 你问我要这么多钱 你要不要脸 我这人一向同所无欺 罪是公道了 你就说给不给吧 至于我要不要脸 虽然不知道你找我来是干什么的 但我这人 一向有自知之明 你找我 肯定没啥好事 你都能叫我这小混混过来 准备干坏事 居然还好意思站在道德的糕点上 指责我 你先问你 自己有没有脸吧 王丽华被吴小军给骂了一顿 当即脸上 是红了又黑 黑了又白 来回变换了好几次脸色 让吴小军好生 欣赏了一场变脸大戏 没法反驳吴小军 王丽华只能强忍着 一咬牙 数了五块钱 递过去 五块钱 一分不少 吴小军将钱接过后 又数了两遍 确定没少后 心满意足的塞进裤兜 姑父之前就说了 自己能额王丽华多少钱 看自己的本事 而且 这钱不用上交 他也不会告诉自己姑姑 还有自家老娘 可以留着做私房钱 吴小军清了清嗓子 好了 你现在可以说 找我过来 到底要干什么了 送你个知心当媳妇 你要不要 王丽华引诱到 吴小军想也不想的摇摇头 不要 王丽华有些傻眼 你怎么能不要呢 城里来的水灵灵的大姑娘 送给你当媳妇 你还不要 你是不是傻 城里来的又怎么样 是能当吃 还是能当喝 你们这些城里来的娇小姐 一个个做事不行 连自己都养不活 我娶回家干嘛 当祖宗供着呀 我娶媳妇 肯定是要 娶一个妓漂亮 又能干的 最好是比男人还能干 能挣满公分的 能养活自己 顺带把我挤养了 吴小军煞有歧视地道 这下把王丽华整不会了 这他妈是个奇葩 是个立场 要吃软饭的软饭男 这下 自己要怎么忽悠他 去坏了情方小贱人的明节 把两个凑做堆 吴小军故意不耐烦地道 到底要我做什么 你直接说 别拿这种有的没的来引诱我 我就要钱 你给钱 我办事 你别想白条 见王丽华不说话 在那愣神 吴小军连声催促 算了 现在坏人也来不及了 而且自己也不认识人 没法找到 愿意娶秦芳的小混混 这人不娶秦芳 就不娶秦芳吧 只要秦芳坏了名声 他跟郑建明指定 是不可能在一起了 以后也找不到什么好人家 而自己给郑建明下点药 让人看到 自己两人衣衫不整地在一起 他不娶自己都不行 这样一来 自己的目的不也达成了 想到这 王丽华也不再纠结了 直接开口 你帮我去纠缠一个知青 让人看到 你跟他衣衫不整地在一起 坏了他的明洁 不行 这是我不能干 万一那只青死皮赖脸 要嫁给我怎么办 你放心 那只青青高得很 才看不上你这小混混 他才不会死皮赖脸 要嫁给你 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我娘可说了 这女人把明洁 看得比啥都重 这要是被人看到 我们衣衫不整地在一起 除了嫁给我 那只青可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除非他脸皮厚道 能不把那些流言蜚语当回事 不过我想 这应该不太可能 就那些难听话 咱们村里的姑娘都受不了 你们这些城里来的娇小姐 能受得住 要是他一时想不开 寻了短见 那我不是害了一条人命 我这人混是混了点 但这种事情 我还是不会干的 这事我干不了 你还是另找他人吧 不过 你得给我一笔风口费 不然我就把这事给你捅出去 吴小军说完 朝王丽华伸出手 示意他给钱 王丽华气急 事情都没答应 又问他要钱 他脸上难不成 写了冤大头几个字 真想换个人 但一时半会 他去拿找人 王丽华咬牙 没有衣衫不整也行 但就是要让人看到 你跟他在一起拉拉扯扯的 如果有人问起 你就说 再跟那知青谈对象 谈了有好长一段时间了 等过段时间 你说看不上他 甩了他 王丽华打算 两边同时下手了 一边坏情方的名声 一边给郑建明下药 让人看到 自己跟他衣衫不整的在一起 谁让江月瑶找来的这人不靠谱 竟然连送上门来的大美人 都不敢去 跟知青谈对象行 说出去还会让我那些兄弟羡慕不已 不过你倒算给我多少钱 少了我可不干 王丽华一咬牙 五十够了吧 吴小军一听乐了 这人开口就五十 看来很有钱 既然如此 那就多要点 五十不行 至少得一百 万一那知青最后看上了我 缠着我 我还得花精力去摆脱他 这可都是事 吴小军故意自恋到 谁让我这人没啥别的优点 就是长得好 咱们十里八乡的姑娘 只要见过我的 不都心心念念 想要嫁给我 王丽华心里在咬牙切齿地骂吴小军 但嘴上却道 一百就一百 不过你得把事情办好 我既然收了钱 指定得把事办好 说完 吴小军朝王丽华伸手 拿来吧 你事都没开始办 就问我要钱 王丽华不可置信 你别误会 我没那么霸道 不过 你得付我一些定金 至少得三十块 还得给我写张欠条 不然 我事情办完后 你不认账怎么办 有这欠条在 我还可以找你去要账 王丽华原本打算之后不认账的 却没想到 被这人把后路给堵了 我身上没带这么多钱 而且 这里没有纸笔 没法写欠条 你可以回去拿钱 写欠条 反正我不急 就在这等你 对了 你欠条上就写 金鸿星 生产队知青王丽华 请王三毛办事 先付三十块定金 事后再付七十块 若日后王丽华反悔 不付尾款 价钱翻倍 得再付一百五十块 再写上今天的日期 吴小军聪明的 没说自己的真名 刚才说的这些字 我都是认识的 你别想着胡乱写几个字 来糊弄我 我这人还是挺厚道的 没有让你把亲我 办什么事给写上 主要是吴小军知道 他就算让他写上 人家也不会同意 王丽华差点咬碎牙齿 但是到如今 他又不得不答应 行 你在这等着 我这就回家拿钱 写欠条 但如果你光拿钱 不办事 小心我找你麻烦 你放心 咱们这些道上混的 最要紧的就是诚信 道义 吴小军忽悠道 王丽华满身怨气 回了知青点 拿钱写欠条 又满身怨气的回来 将钱 欠条交给吴小军 吴小军拿着钱数了数 又仔细看了看欠条 确认无误后收了起来 什么时候领我去认 你让我霍霍的那女知青 王丽华想了想 你能进咱们生产队 还不惹人怀疑吗 这算啥 我就是隔壁生产队的 时常来 你们生产队溜弯 那你明天中午 在我们生产队下工时 在知青点外等着 我给你指人 最近两天 你就找机会 缠上那女知青 且让村民们看到 没问题 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王丽华打算 趁后天轮到自己做饭时 就给郑建明下药 让人看到 自己和他衣衫不整的在一起 第327章 王丽华下药 啃着鸡瓜子 喝着可乐 看着吴小军忽悠 王丽华那一幕的流净雪 在那刺着牙笑 差点没被枪到 这吴小军真是个人才 就这么回功夫 35块钱进账 还得了张王丽华的 亲笔欠条 这算是留下了证据了 只是可惜 那尾款的70块 估计是要不到了 不知道该说 王丽华对郑建明 太过势在必得 还是人傻钱多 竟然会答应吴小军的要求 请人干这种违法的事情 竟然还给人留下字句 以后想赖 都赖不掉 流净雪摇摇头 以后的事情不用想了 这王丽华指定的掉坑里 王丽华跟秦芳 不在一个生产小组 因此 第二天上午 他特意加快了速度 提早一点下工 来到秦芳所在的生产小组 负责的那块地 跟在秦芳后面 往知青点走 由于好些人 都在这个时候下工 王丽华混在人堆里 一点都不打眼 进了村 村民们往自家走 人群渐渐散去 自走到知青点附近后 王丽华不停地左看右看 寻找着吴小军的踪迹 当然 在王丽华眼中 吴小军的名字是王三毛 他现在搜索的是 王三毛的踪迹 终于在看到 站在那根村里的一个小伙 说着话的吴小军后 王丽华松了口气 还算这个人信守承诺 一约前来 如果拿了他的钱后 不办事 他一定让他好看 王丽华清了青嗓子 突然喊道 秦芳 走在前面和于丽 说着话的秦芳 听到后面 有人叫知道 连忙回头 一看是王丽华 秦芳不由皱起了眉头 但现在是在外面 还有不少村民看着 不能让村民知道 知青之间不合 秦芳只能耐住性子 问 王丽华 你没事叫我干嘛 王丽华用眼睛余光看到 吴小军已经抬起来 再仔细打量秦芳了 他心下微松 看着秦芳 故意道 今天不是轮到你做饭 你走这么忙干什么 还不加快脚步 赶紧回去做饭 下午还得上工呢 难不成让我们大伙 一直等你把饭做好 秦芳紧皱眉头 这王丽华是有病吧 明明早上看到 是冯春燕做的早饭 怎么突然说 今天是自己做饭 这不是在没事找事 但在偏见 站在那的吴小军后 秦芳恍然大悟 原来王丽华叫做自己 是想让他找来的混混认人呢 可他不知道 这人是大队长特意找来的 就是为了引他入套吗 大队长为了避免引起误会 前天还特意让自己三人 跟吴小军见了一面 说清楚了情况 弄清楚王丽华的目的后 秦芳在心里冷笑一声 故意不耐烦地道 你弄错了 今天不是我做饭 是春燕 说完 不再搭理王丽华 转身拉着余力 继续往前走 王丽华继续慢腾腾地往回走 看到吴小军 对他微不可查地点了点头 知道 他已认清人 才放心 回了知青院 下午下宫时 王丽华便看到吴小军拦着秦芳 在那说着什么 这自然是两人特意做戏 给王丽华看的 王丽华满意点头 这人虽然死要前了点 但还是蛮靠谱的 行动力杠杠的 这么快 就缠上秦芳了 而且就在这大路上 人来人远的 相信很多人都看到了 想来再来几次 生产队怕事 就有关于他俩的疯年疯语了 自己这边 也得赶紧行动了 接下来的两天 吴小军也特意在 王丽华能看到的地方 拉着秦芳说话 这天轮到王丽华做饭 上午他特意提早下 工回支清点做午饭 回来的第一件事 他趁着其他人还没回来 跑到南之清那屋 往郑建明特意凉着的水里 撒了一些药 因为是第一次做这事 难免有些手抖 药粉撒到了杯壁上 虽然王丽华特意摇晃了几下杯子 让杯中水冲洗了杯壁 但他没发现 杯口上还是留下了一些粉末 郑建明有个习惯 喜欢饭后对些温水喝 这也是王丽华敢在杯中下药 不怕他提前喝水 药性提前发作的原因 至于上宫口渴了 回来就要喝水 他们这些知青上宫都带了水的 王丽华做好饭 上宫的还没回来 感觉有些不保险 他又将每个知青专用的碗 都成了一碗玉米面糊糊 在郑建明的碗中又撒了一些药 此时的王丽华 完全将江月瑶 让他少放点药 会闹出人命的提醒 抛诸脑后 用神识观察的流进血案自扎舌 幸好自己治的药 不是真的催情药 不然就以王丽华下 两次的药量 还真顶不住 吃饭时 怕自己一直盯着郑建明 让人发现异常 王丽华一直低头吃饭 连菜都不怎么夹 他却不知 自己这异常举动 将他给出卖了 要知道 平时吃饭夹菜 女知青这边 就属他和刘昭帝 筷子舞的最环 这一下子消停下来 不就特别明显 郑建明 秦芳 张应春交换了下眼神 知道王丽华 这是已经动手脚了 但这么多人在这里 他下一步打算怎么做呢 在收拾碗筷时 王丽华像是不经意的道 郑建明 当你那边建房子的人过来了 说是要是找你 让你放后过去一趟 行 我一会就过去 郑建明道 秦芳估计 王丽华是想把郑建明 引到那边 然后好作局 让人看到他和郑建明 衣衫不整的在一起 为了让王丽华的计划 进行的不那么顺利 又或者是纯粹 想跟王丽华添堵 他故意对郑建明道 一会我跟你一起过去吧 这房子以后 也是我们两个人住 我也去过去看看 有什么要添置的 我们两个商量一下 秦芳这话 果然惹恼了王丽华 不等郑建明开口 王丽华在一旁就开喷了 真是哪都有你 还没结婚呢 就整天像个跟屁虫似的 跟着人家 也不害骚 还这房子以后 也是你们两个人住 你住不住的上还难说呢 到时候 你们两个没成事 你这天天贴着人家的样子 被人传了出去 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要你 还有脸说我不害骚 不害骚的是你吧 明知道我们两个在主对象 很快就要结婚了 还一天天地缠着郑建明 你哪来的脸 我脸皮才没有你的厚 还没结婚 就以女主人自居了 你那脸皮比城墙还厚了 两人又在那里 你一言我一语的枪上了 郑建明想早点将王丽华解决 免得一天天看着他在那坐腰 便对秦芳道 好了 你别跟他吵吵了 搭理他作善 等一下我一个人过去 你在家休息 下午还要上工呢 郑建明对秦芳眨眨眼 示意他别捣乱 张应春赶紧过来 将秦芳拉了出去 给王丽华添堵的目的已经达成 秦芳顺势就被张应春拉出去了 第328章 王丽华出丑 1 秦芳被拉走后 郑建明担心王丽华过来纠缠自己 便也离开饭堂 回了屋 按之前的惯例 往堂瓷杯里 矿了些热水后 端起来正打算喝 郑建明便看到了杯口的粉末 郑建明脸上浮起一丝冷笑 原来在这等着他呢 虽然大队长向他们保证后 他弄来的药 没有任何催情的作用 只是让人体温升高 面红耳赤 但郑建明到底还是不敢多喝 换了个手拿杯 特意走到屋外 从没有药粉的杯口处 潜抿了一口茶水 他刚才可是看到 王丽华正站在门口 往外面张望 为了让王丽华确信 他已经中了药 他才特意端着茶 走到门外喝的 喝了一口茶后 郑建明小站了一会 跟其他知青聊了几句 便转身回屋 放下杯子 这杯水不可能倒掉 之后还是王丽华下药的罪证 郑建明出了屋子 对着女知青那屋喊道 秦芳 我去自建房那边了 这是给秦芳 张应春二人报信呢 提醒二人 按事先约好的 在王丽华走后 得赶紧过来 保护他的真操 厨房里的王丽华 在听到郑建明的话后 连忙加快了手里的速度 赶紧把碗 快 锅给涮好 事情做完后 他都来不及回屋整理 便直接出了 往冤外走 一直站在屋里门边 跟人聊着天 注意着门外动静的秦芳 张应春看到王丽华走后 对视一眼 跟众人又聊了一会 确认王丽华已经走远 他们这时候 过去应该不会被他发现 情方对张应春使了个眼色 张应春了解点头 张应春笑着 对着屋内的几人道 带你们去看出好戏 你们去不去 下午还要上工呢 不赶紧休息 看什么好戏啊 刘昭帝第一个表示反对 张应春怂恿道 我跟你说 这出戏你如果不看 是会后悔一辈子的 如果看了 保证你下午上工 就跟打了鸡血似的 被精神 看了绝对不亏 不看绝对后悔 有这么夸张 于丽表示不信 哎呀 你们去了就知道了 要是去晚了 可就赶不上了 快点 咱们还得去其他地方叫人呢 张应春说着 一手拉刘昭帝 一手拉逢春艳 硬拉着他们出了门 情方那边 一把拉过鱼利 下来也出了门 张应春出了女知青那屋 还往男知青那边吆喝道 所有男知青都出来 带你们看好戏去 快点出来 这戏不看 你们会后悔终生的 男知青那边 已经准备午休了 听到张应春这话 也一一走了出来 陈国庆最先走出来 开口问道 张知青 去看啥好戏啊 别问那么多 跟我们走就是 不去行不行 汤强军道 上了一天宫 正打算中午睡一觉 谁耐烦去看什么好戏啊 她又不是爱八卦的女人 这是知青点的集体活动 不去不行 而且不去 你以后绝对会后悔的 实在不行 下午不上宫就行了 反正咱们只要每个月 满足了公分标准 之后都不用上宫 这些天活干下来 咱们离那标准差不了多少了 提前休息 半天也没什么 张应春劝道 那行吧 除了知青点 张应春对秦芳道 秦芳姐 你领着大伙先去 我去给大队长报个信 让他也过来 行 你快点过去吧 秦芳道 夏兰不解道 你们在干啥 还要叫上大队长 神神秘秘的 别问那么多 去了就知道了 一行人在秦芳的带领下 往郑建民的自建房走 而张应春 快步跑到大队长家 给大队长报了信 大队长领着吴小军 吴素芬和自家两个席 又拐去徐书记家 叫上了徐书记 也往郑建民自建房走 此时 王丽华已经到了 郑建民自建房了 郑建民这房子 已经建好了 只剩下李旁炕 伪造 挖地窖这些屋里的活迹了 这时的郑建民 不知是一路走来 被太阳晒的 还是因为运动了一番 感觉身上有些发热 他不知道的是 现在的他满脸通红 就像喝多了一样 王丽华一进来 就看到郑建民这样 不由感叹起 自己来的正是时候 他也相信了 王月瑶没有骗自己 拿给自己的 绝对是货真价实的好药 不然也不会有这效果 虽然知道王丽华会过来 但看到他的那一刻 郑建民还是皱起了眉头 厌烦涌上心头 你过来干什么 完全是真情流露 郑建民不耐烦地 对王丽华道 建民 你怎么用这种态度对人家 王丽华揉着嗓子道 郑建民差点没吐出来 好好说话 还有谁允许 你这样叫我的 请称呼我为郑之亲 郑建民义正言辞地道 这流程不得呀 王丽华心说 郑建民不是应该要性发作 发狂说的扑过来 将自己扑倒 怎么还这个态度 对我 难道是自己吓得要太少了 不应该啊 江月瑶说过 这要只用下一点点就行 自己还吓了两次 看了看郑建民 那满脸通红的样子 要应该是有效的 但可能还要过段时间 要效才会发作 自己还得再拖延一段时间 正好那些建房子的人 估计一时半会的 还不会过来 要是速度太快 恐怕堵不到自己二人 拖一段时间也好 想到这王丽华 王丽华就故意跟郑建民 在那东拉西扯 而郑建民没有收到情方 张应春发出的信号 自然也乐意 跟王丽华在那好时间 外面情方 张应春领来的两拨人 已经悄悄躲在外面了 过来时 这些人已经被反复叮嘱过了 不能发出一点声音 张应春雪鸟叫了几声 这是他们事先约好的信号 听到声音后 郑建民松了口气 终于不用再应付 王丽华这讨厌的女人了 怎么这么热 郑建民解开了一颗外套的扣子 原本打算继续往下解的 在看了王丽华一眼后 又停下了 你赶紧走 别在我这 等一下被人看到了 误会了就不好了 郑建民感人道 王丽华见郑建民越来越红的脸 还有明显急促的呼吸 觉得药效应该发作了 过了这么长时间 那些做工的人 估计也要来了 也是时候动手了 第329章 王丽华出丑 2 觉得是动手的好时机后 王丽华便直直朝郑建民扑去 吓得郑建民连忙往旁边躲 你要干什么 赶紧离我远点 不要再靠近我 建民 你是不是很热 很难受 心里就像有一团火一样 找不到发泄口 你不用憋着 我可以帮你疏解的 你是不是有病 老凑近 我干什么 郑建民提高音量 向外面的情方表中心 你离我远点 别靠近我了 小心我揍你 见自己一直进不了郑建民的身 王丽华有些着急了 开始吓唬郑建民 建民 你这样憋着 会出问题的 若是不加以疏解 怕是会有性命之忧的 看到你这样 我很心疼 让我来帮帮你吧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怎么会这么热 是了 今天是你做饭 你是不是在我的饭里 动了什么手脚 不然我怎么会这么热 心跳这么快 我脑子都有些不清醒了 郑建民故意甩甩头 引诱王丽华说实话 也没什么 就是给你下了一点催情药 这要副作用可大了 重了的人 若是不得到释放 可是会没命的 郑建民发狠道 你这女人 真不要脸 我告诉你 就算我没命 也不会碰你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我要为秦芳守身如玉 秦芳 秦芳 你就只知道秦芳 她到底哪一点比我好了 让你眼里只看到她 根本没有我 王丽华恨声道 秦芳哪哪都好 就你 连秦芳的指甲盖都比不上 你离我远点 别靠近我 小心我一脚踢死你 秦芳就算再好 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我 你现在还念着秦芳 等你中的那要要性全部发挥 你才不会管你面前站的是谁呢 只怕是头母猪 你都会扑上去 王丽华发狠道 只要你跟我纠缠在一起 等下被来做工的人看到 你就只有娶我这一条路了 不然 我就去告你强奸 让你吃枪子 到时候 我看你怎么跟你那 惺惺面念的秦芳在一起 你这恶毒的女人 你竟然如此算计我 我告诉你 如果真发生了那种事情 我就算去吃枪子 也不会娶你 郑建民这话 彻底惹怒了王丽华 他恨声道 那你就去死好了 等你死后 我不会让秦芳那个贱人好过 我会找十个八个小混混 给秦芳下药后 把秦芳送给他们 我倒要看看秦芳醒来后 还有没有脸继续活下去 到时候 你们在地下再续前缘 做一对鬼鸢养好了 王丽华说完 也不再管郑建民的躲闪 便要硬扑过来 在他看来 郑建民现在只是在硬撑 只要自己扑过去 他就不相信 在要性的驱动下 他能忍得住 郑建民下的四处躲闪 一边还抽空对外面喊道 你们还不进来 真想看我被这丑女人扑倒 真结不保啊 你们还有没有一点同情心了 屋外厅墙角的人 在大队长的示意下 终于走了进去 我们不是见你有美人 头怀送抱 怕误了你的好事 所以才不敢进来打扰我 周文斌走进来后 笑着解释 郑建民白了他一眼 哪里有美人 就一直披着人皮的畜生 说他是畜生 我还觉得 侮辱畜生这个词了 你看看他做出来的 叫什么事 在郑建民对着外面喊的时候 王丽华已经愣住了 在看到这么多人走进来后 他已经呆立当场 难不成刚才这些人都在 自己说的话 都被这些人听了去 像是知道王丽华在疑惑些什么 张应春直接告诉了他答案 在你刚出门后不久 我们就都过来了 你纠缠郑知青 说的那些话 我们都听到了 比如你给郑知青下药 打算来个霸王硬上宫 让郑知青娶你 还有找小混混害秦芳姐的事情 我们都听到了 张应春话音刚落 一拍脑门 哎呀 瞧我这记性 刚才说错了 你不是打算找小混混 坏秦芳姐名声 你是已经找好人 付诸行动了 张应春一指一旁的吴小军 这不就是 你找来纠缠秦芳姐 想坏他名声的人 你们怎么会来 你们竟然是一伙的 王丽华接连两个问题抛出 众人都不知道 先回答哪个 大队长开口 替他解了货 在你跑你要挟江月瑶 问他要要 要人时 柳家人就告诉了我 我们猜到你怕事 要用这样 这人干什么坏事 若是直接戳穿 我们担心你又另寻他法 便打算满足你 看看你 到底想要干什么 没想到你这女知青 还真不知羞耻 竟然还有脸 干出霸王硬上 功男之亲的事来 徐书记摇了摇头 你们这些城里人真会玩 也不知道上的那么多年学 到底学了些什么东西 一点礼仪廉耻都没有 大队长 现在人证 物证都有了 刚才王丽华 还亲口承认了下药一事 咱们是不是该处理他了 张应春道 这时 郑建民开口道 大队长 我这边对您之前的决定 有了一些看法 您刚才也听到了 王丽华这人是何等的恶毒 竟然说出 要找十个八个小混混 害情方这时 这种人留在红星生产大队 您放心 若是他与其他人结院 又来这么一出 到时候怎么办 这么大个人 又有手有脚 咱们谁也看不住他 依我看 还是直接报公安 依法处置了吧 该劳改劳改 该下放下放 免得在这里祸害别人 是啊 大队长 要是继续将他 留在红星生产大队 继续住在知青点 总觉得不安全 我可不敢跟他住一块了 张应春也道 其他知青想想 知青点哪个人没跟他吵过 或多或少都跟他结了院 有一就有二 若是哪天他发了疯 又对其他人出手怎么办 因此 其他知青也一个个 在那劝说大队长 让他报公安 让公安处置王丽华 第三百三十章 落幕 王丽华一听要报公安 立马慌了神了 连忙跑去救大队长 大队长 我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你千万不要报公安 这要是报了公安 一定会把我抓走的 这要是留下了案底 我这一辈子可就毁了 你既然知道你自己做的事情违法 那当时为什么要做 既然做了 就不要后悔 张应春道 王丽华对张应春吼道 你知道什么 吼完张应春后 王丽华又转头对大队长道 大队长 您千万不要报公安 如果你报公安 那我就把吴京那事给捅出去 让公安把江月瑶 吴京那男人一并带走 让红星生产队就此出名 大队长在听了王丽华的那些话 又听了仲之亲的要求后 还有些犹豫 到底要不要报公安 毕竟 事关自家生产大队 能否在今年拿到先进生产大队 而王丽华这一番威胁 却激起了大队长心中的火气 这人竟然敢这样威胁他 如果他这次受了他的胁迫 那以后 他是不是会继续犯事 继续用此事来要挟他 不要说王丽华不会 之前他明明答应过 只要江月瑶给他找来了药和混混 就不会用吴京那事要挟的 现在不就又开始用这事 要挟他这大队长了 大队长看向一旁的徐书记 老徐 你怎么说 两人是老搭档了 大队长的心思 徐书记又岂回猜不到 徐书记想了一会 道 还是报公安吧 这些知青都不愿意跟他同住知青点 咱们总不能为了他另外找个地方安置他 这人犯了事 不但不悔改 还连咱们都要挟上了 说明死不悔改 以后只怕还会惹事 既然如此 咱们也没必要姑息他 报公安把他带走 再把他的关系退回知青办 以后劳改出来了 咱们这里也不接收他 免得又过来和和咱们 王丽华一听 我要挟你们的意思 只要你们不报公安 无尽的事 我再也不提了 我以后再也不给人下药 再也不乱来了 请你们不要赶我走 剑大队长 徐书记不说话 王丽华又看向其他知青 你们说话 帮我求求情啊 众知青没有一个人吭声 主要是王丽华今天的所作所为 太过令人震撼了 将他留下来 他将目标又对准别人怎么办 就在一起 让他们怎么防备 王丽华见众人不肯帮忙 又朝郑建民扑过去 在他看来 郑建民是知青点负责人 今天这是他又是主角 只要他肯松口原谅自己 替自己说话 大队长他们 说不定就同意不报公安了 毕竟刚才要求报公安 也是郑建民提出来的 听郑建民话里的意思 大队长他们之前 像是没打算报公安 见王丽华又朝他扑来 郑建民吓得连忙 往其他知青身后躲 而其他男知青 担心王丽华往他们身上扑 又各个像女知青身后躲 现场顿时乱成一片 大队长 徐书记头疼地看着这一幕 大队长看向自家媳妇 而媳 你们去把他制住 别让他到处乱蹦打 吴素芬一听 带着自家两个媳 将王丽华给制住 姑父 徐说 你们两个在犹豫什么呢 这种人看上了人家 人家不接受 就直接下药 想来个生米煮成熟饭 连人家对象都不放过 花钱雇小混混来害他 这人之前可是说了 让我这小混混 跟那女知青也被人捉奸 让我娶了她 是我说不想娶知青 才改口让我跟别人说 我和那知青在谈对象 后面甩了人家 这种人不赶紧报公安 送去劳改 还留在这里做什么 难道让他 坏了队里的风气 交坏村里人 无数分道 小军说得对 老头子 这种人还是赶紧让公安带走吧 不就是先进生产大队 咱们村拖拉机 很快就要到手了 今年再拿先进生产大队 公社明年也不可能 再给我们一个拖拉机名额 没凭上就没凭上呗 有什么好纠结的 大队长一听 对啊 以前致力于拿先进生产大队 是奔着拖拉机名额去的 现在名额已经到手了 再拿也没意义了 既然如此 还纠结个傻 大队长一挥手 将王丽华给捆了 嘴巴也给堵上 等会把他送公安去 郑知青 秦知青 张知青 陈知青 还有小军 等会你们一起去 把情况跟公安说清楚 大队长看向一旁边的徐书记 咱们两个去一个就行 我去 你留在队里主持大局 再把江月瑶 无尽他们那两队给叫上 估计王丽华会说 吴静那档子是 让他们把谅解书带上 顺便把这事也一道解决了 徐书记点点头 吴静现在有些不方便 让老刘套上牛车 送他过去 大队长一指周文斌 周知青 麻烦你跑一趟 先去老刘家 让他套上牛车过来 再去下刘家 郑爱子家 让江月瑶 吴静他们那两队都过来 让他们拿上谅解书 好的 大队长 周文斌答应一起 连忙往外走 王丽华被堵了嘴巴 在那呜呜个不停 像是要说话 但在场猪人都没搭理他 爱巫就呜个狗 等了没多久 老刘就赶着牛车过来了 江月瑶 吴静那两队也过来了 大队长接过老刘手中的牛鞭 招呼道 行了 咱们这就去镇上吧 女生坐牛车 难得走路 其他人该干嘛干嘛去 别在这里围着了 下午上宫 王丽华的一番操作 顿时如秋风扫落夜一般 扩散开去 刘静雪的神识探查道 只要有人凑到一起在那说话 话题的主人公必定是王丽华 郑建明偶尔提及一起情方 至于王丽华口中提到的无尽一事 由于有大队长的特异嘱咐 不管是吃清点的人 还是看到那一幕的生产队的成员 都没有提及 大队长一行人这一走 直到傍晚才回来 一行人过去 只少了个王丽华 才刚进村 众人就被村民们给围住了 大队长 公安怎么说 王丽华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 这还用问 王丽华肯定是被公安关起来了 他都给人下药 花钱故人害人了 都犯法了 肯定是要坐牢的 还会咱们生产队做什么 这人的话得到了大队长的肯定 大队长点点头 王丽华被公安关起来了 等着判决 那他会被判多少年 人群中有人问道 大队长摇摇头 这个暂时不清楚 得等公安通知 大队长转头看向情方 张应春 王丽华的东西 你们回去后说一声 不要动 到时候 公安同志会带着王丽华回来整理 如果你们动了他的东西 到时候怕说不清楚 大队长 我们知道了 回去后会嘱咐一声的 情方连忙硬道 行了 都累了一下午了 都散了吧 第331章 陆玉婚捣捣太太 最近两天 刘静雪这个生产小队 分到的是施肥的活 看着在那不停蠕动的区 就算用灵力封住了嗅觉 刘静雪还是无法忍受 所以在跟小队长说了一声后 这两天 刘静雪便没有去上工 但由于王丽华已经拿到了药 虽然那要是自己炼制的 绝对不会有问题 可是无绝对 为了防止意外的发生 刘静雪还是守在生产队 没有去镇上 上次寄过去的三个包裹 应该要有回信了 吴老纳 刘静雪用神识探查到 他天天在跟邹爷爷 大伯他们说着 他那小外孙的事情 明显是知道人家要来 忍不住思念之情了 现在已经4月中旬了 上次来信说 是要等这边化洞 天气转暖才会过来 也不知道 现在定下时间没有 要是再拖一段时间 吴老怕是要成为 心意尊望孙时了 现在王丽华的事情 已经解决 刘静雪打算 明天一早往镇上跑一趟 一来去看看 有没有自己的信 虽然现在游递员 恢复了下乡送信 但他又不会天天 往同一个生产队跑 都是隔断时间来一次 会耽误不少时间 所以刘静雪 打算自己去看看 二来 刘静雪打算去看看 葛委会 红卫兵的情况 看他们有没有可能下乡 特别是跟红星生产队 有些恩怨的那星主任 年前刘静雪有打算过 探查一下他的情况的 如今自己修炼出了神识 而且覆盖范围还颇广 悄无声息地跟踪 调查他 还是很容易的 正好趁着这两天有空 开始行动 不然以后要上宫 要教村民认识草药 要制药 可没时间了 再说了 跟五老外孙一起过来的 据说还有周家对头家的孩子 那人跟着一起过来 肯定居心不良 自己到时候 不得帮忙盯着先 若是让那人跟踪五老外孙 发现他们两人的关系 从而举报什么的 那牛棚的几个人不就惨了 所以啊 还是得趁他们没来之前 把该蛋的事情先干了 免得以后被绊住手脚 抽不出空来 第二天一早 刘静雪在上 宫哨起响起后 背着贝罗往村外走 路上还遇上了 去晒霸集合的村民 刘静雪一一和他们打招呼 刘志青 你这是要去镇上 今天不上工 是的 沈子 我要去镇上买点东西 已经跟小队长说好 今天不上工了 今天不是村里牛车 去镇上的日子 那你今天得自己走着去了 刘志青 你等两天 坐村里牛车去呗 沈子 我走得快 很快就走到了 就不等镇上的牛车了 一路跟人解释着出了村 都有些口干舌燥了 刘静雪心中暗叹自己失策 不该为了多睡仪 会导致这个时候出村 下次要去镇上 还是得更早一点 赶在大火上工前就出村 免得碰到人 走出村子有一段距离后 刘静雪把自行车放出来 被篓收进空间 骑着自行车便往镇上赶 收好自行车 背着被篓 走着进了镇 由于来得太早 现在还没到邮局上班时间 刘静雪打算各处走走逛逛 漫无目的地穿行在镇上的街道 用神识探查周围的情况 却在一条小巷子中 发现了一岛在地上 一动不动的老奶奶 还有周围路过 却对倒在那的老奶奶 视若无睹的行人 刘静雪皱起了眉头 不应该啊 虽然后是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 导致人们不敢去辅导 在路上的老人 但那是后世 而不是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的人大多比较淳朴 遇到这种情况 应该都会上前帮忙 而不是现在这态度 这里面肯定有什么事情 刘静雪快步走到那条小巷子 拉住正脚步 匆匆要离开的一位路人 沈子 躺在那的人是谁啊 怎么没人管 这天气还是有点冷 躺在那感冒了怎么办 被刘静雪拉住的沈子 看了刘静雪一眼 是个面生的 应该不是这一片的人 小姑娘不住这一片吧 沈子我是下乡之亲 来镇上买东西的 刘静雪解释 那就难怪了 沈子恍然道 沈子将刘静雪拉到一边 小姑娘你可别去宣她 会惹祸上身的 这是为什么 说起这老婆子 也是个苦命人 她夫家以前在镇上 开了家酒馆 攒下了一点家业 生有两个女儿 大女儿早年参加革命 跟丈夫一起双双牺牲了 没留下一儿半女 小女儿是个聪明的 也再不对 说是什么技术人员 反正很厉害 早些年经常写信 寄东西过来 但近些年突然没了音讯 不知道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这几年到的事情你也知道 有些人说了 他们家以前是开酒馆的 属于资本家 便被盯上了 老头子前年没能熬过去 就剩下他了 可他是猎鼠呀 又是军属 不应该受保护吗 也幸好他是猎鼠 不然人都不在这了 街道办出面保下了他 但也紧紧免除了下放 这不被安排扫大街呢 那案里是不是就没事了 怎么诱人他躺在这呢 大婶叹息一声 还不是他那房子惹的祸 之前开酒馆 挣下了一些农业 到如今 也就只剩下那房子了 他一个孤寡老人 守着一座大院子 如今城里的住房有多紧张 你又不是不知道 这不就被人盯上了 有人说他 一个人住不了那么座大院子 用一个小房子跟他换 哪是什么小房子啊 就一个单间 厨房 厕所啥都没有 老太婆怎么乐意 哥谁身上也不乐意 而且人家还要守在家里 等着小女儿过来找他呢 老太婆不相信小女儿出事了 坚信他小女儿 一定会回来找他的 担心要是他换的地方 小女儿回来找不到他 那人见他不同意 这不就想着办法折腾他 这不就把人折腾成这样了 刘静雪气愤道 那人怎么那么可恶 难道就没人管 怎么管 谁敢管 一来老太婆 现在身份没个明确的说法 说她是猎属 军属又被伐扫大街 二来那人在革委会工作 不大不小 也是个当官的 革委会某些人的尿性 你也知道 咱们小老百姓 哪个敢惹祸上身 那人到底不敢强占人家的房子 估摸着是想着 这老太婆年纪大了 经不起折腾 说不定就一命呜呼了 只要人死了 操作一下 把房子充公 他再暗箱操作一下 不就是他的了 到时候不花一分钱 连那小单间也省下了 就只是苦了 这老太婆了 大婶说完 看向刘静雪 小姑娘 这是你可别管 你一下乡之亲 到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更逗不过那人 再说了 你长得这么好看 往那人面前一站 说不定反而自己被他盯上了 第332章 送老太太回家 大婶一片好意 刘静雪自然不会反驳 婶子 您放心 我不会乱来的 将大婶忽悠过去 将她送走后 刘静雪赶紧跑到老太太那 将她抱起 走到了一个偏僻的角落 往老太太身上 扔了一个治愈树后 刘静雪试着看 能不能将人叫醒 总得将老人家送回家 不能把人扔在外面躺着吧 好在或许是治愈树起了作用 在刘静雪叫了好几声后 老太太悠然醒来 这是哪儿呀 老太太醒来后 一时不知身处何处 这是街上呢 就是您昏倒的那地方 后面那条街 刘静雪解释 我昏倒了 老太太有些惊讶 像是不知道自己昏倒这事 对 我好像是感觉眼前一黑 后面啥都不知道了 老太太问 我昏倒多久了 我也不知道 我一到 那就看到您躺在地上 至于您昏倒多久 我就不知道了 刘静雪到 老太太挣扎着起身 不行 我得赶紧去扫街 等下被人看到我偷懒 就不好了 可老太太挣扎了半天 都没能站起来 刘静雪连忙将她拦下 您老都这样了 就别想着扫街了 还是先管好自己的身体吧 小姑娘放心 我没事 不过是太饿了 再加上有些发烧 小姑娘 你快走 要是被人看到 你跟我在一起 会给你惹麻烦的 老太太放心 没人看到 您也别急着扫地 我刚才看到您 躺着的那条街 干干净净地 用不着扫 刘静雪一边说 神识探查到那条街没人后 用神识控制扫帚 将那条街快速清扫了一遍 怎么可能 我记得我才开始扫 就昏过去了 那条街脏得很 怎么可能自己变干净 可能是有人帮你扫过了吧 您要是不放心 我帮您过去看看 不等老太太拒绝 刘静雪边抱起老太太 回到刚才那条街 您看 是不是很干净 根本不用再扫一遍 老太太亲自看了下 才算放心 小姑娘 是你帮我扫的吧 你也别说话骗我 别人才不会那么好心呢 刘静雪没有否认 老太太 现在您可以安心 回家休息了 您家在哪 跟我说下 我直接抱您回去 不用 我自己走回去就行 已经很麻烦你了 不能再耽误你的事情 老太太拒绝道 您现在站都站不稳 还怎么走回去 您也别跟我客气了 我反正也没什么事 有的是时间 老太太不好再拒绝 跟刘静雪指明了家的方向 刘静雪直接抱着老太太回了家 老太太的家很大 光院子就有一百来坪 屋子包括 厨房在内有六间房 这么大的房子 就住了老太太一个人 也难怪会被人盯上 将老太太放在椅子上坐下 想起老太太之前说是太鹅 看她这样子 也没力气去做饭 送佛送到西 刘静雪便道 老太太 您现在饿着肚子 又生着病 没有力气 我帮您做饭吧 想起厨房那已经空了的凉带 老太太赶紧阻拦道 小姑娘 不用了 你把我送回家 已经够麻烦你的了 我坐下休息一下 恢复点力气 我就自己去做饭 不麻烦你了 不麻烦 您饿着肚子 还生着病 还怎么做饭 就给你熬点粥 或是摊个饼 不麻烦的 见实在推辞不过 老太太只能说了实话 不是我老太婆 不识好人心 实在是家里没粮了 买粮食要票 我这身份也弄不到票 所以就只能多喝水 混个水饱了 之前还管用 没想到这一病 就不顶用了 刘静雪一听 忙用神石往厨房扫 不管是粮带 还是地窖 都没找到粮食 既然已经让自己碰到了 刘静雪没法撒手不管 他对老太太道 没粮食饿肚子怎么行 您在家等着 我给您弄些粮食过来 再给您弄点药过来 小姑娘 不用 你对老婆子这么好 这份恩情 我没法还的 老太太阻止道 没想让您还 不瞒您说 您是猎属 我是猎屎子女 咱们是一家人 一家人就不要说两家话 您只管受着 您等着 我一会就给您送粮食 送药过来 不过老太太的反对 刘静雪背着贝勒出了门 将院门给关上 找了个僻静的角落 刘静雪闪身进了空间 这边是东西 主食是玉米面 高粮米 这两样刘静雪空间里都有 还是之前分粮的时候分的 还有花钱从生产队买的低价粮 还有牛棚那边分得的粮食 放在他这保管的 刘静雪自己吃的是空间出产的大米 那些粮食牛棚几人消耗了几个月 根本没消耗多少 更何况 刘静雪还经常往那边送大米 白面等细粮 对于这些粮食的消耗就更少了 导致空间里 现在还有不少玉米面 高粮米 还有一些糙米 小米 大茶子 刘静雪往贝勒里 装了20斤玉米面 10斤大茶子 10斤高粮米 5斤小米 这些粮食 应该够老太太吃一个多月了 已经快接近4月下旬了 春波就要开始 刘静雪不知道 自己下次来镇上是什么时候 还是多给老太太备些粮食 免得又发生断粮的事情 光有粮没菜也不行 刘静雪又从库房弄了些萝卜 白菜 土豆 还拿了些干蘑菇 菜干 老太太现在还发着烧 刘静雪又拿了些对症的药 将粮食 收菜装进贝勒 要装进衣兜 在空间里消磨了一会时间 估摸着时间差不多后 刘静雪才出了空间 背着贝勒 又去了老太太家 看着去而复返的刘静雪 看到他那贝勒里 装着的不少东西 老太太红了眼眶 他这老婆子 今天是碰到好人了 将东西一一展示给老太太 帮他将粮食藏到地窖 要交给老太太自己保管 刘静雪给老太太喂了些药 又快速给他摊了玉米饼 熬了些大茶粥 让他吃了 吃了东西 又喝了药 再加上刘静雪的治愈术 老太太恢复了一些力气 第三百三十三章 诚挚 见老太太精神好了不少 刘静雪便哄着老太太 让他说说 是谁要占他家的房子 雪丫头 老婆子算是看出来了 你这孩子太好心了 你问这个 是不是打算帮老婆子出头 那老婆子可不能说 说了就是害了你 经过一番交谈 刘静雪已经知道老太太郭 郭奶奶 您就告诉我吧 省得我去找其他人打听 您放心 我虽然很想帮您解决这个麻烦 但我有自知之明 我可不搞不定那人 不瞒您说 我认识正上公安局的谢局长 我准备找他帮忙 看他有没有办法 谢局长是退伍军人 若是知道您这猎鼠被人欺负 他肯定会帮忙的 郭老太有些犹豫 他这些日子求告无门 实在想有人能帮他一把 可小雪这丫头 今天已经帮他不少了 再将他拖下水 那就是自己不仁意了 他说 认识公安局的谢局长 也不知道他说的是真的 还是为了让自己安心 骗自己的 郭奶奶 您就告诉我吧 我这人惜命得很 不会乱来的 我真的认识公安局的谢局长 如果您不告诉我 我还得费劲去找其他的打听 若是一不留神 直接问当那人的亲戚 朋友面前了 那不更坏事了 郭老太一听 也担心刘靖雪真的跑去瞎打听 碰到那家的人了 连忙到 小雪 我这就告诉你 你可别跑外面瞎打听了 看上我家这房子的 也不是什么旁人 也是多年的老街坊了 就咱们家往左边走 第三家 院里有棵柿子树的那家 刘靖雪用神石扫过去 左边第三家院里 确实种了棵柿子树 他家没我家大 只有三间房间 但大大小小住了十七八口人 而我这房子比他家大 光房间就有五间 就住了我一个人 这不就被他家给盯上了 他家那小儿子 现在都二十来岁了 要说媳妇了 就是因为住房问题没解决 跟爹娘挤一个房间 一直没说上媳妇 那小子靠举报 给人贴大字报 办上了阁委会的一个领导 也进了阁委会 有了些权势 这不就盯上了我 郭老太再三叮嘱道 小雪 我听说他都祸害好些人了 你长得这么漂亮 被他盯上了可不好 郭奶奶 您放心 我不会乱来的 见老太太有些犯困 刘静雪便提出告辞 让她好生休息 离开郭奶奶家后 刘静雪往回走 准备去邮局 在经过郭奶奶负责的那条街道时 刘静雪听到有人在那里说话 这老太婆死哪去了 怎么没有这里打扫 街上干干净净 估计是扫完回去休息了吧 这么快就扫完了 兔子 你们是怎么办事的 我不是让你们多弄些垃圾扔这里 让那老太婆打扫不过来 你们到底弄了没有 老大 这你可就冤枉我们了 我们半夜偷偷弄了许多垃圾过来 撒得到处都是了 我们也没想到 这死老太婆这么厉害 这么快就清扫完了 刘静雪之前用神石清扫的时候 就很奇怪 这条街道又不是条主道 怎么路上垃圾这么多 就连没有人家的地方 都出现了不少厨余垃圾 合着是这些人特意弄来的 那你们今晚再多弄一点 得累死那老太婆 老大 要不你还是再想个法子吧 天天半夜不睡觉 跑这来倒垃圾 老太太没累死 我们几个反倒累了个够呛 而且我之前特意来看过 那老太太倒在这 半天没动她 估计是病了 她这年纪若是生病 又倒在这没人管 估计撑不了几天 要不咱们就别继续折腾了 由着她挨日子 那不行 你说她之前倒在这 现在怎么没看到人 估计是醒来后扫完街 自己回去了 她既然能继续清扫 说明没啥问题 岁数还长着呢 我可没时间跟她好 不赶紧将她弄死 将她那房子弄到手 我要怎么娶媳妇 刘静雪一听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这是找到正主了 施展隐身术 隐去身形后 刘静雪便来到那两人面前 开始对两人拳打脚踢 被一个看不见的人暴打 那两个心里的恐惧可想而知 两人吓得尖叫起来 大喊着有鬼 想要逃跑 却怎么也逃不掉 像个沙包一样 被刘静雪踢来踢去 刘静雪也不担心 他们的大喊大叫 会引来其他人 在她动手之前 就布了个幻阵 确保弄出来的动静 不会被其他人看见 听到阵法是她进入 炼气五层后 心腹修的 目前她只学会了 几个粗浅的阵法 但用来对付这些小虾米 绝对足够了 将这两人揍了一顿 将他们吓得不轻后 刘静雪才出声说话 她用阴森森的语气道 原来就是你们两个 欺负我娘 害我在地下都不得安宁 你娘 你娘是谁啊 我不认识你娘呀 我们也没有欺负你娘 我娘 就是清扫这条街的老太太 扫这条街的老太太 原来你是郭老太的女儿 你是她的大女儿 还是二女儿 当然 是她的大女儿了 我小妹还活得好好的 这也不是刘静雪胡说的 刚在郭老太那里 刘静雪从她身上剪了些头发 用寻亲术测试过了 老太太还有血脉亲人在世 在西北方向 想来应该是她二女儿了 不是我 不是我 是她 是她想要夺了你娘的房子 好自己结婚用 鬼大人 您不要找我 你要找找她 鬼大人 我不敢了 我再也不敢打你家房子的主意了 也不敢再欺负你娘了 你饶过我这一次吧 你们两个坏事做尽 还想让我饶了你们 就算我饶了你们 阎王爷也饶不了你们 鬼大人 我们不敢了 我们再也不敢做坏事了 您饶了我们吧 阎王爷 您高抬贵手 饶了我们吧 刘静雪懒得跟他们多说 将换阵修改了下 按之前电视里面看过的场景 在二人面前呈现阎罗殿 十八层地狱的景象 让二人吓了个半死 最后昏了过去 趁两人昏迷后 刘静雪给两人各塞了一颗真话丸 吃了这药的人 接下来的十二个小时内 只会说真话 刘静雪将两人收进空间 仍然隐身来到公安局门口 趁没人注意 将两人扔出空间 掐人中 将两人掐醒后 刘静雪阴森森地道 等下见到公安 将你们做过的坏事 还有知道别人做的坏事 全都交代清楚 好恕罪 如果你们做的坏事 在阳间的时候 已经受过惩罚 以后到阴间 要受的罪会减少 如若不然 到阴间加倍受罚 以后无法投胎转世 永远在十八层地狱中受折磨 交代 交代 我们一定交代 还不快去自首 刘静雪一人踢了他们一脚 两人一听 连滚带爬地 往公安局里面跑 一边跑一边喊 我们有罪 我们有罪 我们是来自首的 公安同志 我们是来自首的 我们全都交代 第334章 自首 公安局的公安 一脸猛逼地看着 嚷嚷着要自首 连滚带爬地 跑进来的两人 随着两人的靠近 一股尿骚未迎面扑来 让人不由自主地 捏紧了鼻子 可那两人看到 穿着制服的公安 像是看到了救命稻草般 一把扑过去 那公安连忙往旁边闪躲 却还是被人扯住了衣服 无法逃脱 你们干什么 公安大声贺问 公安同志 我们是来自首的 我们有罪 我们啥都交代 公安一愣 来自首的 自首好呀 那不是送上门的功劳 自首行 那你们把手放开 跟我进去 我找人给你们做笔录 两人哪敢放开 两人现在都快要吓死了 不都说鬼怕阳光 怎么他们遇到的这个鬼 怎么就不怕呢 还是个有来头的鬼 都领他们见识了阎罗殿 十八层地狱了 阳光你不怕 那正气 你总该怕了吧 公安局的人正气十足 你这鬼 总该害怕了吧 两人认为 揪住了救命稻草 又岂会轻易放手 两人揪住公安 只往人身后躲 看到两人那井揪住公安衣服 眼珠子乱转 四处打量的动作 刘静雪又哪会不知道 他们的小心思 以为躲到公安后面 就能躲开我 没门 姑奶奶 我又不是真的鬼 再说了 又不是所有的鬼 都怕公安 刘静雪一人 又赏了他们一拳 用神识传音 只让二人听到 还不麻留给我滚进去 老实交代 不要试图说谎 我会在一旁盯着你们的 两人吓得嗷的一声 丢下那公安 就往里跑 还不赶紧老实交代 再惹我生气 我现在就将你们直接带走 直接让你们扔到18层地狱 把所有的刑罚 都让你们体验一遍 两人想起刚见识过的 18层地狱里 那各式各样的刑罚 肝胆剧烈 哪敢有半分迟疑 一边往里面跑 一边喊 我自首 我交代 我什么都交代 鬼大人 您可千万不要把我带下去 我还年轻 还想再多活几年 公安同志 你们快来啊 快来救命啊 一阵兵荒马乱后 刘靖雪那么一下 又被为了真话完 两人像是竹筒倒豆子般 将自己做下的坏事 以及自己知道的 其他人所做的坏事 给全部抖了出来 担心两人有所隐瞒 刘靖雪不停地来往两个房间 时不时往他们身上拍一下 显示自己的存在 直到两人实在没啥可说的了 刘靖雪才作罢 就两人交代的那些事情 基本上每个十几二十年 是出不来了 接下来的事情 自有公安处理 用不上它 刘靖雪便离开了公安局 在刘靖雪离开时 公安局这边热闹起来了 根据两人的口供 公安这边也四处出动 抓人去了 刘靖雪想了下 又回到郭老太那边 据郭老太邻居的交代 他会起了心思 要夺了郭老太的房子 也是他家里那些人 在他耳边不停嘀咕 让他产生了这个想法 可是这年代 法律尚不完善 没有教唆罪 公安拿他们没办法 公安拿他们没办法 不代表刘靖雪没有 隐身状态下 来到那家院子 刘靖雪往院里 扔了张噩梦符 外加一张倒霉符 接下来的这个月 这家人不但会噩梦连连 不得安生 还会没孕缠身 走路平地 摔纳只是小事 当然刘靖雪 没想到他们的命 只是给他们一点教训 他们家有出息的儿子被抓 自家人又不停做噩梦 没孕缠身 想来也没精力 去打郭老太房子的主意了 离开这家后 刘靖雪想了下 又给郭老太的 其他街坊邻居家里 扔了张造梦符 让他们梦到郭老太的大女儿 托梦给他们 请他们照顾一下 自家独住的老母亲 等着自家妹妹来找他 虽然这年代 说是要破除四旧 破除封建迷信 但事实上有些人 对这些神神鬼鬼的事情 还是很相信的 这么多人做了同一个梦 总会有人私下谈论 迹象印证 更会让这些人深信不疑 有这些街坊邻居的案里帮衬 刘靖雪这边隔断时间 会来给他送些粮食 郭老太之后的日子 应该能过下去 觉得还是有些不保险 又往郭老太院里扔了张好孕符 为了重新燃起郭老太对生活的期望 刘靖雪干脆也给他用了张造梦符 梦里郭老太二女儿告诉郭老太 让他安心等着 等自己办完事情就回家 做完这些事情 刘靖雪才安心离开了郭老太家 刘靖雪看了下手表 现在已经快十一点了 再过半个小时 邮局就要到中午休息时间 刘靖雪赶紧往邮局赶 在到达邮局前 他往身后的背楼里 放了一只野鸡 一只野兔 上次过来就没给金姐带肉 只是送了他两瓶肉酱 这次过来 怎么也得给人家带点肉 邮局这边 还真有刘靖雪的两封信 一封是京城来的 想来是吴阿姨那边寄来的 另一封是大哥寄来的 刘靖雪拿了信 将带来的野鸡 野兔交易给金姐后 便离开了邮局 今天过来 是想去探查下 拉新主任的底的 没想到中途插了郭老太这事 把原本要办的事情 给撂一遍了 现在郭老太这事已经完成 接下来便要去处理 新主任那事了 今天是工作日 刘靖雪估摸着这个点 拉新主任应该在革委会 他便直接往革委会那边赶 既然是暗地里调查新主任 刘靖雪便没解除 自己的隐身状态 赶到革委会时 正巧那边中午开饭 就算是主任也得吃饭 刘靖雪干脆就去食堂赌人了 老实说 上次去革委会的时候 还没修炼出神识 刘靖雪到现在还不知道 当时被雷劈的那些人 哪个是新主任 只能从其他人的称呼中来辨别了 可谁知道 他的神识 却听到了这么段对话 你们说 这次新主任去市里开会 市里会有什么新的指示 不知道 不过估计新主任会挨批 毕竟去年冬天 咱们镇的工作 丝毫没有进展 好些人都养了几个月的病 而其他地方 据说工作成果斐然 那咱们可就惨了 新主任挨完骂回来 还不得把火撒咱们身上 估计接下来这段日子 大伙都得加紧尾巴过日子了 这还只是小事 新主任肯定会让咱们加快进步的 接下来的日子 咱们只怕不得闲 城里 乡下恐怕都得跑了 也不知道 还会不会被雷 剩下的话 那人没人说完 但懂得都懂 刘静雪一听 得 今天算白跑一趟 看来接下来的日子 自己怕是要多往镇上跑几趟了 第335章 新主任 露马脚 新主任去市里开会了 那刘静雪 就没必要在葛委会这边浪费时间 他准备打道回府 明天再来镇上 看那新主任会整出什么幺蛾子 刚准备走 神识在某个角落又听到了一段对话 刚公安局的人跑过来 带走了几个人 你说新主任回来后 会不会发火 发火就发火呗 公安局的人执行公务 咱们还能拦着不成 可新主任一向说 公安局的人管不到我们 如今在他不在的时候 公安局的人跑来 把我们的人给带走了 肯定会生气 你还真信心 主任化的那些大饼呀 人家公安局 本就专门处理违法犯罪的事情 只要有人犯了法 就归他们管 怎么就管不到我们了 你呀 长点心吧 我跟你说 咱们找关系 进到格委会 不过是想某个工作 加上有这个身份加成 以后不被人欺负 如果遇上事 你可别蒙头往前冲 往旁边躲着点 你可别忘记 前几个月发生的那几件事情 别钱没挣到 反倒赔进去不少医药费 接下来的话 刘静雪没有再听了 公安局的动作还真快 已经跑到格委会抓人了 为了避免 拿新主任回来后 找公安局的麻烦 还是让被抓的人早点招供 让他们没有机会翻盘的好 至于该怎样 让他们招供 真话完挺好用的 想到这 刘静雪便又回了公安局 他一到那便发现 负责审讯的人 连饭都顾不上吃 在那突击审讯呢 有之前两人的供词 对于已经被公安知道的事情 正被审讯的人无从抵赖 只能承认 但对于其他的事情 这些人都是闭口不言的 审讯工作 一时将在哪 负责审讯的公安 将那几人晾在哪 出来商量对策 这几人嘴还挺硬 除了那两人已经招供的事情 其他打死不开口 这可如何是好 要是等那信心的回来 跑咱们这样人 局长那边压力会很大 要是这几个人 跟之前那两人一样 都不等咱们问 自己全部都抖落出来就好了 旁边一公安神秘兮兮的说 你没听那两人 不停在嘀咕鬼大人 我们已经招供了 你不要把我们带走 这八成是撞邪了 要是这几个人也撞邪 自己招供就好了 到时候人都已经认罪 亮那信心的也无话可说 你还真相信这世上有鬼啊 靠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 还不如靠自己 咱们先去吃饭 吃完饭加把劲 从几人身上找到突破口 那几个人还没吃饭呢 先不管他们 咱们吃饱了再说 先饿他们一战 肚子饿得慌 就没那么沉得住气 说不定一着急就招供了 等公安走后 刘靖雪便跑到那几人 所在的审讯室 每人给了他们一拳 在他们张嘴要叫时 往他们嘴里塞了一粒真话丸 正打算吐出来 下一秒 义务已经消失 几人狐疑的看向四周 怀疑是自己弄错了 怎么感觉有人打他们 可这房间除了自己 并没有其他人 刘靖雪不是不想多揍他们几下 但一想到 要是在这些人身上弄出了伤痕 到时候人家说公安刑讯逼供 那不是给公安同志惹麻烦了 给这些人喂完药后 刘靖雪并未急着走 他打算等一下 看那些人都招供些什么 趁公安还没过来 刘靖雪进空间 先填饱了肚子 好家伙 不听不知道 这几人不但将自己所做的坏事 全盘拖出 竟还招供了一些新主任的事情 据他们所说 他们在外面抄家 搜刮得来的古董 文物 除了自己私自留下的外 其他的都交上去 最后都落到了新主任的手里 新主任私底下有好几个地方 专门存放这些收下来的文物 不过这些地方在哪里 他们只是外围人员 不是新主任的心腹 并不清楚 这下算是捅了马蜂窝了 是官阁委会一把手 可不是这几个小公安能兜得住的 几人连忙把谢局长叫来 让他拿主意 趁他们已经开口 继续审 把他们的底都给掏出来 对外就说 他们嘴硬 闭口不言 放些烟雾弹出去 尽量拖延一些时间 别让那些人察觉 打算扫尾或是跑路 局长 你说那信心的 若是知道这些人被抓 担心他们招供 会不会派人过来灭口 咱们这公安局也不是铁板一块 不少人都是招募过来的 不少临时工 还有那些非公职人员 插过来的人 谢局长想了一下 这些人只是外围人员 并不怎么清楚信心的事情 暂时还不会 但再过段时间 如果我们一直扣着人不放 那就难说了 局长为何这么肯定 你想呀 信心的手底那么多人 如果只要有人被公安带走了 他就让人灭口 他手底下的其他人会怎么想 还会不会替他卖面 所以啊 为了收拢人心 或是信心的清除 这些人知道 自己所干的事情 一旦被查实 免不了吃枪子 因此不会轻易招供 在前期 信心的只会想方设法 把人给捞出去 或是想办法通知被抓的人 让他们闭嘴 只有实在无法 将人弄出去后 才会警告那些人闭嘴 不该说的别说 或是直接让人灭口 免得牵连自己 在座的几名公安厅了 深以为然 局长 那你说 这些人现在该怎么办 他们现在已经招供 但其他人可还不知道 你们辛苦一点 弄出接连审讯 这些人死 不开口的假象 还有 不要其他人有机会接触他们 给他们传递消息 若那信心的真有问题 可不是咱们公安局的人手 能搞定的 而且 咱们这也不保险 容易泄密 我得去跟部队联系一下 让他们派人过来协助调查 那局长 您得加快点速度了 之前我带人去 各委会逮人的时候 听他们说那信心的 去市里开会了 估计明天才会回来 趁他不在的这段时间 咱们赶紧让人手就位 展开调查 不然等他回来 他肯定是会想方设法阻止的 谢局长点点头 我等会就去打电话摇人 这些人 你们守好了 第三百三十六章 新主任 刘静雪没想到 自己只是想替郭老太解决麻烦 将那两人送公安手里 一来二去 竟然会撬动新主任这座大山 简直是意外之喜 既然公安这边 想要对新主任展开调查 那自己肯定要帮忙 自己原本的打算 就是要帮生产队 解决新主任这个麻烦 免得他为了找生产队的错处 破坏了自己 还有大伯 他们的平静生活 现在有公安局的人帮忙 自己只用在一旁辅助 何乐而不为 新主任今天不在 那自己先回去 明天赶早来镇上 到时候 自己隐身在暗处 给公安或是部队上的同志帮忙 打定主意后 刘静雪便启程回生产队 晚上 刘静雪去了牛棚 把收到的两封信 交给吴爷爷和大伯他们 他们上了一天工 第二天还得继续上工 刘静雪便没在那里多坐停留 免得影响他们休息 第二天一早 刘静雪赶在村民还没上工 潜出了生产队 往镇上赶 到了镇上后 刘静雪直奔革委会 来得有点早 革委会除了看门的老大爷 其他人都还没来上班 刘静雪早 就往自己身上扔了隐身术 当着看门老大爷的面 大摇大摆地走进革委会 直奔那二层小楼 按照一般的规矩 领导的办公室 一般在过道的最里面 刘静雪直接上了二楼 跑到左手边最里面的位置 上次来的时候 刘静雪已经知道 二楼右手边是会议室 一般领导的办公室 都不会安排在会议室旁边 免得别人开会 打扰到领导 所以他上了二楼后 才会直接往左边走 走到最里面的房间 门上的牌子 表明他找对了地方 这间办公室 还真是新主任的 也不知道 这信心的 是不是坏事做多了 办公室竟然还上锁 虽然进不去 但却难不倒刘静雪 他直接用神识 将办公室里面的东西 摸了个一清二楚 就连墙和地底也没放过 墙体和地下 可是藏东西的好地方 这里是二楼 地底下藏东西 有些不太可能 但墙壁里面 还是有很大可能的 你还别说 刘静雪还真从墙壁里面 发现了一些东西 有金条 还有账策 刘静雪的神识 仔细探查了下 账策记录的是 跟旁人的人情往来 说什么人情往来 实际就是送礼 送钱收买人 这本子要是暴露出来 估计不少人会遭殃 也难怪这信心的 连办公室也要上锁了 现在不是拿走 这本子好时机 免得打草惊蛇 等公安那边开始调查信心的 在恰当时机 自己才把这账策给弄出来 交到公安手里 探查清楚办公室的情况后 刘静雪让团子监控着外面的情况 在那新主任回来后 通知一下他 便闪生进了空间 一直等到上午十点多 团子才通知刘静雪 外面新主任的办公室 有人在开锁 应该是办公室的主人回来了 在团子提醒 来人已经进办公室坐下 外面现在没有其他人时 刘静雪施展隐身术后 出了空间 办公室门没有关 刘静雪便直接走进去 靠墙站着 打量起房间里面的人 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 身材高大 浓眉方脸 一眼望去 给人一种很踏实安全的感觉 一双细长的眼睛 时而流露出的锐利光芒表明 此人绝不像外表所示的那样简单 刘静雪刚进来后不久 外面就有人过来了 来人拿着热水壶 看那架式壶里 应该装满了热水 新主任 我来给您送壶热水 来人在外面请示道 小王呀 进来吧 来人进来后将热水壶放下 还替新主任 气了一杯热茶 新主任 张副主任 昨天有事找您 吩咐我 如果您回来 去跟他说一下 您看 您现在是不是有时间见他 我正好也有事找他 你去把他叫来吧 好的 新主任 小王答应一声后 退了出去 不一会 一位身材发福的 秃顶中年男子走了进来 进来后 还顺手把门给关上了 老张 你找我啥事 竟还把门给关上了 主任 大事不好 昨天公安过来 带走了咱们这几个人 新主任眉头一皱 带走的人重要吗 公安那边 有说是 为了什么事情吗 重到不怎么重要 都是下面一些打杂的 公安那边 说是有人犯事 供出来的事情 跟他们有些牵扯 让他们过去协助调查 被抓的那几人 知道咱们的事情吗 新主任沉声问 张副主任回答 应该不清楚 只是底下的一些小喽啰 接触不到咱们的事情 新主任一听 眉头舒展开来 既然如此 那就没什么问题 既然有人犯事 牵扯到他们 公安请他们过去协助调查 是应当的 咱们虽然 隶属于不同的部门 但都是公职人员 都是为人民服务的 咱们得给他们这个方便 那这事 咱们就不管了 我担心下面的人有意见 张副主任担忧到 谁让他们自己办事不干净 让人抓到把柄的 给他们一个教训 给咱们的人一些提醒也好 免得以后轮到他们 你好声安抚一下下面的人 让他们先等着 等过两天 看看公安那边 有什么反应再说 等过两天 如果公安那边 一直没有消息传来 你代表我去问一下情况 要是他们没什么事情 就让公安把咱们的人给放了 到底是革委会的人 说到底 还是替我们办事的 咱们得照看一二 免得其他人寒心 如果公安那边不答应 你再来告诉我一声 我去找下他们的谢局长 好的 新主任 您看 您这边还有没有别的事情要吩咐 你组织一下 下午三点召集领导班子开个会 我把这次去市里开会 上面的精神 跟大家传达一下 好的 新主任 您看咱们几个 要不要先开个小会 等下午吧 我从市里回来 直接就来办公室了 得先回去一趟 下午跟其他人开会前 咱们几个先碰的头 第三百三十七章 狡兔三哭 跟张副主任交代完事情后 新主任便锁了办公室的门 离开了革委会 刘静雪一直隐身跟在他身后 在跟着他左拐右拐 来到某个偏僻小巷子后 在某处院子门口停下 新主任特意往四周看了看 确定四周没人后 扣响了院门 让刘静雪奇怪的是 他这敲门声 跟平常的敲门声不太一样 像是蕴含着某种特殊的意义 而里面来印门的人也很奇怪 正常的人在开门前都会问一下 外面是谁在敲门 可这里面的人却直接开了门 将新主任迎了进去 老大您来了 最近这边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异常 新主任一边往里走 一边问 一切正常 没什么异常 最近有没有陌生人来过这一片 这周围的几处院子 住的都是咱们的人 据他们反应 没有陌生人来过这一片 新主任这才放下心来 那就好 让大伙都小心一点 不要让人摸到这里来 老大放心 我们会万分小心的 这一批东西 数量跟质量怎么样 大后天就要运走了 老太 你也知道 去年那几个月 下面的人都不敢开展运动 后面又是大雪封路 所以没弄到什么好东西 所以这一批东西 不管是从数量还是质量上 都远不比前面那几批 那人一脸忐忑的汇报 生怕惹怒了眼前之人 想起被雷劈的惨痛经历 又想起在家养伤的那段日子 新主任这酒精训练的人 也经不住打了个寒战 看到手下那害怕的神情 为了让他继续死心塌地 为自己卖命 新主任还安慰了几句 我知道这是不怪你们 你们不用担心 可是上面 这人的话没说完 上面要怪罪 也是先问罪于我 这是 我会跟那边说清楚的 你们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 确保这次交易不会出问题 后面继续尽心尽力做事 就行了 那人赶紧表忠心道 老大放心 我们一定干脑徒弟 为您办事 为党国敬忠 新主任连忙一抬手 这种话就不要说了 就算是在自己家 也不要说 咱们现在 毕竟是在人家的地盘上 这种话说顺嘴了 哪天一不小心突入出去 会给咱们招货的 隐身跟在后面的刘敬雪 大呼好家伙 原来这姓新的 竟是那边留下的人 竟然在这里混得风生水起 成了葛委会的主任 听他们话里的意思 葛委会不少人 怕都是他们的人了 就算不是被他们发展 成为自己人 为所谓的国党效力 怕也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充当了他们的爪牙 碰上自己算你们倒霉 看我不让公安把你们一锅端了 刘敬雪一直跟在他们身后 视察着这边的情况 好家伙 这伙人干脆挖地道 将附近几处院子 给连通起来了 外表看上去是不相干的几家人 谁知道底下另有乾坤 这要是不知情的人过来 想要逮人 只要稍有想动 人家早从密道 转移到其他院子 或是逃跑了 看来自己有事情做了 得将这几座院子所有的布局 陈设 地下所有的地道 各个地道的出入口 都探查清楚 会织成详细的地图 这个工程可不是一时半会 能完成的 不过这个布局 既然已经找到地方 等晚上的时候 自己再过来完成这个工作 反正是用神识探查 神识就像是自带光线 白天黑夜的根本没差别 刘敬雪跟在他们身后 也看到了所谓的这一批东西是什么 好几十箱的古董 字画 还有二三十箱小黄鱼 这还只是他们最近几个月的收获 之前弄到的东西 听他们话里的意思 已经运出去了 刘敬雪都要心疼死了 这么多的国宝 财富就这样流入海外了 如果是运到弯弯去了 好歹也是落到同胞手里 还好想一点 要是落到他国人手里 以后在别人国家的博物馆展出 或是成为人家的私人珍藏 想想后世那些 为了让国宝回归 不少爱国人是前赴后继所做的努力 刘敬雪就恨不得咬死自己面前这些人 不生气 不生气 生气有什么用 等把他们的底细全部摸清 让谢剧长领着部队的人 把他们给一锅端了 大后天就要来传接货了 那得赶在之前 把这些人都解决 把那来接货的人也给留下 眼看那新主任要离开 刘敬雪赶忙跟上 在出了这院子前 刘敬雪特意寄了厦门牌号码 新主任在离开时 特意让人给他弄来了辆自行车 刘敬雪可不敢将自行车弄出来 骑车跟跟踪新主任 毕竟骑自行车总会弄出一些声响来 到时候被新主任听到 可就不好了 不过刘敬雪也不担心 自己跟不上骑自行车的新主任 真当他修炼的步伐是白练的 跟上前面的新主任 那还不是小菜一碟 而且还不会弄出任何声响 不得不说 角兔三窟这个成语 被新主任运用得淋漓尽致 刘敬雪跟在他身后 又跑了两个地方 也都是他藏宝之地 都有专人守护着 不过这两处规模 没有之前那处大 只是单独的一个院子 并没有打通几个院子 但也有专人守着 新主任最后还来到一处院子 奇怪的是 这里倒没派人守着 走近后 将院门插后 地下密室 密室里面也堆满了箱子 刘敬雪用神石扫描了下 全是金条 古董 还有几箱军火 银元 刘敬雪估计 这个院子里面藏的东西 应该属于新主任的私人所有 而不是他的组织上的了 要不然 他也不会没派 其他人守在这里 新主任在欣赏了一番 自己的私有物后 搬出了一口不大的箱子 从里面拿出来一台设备 刚开始他鼓到的时候 刘敬雪没弄明白 是个什么东西 但等他组装起来后 刘敬雪看着新主任在那里 滴滴滴弄了半天 将消息发出去后 又在那等着对方的消息 接收完对方的消息后 刘敬雪看着他拿出密码本 在那破译 刘敬雪站得远远的 用神石扫描了一下 这人被上风骂了个狗血淋头 指责他办事不力 不但对党国反攻大陆的计划 没有一点建树 让他在这边掠夺钱财 也没什么进展 只拿钱不办事 白白浪费党国的经费 看到那些话 新主任自然是一番国粹 祖宗十八代 刘敬雪在后面听得可乐呵了 就该让他们狗咬狗一嘴毛 第338章 新主任的打算 发泄完后 新主任将发报机收好 出了地下密室 离开这座小院后 新主任骑上自行车继续走 这次终于不再挑偏僻的地方走了 走上了大路 一路上也不再像之前一样 遮遮掩掩了 刘敬雪一直跟在新主任身后 走进了一座院子 院中仪正在晾晒被子的年轻女人 见到新主任 连忙招呼 爹 您回来了 嗯 回来了 新主任回道 小和呀 我还没吃中饭 你去弄点饭 加快点速度 等会我还要回个委会上班 女人一听 连忙道 好的 爹 我这就去 打发席去做饭后 新主任来到自己卧室 打开衣柜门后 伸手在里面鼓刀了一阵 在一阵声响传来后 新主任连忙收回手 往后面退了几步 在他刚退走 刘敬雪就看到 整个衣柜突然往右边移动起来 原本衣柜所在的位置 主任拿起自己之前一直不曾离手的公文包 又去抗秦里面拿出个手电筒 用手电筒明明 从洞口下去了 刘敬雪连忙落后他几个身位 跟着下去 这个地下密室的空间很大 神石扫过去 差不多有一百多个平方 里面也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箱子 刘敬雪用神石探查了一下 箱子里面装的都是金条 珠宝 首饰 古董玉器 字画 虽然刘敬雪不懂古董玉器 字画这些 不知道这些东西的具体价值 但按团子的那个笨办法 看上面所蕴含的灵器 也知道这密室里面的东西价值不菲 灵器的浓度比在之前的几处地方 看到的那些东西都要浓一些 看来这新主任也是有私心的 没那么想着他的党国 价值高的东西都筛选出来 据为己有了 而价值低一些的东西才会送出去 新主任下到密室后 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包袱 将包袱皮打开后 里面整整齐齐摆放着二十根金条 打开一个箱子 将金条又放了回去 刘静雪听到新主任在那低声咒骂 都是些见风使舵的东西 真以为我新某人挨了几句骂 就是不受上面重视了 真当我这么多年的经营 那么多东西是白送的 以前一个个称兄道弟的 现在倒是想跟我撇清关系 想要避嫌了 也不看看你们撇不撇得清 想要撇清关系 你们倒是将以前收的我的东西 给全部吐出来啊 真是群位不熟的白眼狼 你们等着吧 等我新某人过了这一关 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们 临山镇这地方 说到底还是太小了 该捞的油水也捞足了 估计再搜刮也没什么好东西了 也是时候往上面走一走了 不过临山镇这边 到底是自己这么些年打下来的基业 也不能就这样放弃 得让信得过的人在这里守着 以后继续给我找东西 捞好处 看着满地下室的宝物 新主任心下欢喜 这些可都是他精挑细选留下来的好东西 有这些东西在 他几辈子都不用愁了 大陆这边还是太落后 有钱都花不出去 而且还不敢花 还是要想办法离开这边 可是离开了这边 自己又能去哪里 弯弯那边是不用想了 自己私自摸下了这么多好东西 若是被上风知道 肯定不会放过自己 弯弯不能去 那就去美国吧 那边可是自由的国度 要去美国 怕是只能先偷渡去香港 从那里去了 可是这些东西该怎么过去 让那些过来接货的人带过去 肯定是不行的 他们转头就会把我给卖了 要是让上风发现 我怕是直接就被处置了 而且还不能让那边的人 知道我有跑路的想法 他们还想着 让我扎根在这里 多给他们弄钱 弄情报 指着有朝一日反攻大陆呢 新主任冷笑一声 天天喊着反攻大陆 都二十几年了 也没见他们反攻 希望倒是一天天渺茫 他们在那边吃香的 喝辣的 根本就没想过 我在这边过的是什么日子 我凭什么要继续为他们卖面 可惜了 上次那些日本特务了 才刚跟摸清他们的底 想跟他们接触上 他们就被逮了 若是能跟他们拉上关系 通过他们把东西运出去 应该不难 大不了给他们一点好处 只是可惜 算了 别想那么多了 传到桥头自然值 总会有办法的 眼下最要紧的是把上面给糊弄过去 过去几个月工作没什么进展 还出现了雷劈事件 谣言四起 让民众对革委会产生了质疑 还是要想办法 重新树立革委会的威望 不然 不但上面应付不过去 也不方便自己继续敛财 最好是找几个硬骨头开刀 杀鸡儆猴 但问题是该找谁呢 想不明白就不想了 等一下跟那几个开会的时候 问一下他们 集思广益 刘靖雪听着新主任在那白话 心中冷笑 还想跑去美国 做你的白日梦 你也就这几天时间了 等我晚上跑去 把你那第一处据点的地下 通道给摸清了 画好地图 就把你那几处据点 都给捅到谢局长那去 有你办公室的那账策 你那密室里的发报机 你说过的那些话 够确定你的身份了 够给你判死刑的了 等你被抓后 我再赏你一粒真话完 保管你该说的 不该说的 全部突露个干净 你那些属下 一个也别想跑 只是可惜了这些宝物了 不能据为己有 得留着当你们这些人的罪证 刘靖雪看着这满地下室的宝物 说不动心是假的 自古才不动人心呀 他就是一俗人 面对这么多好东西 没法做到心如止水 真想一挥手 将东西全部收到空间里 上面现在破四旧 好些古董 文物都遭到破坏 也不知道这些东西收上去后 会不会得到妥善处置 若是得不到妥善处置 被打砸了 还不如让自己收起来 以后找机会捐给博物馆 希望上面有名市里的人 能保护好这些东西吧 他自己忍不住动手 刘靖雪忙出了密室 在外面等着新主任 第339章 给谢局长送信 刘靖雪上来后 新主任仍在下面 鉴赏他的藏宝 直到他那儿洗喊饭好了 让他出去吃饭 新主任才从地下密室中出来 启动开关将衣柜移回原处 新主任去吃饭 刘靖雪也连忙进空间 把自己午餐给解决了 等新主任吃完饭 时间已经快到下午两点了 稍作休息 新主任便骑着自行车 回了阁委会 回到阁委会 新主任立马就让人 把几位主要领导叫来 在办公室开了的小会 听到他们在那里计划 下一步工作 要往哪开展 要拿哪些人开刀 刘靖雪听得活气 担心自己一个忍不住 用引雷诀将几人劈死 为了后面的事情 刘靖雪干脆进了空间 不打算再听了 从这几人刚才的谈话 可以得知 这几人都是新主任的心腹 不然也不会被他提拔到领导岗位上 等新主任一被抓 这些人基本上都逃不过被抓的命运 一朝天子一朝臣 等他们被抓 上面派来新的阁委会主任 或是从留下的人里面提拔 估计也不会继续执行 他们制定的政策 毕竟到时候 他们都是以间谍 叛国最处置的 就算后继者心再大 也不敢沿用他们的方法 既然如此 就没必要再听他们在这里鬼扯 流进雪进空间 做自己的事情去了 让团子帮忙监控着外面的情况 若是发现新主任要离开阁委会 赶紧通知他 今天跟踪新主任一路 收获颇丰 刘敬雪打算继续跟踪下去 看能不能找到他其他的据点 在刘敬雪在空间里制药时 团子的声音响起 主任 您快出去吧 外面已经到了下班时分了 那信心地拿起了公文包 像是要准备下班走人了 刘敬雪一听 连忙扔下手中的活计 施展了隐身绝后 便出了空间 一出来便看到新主任 提着公文包正往门外走 担心被他锁在办公室 刘敬雪赶紧抢先几步 先出了门 许是刘敬雪之前在制药 身上沾染了一些药味的缘故 在他出空间后 新主任闻到了一股似有若无的药味 不由吸了吸鼻子 哪来的一股药味 刘敬雪一听 赶忙给自己施展了清洁术 去掉了身上的味道 都怪自己太大意 刚才只记得施展隐身绝 把药味给忘记了 都说做间谍的 很是小心谨慎 希望没有引起这人的警觉 新主任仔细闻了闻 又没闻到药味了 估计是外面有人用药了 刚才味道被封送过来的吧 新主任出了隔委会后 骑着自行车便往第一个据点走 再用特殊方式敲开门后 被人迎进去 老大 您怎么又过来了 有什么新的指示 我已经跟上面联系了 上面说了 大后天晚上十点 还是在码头那交货 到时候 你早点带人过去清场 把货提前运过去 好的 老大 其他几处地方 有你派人去通知 我就不一一过去送信了 好的 老大 我等会就派人去送信 让大伙都小心一点 别让人注意到 老大放心 这都是兄弟们做惯了的 保证办的妥贴 老大 到时候您会过去吗 我让那边弄了些 衬手的家伙过来 得过去接收 到时候 我直接去码头 就不来你这了 这几处地方 有你全权负责 多谢老大信任 您放心 我一定安排的妥妥的 保证不会出半点岔子 交代完事情后 新主任将自行车留下 自己步行回了家 回家后 新主任没有在外出 吃完饭 休息了一会 运动一番 便直接歇下了 在他歇下后 刘静雪便打算离开 去仔细探查那几处 院落下的地道 好给详细画下来 担心他走后 新主任半夜起来 又偷偷溜出去 刘静雪干脆给他用了些迷药 保证让他一觉 睡到第二天早晨 离开新家后 刘静雪回到第一处据点 用神识将几个院落下的地道 全部探查清楚后 详细制成了地图 就连通往其他地方的地道口 也没有放过 保证只要让人守住院门 守住这些地道口 地底下的那些人 一个也别想逃跑 其他的几处据点 虽然没有地下通道 但也有地下密室 刘静雪也详细描绘了院子的布局 就连新主任办公室 那墙壁处的暗阁 新家那地下密室的开启方法 刘静雪也没放过 仔细写了下来 新主任跟属下的对话 他的那些自言自语 刘静雪也没有放过 全部写了下来 将所有的东西整理好 几位院落的详细地址 写下来来 刘静雪用一个信封装好 信封上写上 谢局长青旗几个字 想了一下 刘静雪又写了一封信 信上详细说了 在几位院子 密室看到的那些宝物 电台 军火 刘静雪表明 自己是爱国人士 不忍国家的宝物流落海外 不忍国党间谍 在这片土地上大肆破坏 最后刘静雪还强调 希望组织上将 这些宝物收回后 能妥善保护 不要让他们落到 被打杂的下场 至于自己的身份 他们就不用去调查了 查也查不到 自己做这些不为名利 只是一个有良心的 下国人该做的 将这些人绳之以法后 希望能跟上面反应 派靠谱的人长管阁委会 不要再让阁委会成为敌党 用来迫害自家人 敛财的工具 将所有的东西 装进信封后 刘静雪摸进了 谢局长办公室 将信封放在办公桌上 最显眼的地方 保证谢局长进门后 扫到办公桌 便也能看到 将东西放好后 刘静雪并没有离开 谢局长办公室 他打算亲眼看看 看过这些东西后 谢局长会有什么反应 虽然从之前 谢局长的言行来看 他是值得信任的 但到底事关重大 刘静雪也不敢完全信任他 得看过他 看到这些东西后 所做出的部署才能知道 他到底值不值得信任 第340章 谢局长请外寿 将信放在 谢局长办公室后 让团子探查外面的情况 刘静雪自己闪进空间洗漱 消息去了 今天跟在新主任身后 跑了好几个地方 还真有些累 直到公安局有人来上班了 团子才将刘静雪叫醒 赶紧起床 洗漱 吃早饭 在团子通知 谢局长已经到了公安局 正往办公室这边走后 刘静雪施展隐身绝后 出了空间 谢局长走进办公室 将手里的公文包放下 一眼便扫到了桌上的信封 他拿起一看 没有邮报 没有署名 就连口都没封 信封上就写了 谢局长亲戚几个字 这明显不是通过邮局寄来的 他以为是手底下的人送来的 便拿着信 走出办公室的门 对外面叫道 小李 小李 小李闻声而来 局长 您找我 我桌上这封信 是谁送来的 信 什么信 我不知道呀 谢局长眉头一皱 不是你帮我拿进去的 没有呀 我今早没进你办公室 那你帮我问问 谁进了我办公室 把这封信放大的 谢局长扬了扬手里的信 好的 局长 我这就去问 谢局长拿着信走回办公室 他没急着看信 将信放回办公桌上后 拿着热水壶出去 打开水去了 看着谢局长 那不紧不慢的样子 刘静雪都有点着急了 他这反应不对啊 不应该第一时间看信吗 等谢局长打完开水回来 去问消息的小李也过来了 局长 我问过了 今早没人来你的办公室 没人给你送信 我也问了守门的大爷 昨晚到今天 没有其他人来过公安局 谢局长有些奇怪了 不是你们送来的 也没有外人来过 那这些怎么来的 总不可能是凭空出现的吧 小李看了看桌上的信 局长 会不会是信上有毒 有人故意来害你的 你平日里都看些什么东西 怎么有这么奇怪的想法 谁没识害我干什么 局长 你还是小心一点 做咱们这一行的 那些犯罪分子 恨咱们可恨的牙痒痒 说不定就是因招来害我们 你想多了 这人有神不知鬼不觉 把信送到我办公桌上的本事 要是有心害我 不是很简单的事情 在我的茶水里面放点毒不就行了 哪还用得着在信上下毒 小李点点头 这倒也是 行了 坐下后 拿起信封便往里掏 掏出厚厚一叠纸 好家伙 这么多 刘静雪特意将自己写的 那封举报新主任的信 放在了最上面 拿起最上面的信纸展开 谢局长便看了起来 才刚看了前面几行 谢局长原本轻松的脸色消失不见 整个人变得无比严肃 看了看敞开的门窗 谢局长放下手中的信 跑去把门关上 锁好 又跑去把窗户给关上 双好 做完这一切后 谢局长才回到座位上 重新看起了信 看完信后 谢局长坐在那里沉默了半赏 然后又拿起其他东西 一一查看起来 以前就觉得 这信心的不对劲 原本只是以为贪点财 没想到 还是国党的间谍 根据这些材料来看 这是十有八九是真的了 谢局长叹了一口气 可事情就难办了 据信里所说的 他们的人手中多 手里还有真家伙 就咱们公安局的这些人 还真搞不定 而且信心的在镇上经营这么多年 公安局里说不定就有他安插的人 可靠不住 根据现在的情况 这是咱们公安局搞不定 得请外援了 谢局长拿起一旁的电话 准备拔出去 刚拔了两下 又放下了 不行 这是不能寝室上面 据宋信的人所说的 信心的弄了一本账册 上面记录了他给别人送的礼 信心的能在镇上一手遮天这么多年 上面肯定也有他的人 这要是报了上去 指不定消息就泄露了 这不就辜负了宋信这人的一片苦心了 人家把消息打探得这么详细 不知道费了多少功夫 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可若是不寝室上面直接找外援 事后上面要是怪罪怎么办 谢局长又有些担心 看了看桌上的那些东西 怪罪就怪罪吧 大不了就脱了这身皮 要是报上去 让这归儿子逃脱了 那我才后悔死 下定决心后 谢局长拿起一旁的电话 又拨打了起来 电话接通后 谢局长开口 你好 我是临山镇公安局局长 麻烦帮我揭露震帮路团长 不一会儿 电话那头传来声音 老谢 你怎么又打电话过来了 前天我不是才给你安排了一个班的战士 过去给你帮忙 怎么 今天又来摇人帮忙了 谢局长笑笑 什么都瞒不过你 我还真是来找你帮忙的 说吧 这次要多少人 这次要的人比较多 至少一个连 谢局长开口 你说多少 一个连 我有没有听错 电话那头的声音很是惊讶 你没听错 我说的是至少一个连 老谢 一个连有120个人 你确定要这么多 有可能还少了 如果你多给我安排点人过来 那最好不过了 谢局长道 老谢 如果你要的人手 我可以像前天一样 直接安排人过去 但你要这么多人 要地方上向我们这边发申请 审批通过后才行 要不 咱们走正常的流程 老谢 没法走正常流程 那边的声音 顺势变得很严肃 老谢 你想干什么 如果是其他人 我肯定不会说 但老谢 你 我信得过 我这边发现了国党间谍 经营多少 在这边发展了不少人手 而且 这人身处高位 善经营 咱们这一级政府 甚至市级的领导 估摸着 都有人被他拉下水了 老鲁 我不敢上报 不敢走正常流程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消息可靠吗 绝对可靠 谢局长保证到 而且 那些人手里 有真家伙 我知道了 我给你派一个连 再加一个排过来 大概150人 老鲁 谢了 让他们忙过来 后天他们 要交接一批军火 还要把搜刮到的财宝 运往海外 我打算在那边 来个人赃巨货 把东西 人都给扣住 既然动了手 就要几个地方同时动手 把他们一网打尽 不然怕某些人会开溜 行 我让他们现在就出发 今天就过去找你 让大部队不要进阵 找个地方藏好 让一小部分人 化整围林来阵上 需要他们先去摸一下情况 到时候 派个人穿遍一来公安局找我 公安局的一些人并不可靠 我不打算让其他人知道 明白 第341章 外援志 打完电话后 谢局长将摊在桌上的东西 原样塞回信封 贴身收好 这东西太过要紧了 可不能让其他人看到 接下来的时间 谢局长都留在公安局主持工作 不过在办公室没人时 他都拿出城市地图 在地图上查找 做个标记 刘静雪用神识探查过 他标记出来的点 都是自己提到过的 新主任那些人的据点 葛委会或是新主任的家 想来这张地图 是给要来的战士准备的 这些战士要展开行动 肯定需要提前探查好情况 踩好点 按理是 应该要有熟悉环境的本地人带着 可现在 为了消息不外泄 谢局长打算瞒着公安局其他人 而谢局长自己作为公安局的领导 镇上不少居民都认识他 他也不适合当向导 带着战士们熟悉地形 那就只能靠战士们自己了 刘静雪一直待在公安局 没有离开 他打算见过过来的那些战士 知道他们的行动计划后 再做打算 到时候看 有没有自己能够帮得上忙的 要知道 那些人手里是有真家伙的 弄不好自己这边的人 会有人受伤 甚至是送命 他不得暗中保护一二 下午两点多 谢局长正在办公室处理公务 里面有人找您 说是您老家过来的人 谢局长一听 便知道是部队的人过来了 连忙道 让他进来 你去忙自己的事吧 那人将身后带来的人 让进谢局长办公室后 自己离开了 谢局长 派来联络的战士刚要说话 却被谢局长白手制止了 谢局长走到门外 对外面喊道 小李 小李 不一会儿 小李文声过来了 局长 您找我 我老家来人了 有事要出去一趟 要过一会才会回来 局里的事情 你帮我盯着 要是有处理不了的事情 等我回来后再说 谢局长吩咐道 小李一听 连忙道 好的 局长 谢局长领着那名战士 往公安局外面走 直到走出公安局一段距离后 谢局长才小声问 你们这次多少人来了镇上 在哪里会合 来了两个班 二十人 是分散来的 说了 在公安局附近等着 他们都会注意公安局这边的动静 看到我们出来 会自动跟上来的 不用我们刻意去寻找 小战士解释道 行 我离你去我家 有话咱们在那里说 你示意他们都跟上 好的 战士答应一声后 趁着路人没有注意他这边 手上快速做出几个手势 跟在他们身后的刘静雪 用神识扫描后发现 有十几个散落在公安局周围 形形色色打扮的人 看到战士的手势后 都跟了上来 不愧是久经训练的战士 侦察 跟踪这些 都是特意训练过的 若不是刘静雪用神识特意观察 都不知道 他们是跟着谢局长二人的 谢局长领着战士 回到自家院子 特意没有关上院门 我家救我和我妻子 儿子 女儿住一起 不过这个时辰我妻子上班 儿子 女儿上学 家里没人 正好方便我们说事 谢局长解释道 小战士点头道 局长稍等一会 其他人很快就要到了 两人等了一会 其他人陆陆续续也到了 有从院门进来的 也有翻墙进来的 等人到齐后 加上去报信的战士一起 不多不少 整整21人 人到齐后 一身农民打扮的人 率先开口道 谢局长 我是这次过来的领队 姓潘 潘同志你了 谢局长上前与人握手后 道 咱们屋里说话 关好院门 让所有人进屋后 谢局长跟众人介绍了下情况 然后又将怀里揣着的信封掏出来 交给潘同志 潘同志招呼几名为首的战士过来 仔细查看了所有的材料 等这些人看完资料 商量一会后 由潘同志开口问谢局长 谢局长 你是怎样打算呢 虽然这封信 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得很详细 但我觉得 还是实地去探查一番比较好 谢局长道 潘同志点点头 我们也是这样想的 其他地方倒还好 就是有地道连通了几处院子的据点 有些不好处理 我们也不知道 他那地道里会不会有人守着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不敢贸然进去 探查的时候 没必要去地下通道全部走一遍 就去那几处地方看看 到底有没有地道口就行了 只要探查到有地道口 就能证明这封情报都是真的 到时候 我们挑他们去码头交易的时候动手 那时估计绝大部分的人手都去码头了 这边留守的人不多 正好方便我们行动 另有战士提议道 谢局长点头 他们后天交易 今明两天晚上 你们要将他们这几处据点探查一遍 特别是没有人住手的地方 如葛伟会那信心的办公室 还有那个有电台的地下密室 你们都去探查一遍 如果有可能 最好是把他那账策 密码本给拍照带回来 这样一来 我们也能知道 有哪些人与他们有勾结 提前部署 免得在信心的落网后 那些人会闻风而逃 可是我们没有照相机 潘同志苦恼道 照相机的事情我来解决 今晚就可以给你们 谢局长打包票道 潘同志道 那咱们今天下午先去踩点 把这处地方的地点搞清楚 方便晚上行动 谢局长将自己 特意拿过来的地图交给他们 这是镇上的地图 你们看一下 晚上你们来这找我 我把照相机给你们带来 事情完成后 也来这找我 咱们会总下情况 商量下一步的计划 谢局长道 潘同志有些犹豫 可晚上你家人不是会回来 会不会不太方便 这个不用担心 我让他们今晚去我爸妈家住 影响不了我们 谢局长道 潘同志将包括自己 在内的21个人 分成7组 三人一组 分别去不同的地方踩点 因为有地道的那处危险性最大 潘同志自己领了这一处探查的任务 刘敬雪准备晚上跟着潘同志这一组 到时候掩护他们 多探查一些情况 第342章 夜探 事情商量好 战士们便分开行动了 白天只是过去踩点 任门 没什么危险 刘敬雪便没跟着那些战士 直接跟着谢局长 回了公安局 公安局下班前 谢局长跑去 将公安局唯一的一台照相机给借来了 拿着照相机 谢局长不紧不慢地回了家 此时 谢局长的妻子 儿女已经回了家 谢局长到家后 跟妻子 儿女道 我这里有点事情 你们吃完饭后 去爷爷那边 这几天 你们到住哪 谢局长的儿子一听 连忙兴奋道 爸 咱们镇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大案子 你们公安局有什么大的行动 谢局长的女儿一听 伸手敲了弟弟的头一下 保密条例又忘了 不该问的别问 儿子撇撇嘴 委屈道 知道了 谢局长摸了摸自家闺女的头 还是我姑娘懂事 不像那傻小子 会不会很危险 谢局长的妻子 一脸担忧地看向自家丈夫 谢局长安慰道 你放心 有危险的不是我 我还不知道你 干啥 都是身先士卒 冲在最前面 这次可轮不到 我冲最上面 最多只是个居中侧意 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 这两天 你们该干嘛干嘛 不要露出什么行迹来 谢局长嘱咐道 爹 这还用您说 咱们什么时候让您失望过 吃完晚饭后 谢局长妻子收拾好东西 带着两个孩子走了 谢局长在家 等着战士们的到来 你们吃饭了没有 战士们到齐后 谢局长问 潘同志回答 谢局长放心 我们来时都带了干粮的 已经吃过了 众人围在一起 交换了情报 又商量了一会 等下怎样行动 商量好以后 大伙随意找了个地方 睡了一两个小时 等到万籁俱静 战士们便分头行动了 刘静雪赶紧跟着了 去探查有地道的 那几处院子的潘同志一组 地道的几处地道口 在哪些位置 过来的几人 都已经熟记心中 此次过来便是验证一番 刘静雪到了那后 便用神识探查 发现也不知道这些人胆大 还是对自己这密道 十分确信 无人知道 竟然没有派人守着密道口 甚至就连机关 陷阱也没有布置 别说密道了 几处院子 也就每处院子 派了一个人守夜 其他人都在房里睡大觉 而那守夜之人 也没有说到处走动 探查下情况 也许是这些年一直风平浪静 没人注意到他们 让他们的心都大了 没有了那份小心谨慎 不过 这倒也方便了战士们行动 在发现了守夜之人的松懈后 他们找准机会 一个个翻墙进了院子 引入暗处 几人分开行动 各自探查 不一会儿又汇集在一起 我那边探查到的情况 跟地图上的一样 地道口的位置 还有运落的陈舍 都是一模一样的 跟在后面的流进雪 心下富飞 那是自己 也不看看 是谁给你们送的情报 怎么可能有假 要不要下地道去看一下 潘同志连忙阻止 现在不行 咱们几处院子 如今才探查了一处 如果贸然行动 让人发现 其他的几处院子 就没机会探查了 那等咱们把所有的院落 先探查一下 再下去地道看看 有人提议道 这样你们再去探查一下 这个院子的各个房间 弄清楚每个院落 大概有多少人 将各个院落的地道口 人数都探查清楚后 咱们再看看 有没有机会下地道 几人又分散开 去各个房间探查情况 这个就比较危险了 若是遇到个人醒来起夜 那不就被人发现了 为了保险起见 刘静雪干脆用神石 给这院里出了守夜的人外 其他人都用了一些迷药 确保他们不会中途醒来 探查完情况后 几人又聚在一起 汇总了信息 这个院子已经调查清楚了 接下来 咱们去左边那堆院子 有刘静雪在后面 替他们保驾护航 将除守夜人之外的 其他人都用迷药给要倒 一行人无比顺利地摸清了 几处院落的情况 印证了地图的真实性 就连各院有多少人 也都弄清楚了 队长 现在是不是该下地道去看看了 队长 咱们下地道吧 这些人睡得跟死猪一样 应该不会察觉 我担心的是 地道里面有人留守 咱们进去 不就撞了个正常 我觉得应该不会 你看看他们守夜之人那样子 那么松懈 他们会想到 在地道中布置守卫 地道那种地方太压抑 不能久待 他们应该 没有派人在那守着 我也觉得没人看守 队长 你想 如果有人看守 那人 就不可能弄了那么一张详细的地图 给谢局长送去 我估摸着 那人也是趁晚上 偷偷去地道查探的 除了这个理由 就只能是他们内部人员 画出的那么详细的地图了 如果说是他们内部人员泄密 我怎么都不信 队长 咱们还是下地道探查一番吧 潘同志想了下 这样 不是有几个地道口 不在这几处院落 而是在其他僻静地方吗 咱们从那里挑一个下去 进地道看看 不要冒进 如果遇到人 立马退回来 其他几人也都同意了 几人翻出院墙 找了个远离那几处院子的地道口 让一人在外留守后 其他几人钻了进去 流进雪之前就探查过 地道里面没有人守着 也没有布置什么机关 陷阱 因此 几人很是顺利的 将各条分支 插道都走了一遍 与地图上的一一印证 只是这样一来 颇费了一些时间 等几人从地道出来 找到留守那人 一起回到谢局长家 去其他地方探查的人早就回来 等了他们不少时间了 潘同志 你们怎么现在才回来 我们都担心坏了 还以为出了什么事 看到他们回来 谢局长赶紧到 倒没碰上什么事情 就是去地道走了一遍 怎么样 没被人发现吧 那些人警觉性不高 没被发现 跟那人提供的地图一模一样 没有任何出入 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也跟那封信里面的情况一样 账册跟密码本 我们都已经拍照 交给谢局长了 谢局长回答 我会洗照片 明早我会亲自去 把照片洗出来 我家人这几天不会回来 这屋子可以让你们落脚 你们有什么安排 谢局长问 留几个人在这里盯着那行星的 还有那几处院子 其他人先去跟其他人会合 跟他们说下这边的情况 白天在那休息 晚上咱们多带点人过来 谢局长那边照片洗出来后 有什么重点对象要监视起来的 到时候好安排人 坐 谢局长点点头 现在已经凌晨三点了 明晚他们就要交易 到时候各处都要动手 你把人手安排好 放心 我这次回去就把人手调派好 不过 我估计重点还是在码头呢 估计那几处院子的人手 大部分都运送东西去码头那交易了 那一切就拜托了 谢局长请求道 第343章 整地 留下一些人在镇上 盯着重点人物和地方后 其他人连夜离开镇上 去找大部队会合了 刘静雪前天一早来的镇上 前天 昨天两天都没在生产队露面 如果再不去露个面 牛棚那边几人 怕是要担心了 要明天晚上才行动 今天跟明天白天都没什么事情 刘静雪便打算回去了 跟在战事的身后一起出了镇 刘静雪趁天还未亮 骑着自行车便往生产队赶 到家后 离天亮上宫只有两个小时了 这个晚上都没咋睡觉 刘静雪赶紧闪进空间 沐浴后开启时间阵法 睡觉 上宫的哨子吹响两遍后 吃饱喝足的刘静雪 拿好上宫的装备 便去晒霸集合了 他特意是在牛棚的人走后出发的 半路上赶上了他们 见周围没人 刘静雪赶紧跟他们打招呼 邹爷爷 吴爷爷 大伯 大伯母 听到声音的几人连忙回头 小雪 怎么这两天没见你上宫吗 见到刘静雪 刘魏华问 刘静雪解释 这两天 我那生产小组的任务是施肥 我受不了那农家肥的味道 便跟小队长说了一声 没去上宫 小姑娘家家的 弄那个确实太埋态了 你不去上宫是对的 你平日里半天就顶上别人一天了 咱也不是靠那公分吃饭的 没必要 搞到那么累 周老赞同点头 刘静雪担忧问道 你们这几天上宫 还受得住吗 小雪 你就不用担心我们了 这个冬天 你大伯母 把咱们的身体调养得很好 又喝了那么多人餐酒 原本身上的一些毛病都好了 我感觉我身体前所未有的好 就这么点活 根本不在话下 吴老安慰道 邹老也道 小雪 今年生产队 分给咱们负责的地少了不少 想来是托你 还有你大伯母的福 中午 咱们还能在家休息一两个小时 下午早早就下宫了 累不到我们 小雪不用担心 有我呢 我会盯着他们的 你别在这里跟我们聊天了 赶紧往前面走走 免得被别人看到 王秀兰道 对 小雪 你赶紧往前面走 在几人的催促下 刘静雪加快脚步 超过了几人 今天刘静雪领到的活饰整地 也就是将翻好 浇好肥的地里 大块的土壤给整平整 整齐 整沟 他负责的那块地 浇完粪已经有四天了 但某些不可言语的东西 仍明晃晃的在那摆着 虽然没有了那股味道 但光看着 想象一下他们原本的样子 刘静雪还是不可避免地感到恶心 看着自己脚上的胶鞋 刘静雪打算 以后这双鞋 就专门在这个时候穿吧 也别让他进屋了 就在外面放着 今天刘静雪不打算用神石或是灵力 给自己帮忙吧 他担心把灵力或是神石给弄脏了 因为没有灵力 神石帮忙 刘静雪的速度不可避免的 比以往要慢上不少 之前他都是早早干满十公分的活 早早下工了 可今天直到别人中午都要下工时 他才把自己领的那块的干完 小队长李军过来验收 继工分时还调侃他道 小雪是不是休息了几天 手伤了 今天干活没有之前快了 刘静雪不好说实话 指的字黑道 这不是担心 自己一不小心踩到那些东西 只能小心再小心 一来二去的 不就耽误时间了 这要是没有那些东西 我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李军哈哈笑了起来 我一猜就这样 你这还算是好的 至少没有吐出来 其他的女知青 刚看到那些 一个人在那哇哇叫 吐了个昏天暗地 那我是不是还应该自豪一下 至少我没叫没吐 李军摇头道 你可别自豪了 你今天是没吐 没叫 那是因为 你前几天特意躲过去了 就地里的这些 过了几天 没那股味道了 没那么恶心了 也不知道你们这些城里人 矫情什么 人吃五股杂粮 不都会拉 这其中 也有你们贡献的一部分 刘静雪赶紧阻止他 小队长 你可别说了 再说 让我想起厕所里那幅场景 我可真要吐出来了 这话逗得李军又哈哈笑了起来 好好好 我不说了 行了 你今天的公分又满了 下午就好好休息吧 小队长 明天咱们队的活 仍然是这个吗 这几天基本都是这个 在后面就不是了 看来 自己还得再忍受两天了 刘静雪拿起东西 打算下工 想起一事 便问李军 小队长 咱们生产队 派去学开拖拉机的人 过去也有几天了吧 有消息传来了没有 他们考核通过没有 还在学习呢 说是后天考核 也不知道他们四个 能有几个考核通过的 一定要有两个 不然又得重新学习 咱们生产队的拖拉机 又要拖一段时间 才能到手了 放心 一定会超过两个的 刘静雪安慰到 周文斌好歹初中毕业 考个拖拉机证 应该没问题 张建国 刘静雪也打过交道 是个聪明的 应该也没有问题 至于其他两个人 刘静雪没有接触过 所以不好评说 希望吧 下午 刘静雪没有上工 在空间里跟着团子 一起种植草药 制药 其余时间用来修炼 一直到晚上七点的时候 刘静雪隐身出了生产队 骑上自行车 便往镇上赶去 潘同志说过 今天要多带一些人去镇上 刘静雪有些担心 被新主任那边的人发现 他得去盯着些 还好刘静雪过去了 他到了谢局长家 听那些负责盯烧的人汇报才知道 那几处院子 今晚有些异常 傍晚的时候 不少人在那边聚集了 跟着战士去那边探查后发现 那边现在趁着夜色 在搬运东西 从他们话语的意思 明天晚上十点交货 为了避免耽误时间 他们打算今晚将东西给先一步 运到码头那边的仓库 好在今天潘同志带来的人比较多 分座几处 最终确认几处院子搬出来的东西 最终汇聚到了一个地方 谢局长那边 也将照片洗出来了 对于账册上记载的本镇上的同伙 白天的时候 就安排战士去盯烧了 确保明天将新主任一伙人拿下后 若是那些人有所异动 立马能得到消息 至于账册上记载的市里面的人物 就只能等新主任落网后 由谢局长带着复制出来的账册报告上面 由上面安排人抓捕了 他这镇上公安局的 可没有权利去上一级的市里抓人 第344章 准备行动 晚上 在几处院落的人停止运货后 派几人在那盯烧后 其他人都回去休息了 刘靖雪也连夜赶回生产队 不回去不行 明天还得上工呢 第二天上午 刘靖雪依然跟以往一样 拉到满公分后便下了工 下午三点左右 他便隐身朝镇上赶 先到公安局看了下 发现谢局长在那正常上的班 他便没在那多耽搁 直接去了谢局长家里 到那一看 谢局长的家里 现在已经有不少战士在那待着了 屋里 几位为首的正在那里开会 商讨晚上的行动方案 今晚各自负责的地方 都清楚了吧 潘同志严肃问 清楚了 清楚了 与会的其他人纷纷应和 今晚我带队去码头那边 等我们那展开行动后 我会让人发射信号枪 看到信号枪的那一刻 负责各处据点 新家 抓捕其他骨干成员的人 一起动手 将人都控制起来 小刘 你们这个班比我们早来两天 对公安局内部比较熟悉 你们这个班 在看到信号后 负责将公安局控制起来 许进不许出 谢局长说过 公安局内部有些人不可靠 得防止他们对外传递消息 让一些不法分子逃脱 时间紧 我们没有深入调查 现在也只是掌握了 一小部分人的犯罪事实 需要审讯抓捕人员 撬开他们的嘴后 才能将更多的犯罪分子 绳子以法 因此 你们必须要保证 公安局是铁桶一块 不要让人出去 将消息泄露 潘连长放心 保证完成任务 今晚还好 我担心到了明天白天 工作人员陆续来上班 我们人手不够 可能防不住 这个你不用担心 等将人全部抓捕后 咱们的人手全部汇集到公安局 那里就有我们全部接管了 到时候 就不是你们 你们一个班负责这事了 我明白了 潘连长放心 在信号枪响起的那一刻 在你们到来之前 我保证公安局一只蚊子 也飞不出去 我再强调一遍 敌人有热武器 所有人一定要注意安全 团长给我们的指示是 如果敌人敢用枪口 对准备我们 直接反击 不用留守 明白 既然各自的任务已经清楚 你们各自离开 各自去准备吧 记住 在晚上八点前 一定要抵达各自负责的区域 以免情况有变 提前行动 其他人都走了 只留下潘同志 以及少部分人 仍留在谢局长家 顺子 你跟他们说好了没有 让他们在晚上七点前 一定要抵达码头 在地方隐藏起来 潘同志问旁边的一名战士 连长放心 我已经跟他们说好了 按时间来看 镇上等候的那些人 估计都已经进镇 找地方猫着了 那就好 六点的时候 院子里的战士 纷纷掏出干粮 在那吃了起来 谢局长这个时候 也回了家 看到潘同志的第一眼 谢局长便问道 怎么样 都安排好了吗 放心吧 都安排好了 公安局那边 你怎么安排的 除了看大门的 值班的 其他人我都打发回去了 被关押的那些人 都是找信的过的人 还有之前 那个班的战士看着的 谢局长回答 等一下 我跟你们一起去码头吧 谢局长要求道 他知道 今晚最大的战场 便在码头 便要求一同前往 潘同志摇摇头 你不能过去 你得去公安局坐镇 估计我们那枪声一响 肯定有人会跑去公安局报信 那些回家的公安 肯定也会回公安局 看到底 发生了什么事情 城里的几处地方 估计很快就能结束 将人抓到公安局 你得去那边坐镇 接收那些人 公安局的那些人 只要你能镇得住 你得安抚住他们 不要让他们乱跑 过去给我们添乱 你还可以趁此机会 看看那些公安 到底谁可信 谁有问题 我们把人带回来后 你还得安排人 突击审讯那些为首的 尽快撬开他们的嘴 抓不是案的其他同伙 谢局长想了一下 觉得潘同志一番话 很有道理 便没有再强求 行 那我就在公安局 等着你们凯旋 你们一定要小心 放心 晚上七点 潘连长带着人往码头赶 刘敬雪隐身跟在他们身后 此时天早已黑了 街上早就没有行人 刘敬雪一路走 一路用神石扫 在他神石笼罩范围内的 那几处据点的两处 刘敬雪看到 有不少身影在暗处守候着 就像在觅食的动物 静静地等待猎物出现 只等猎物露出破绽 便一跃而起 将猎物压在身下 动弹不得 潘连长一行人在里码头 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 跟早已抵达这边的战士成功会合 人到齐了没有 潘连长第一句话便问 都已经到齐了 刘敬雪用神石扫了下 包括潘连长带来的几人在内 这边一共有42名战士 他们那边的人到了没有 大概有多少人 他们还在往这边送货 人来人往的具体多少人 现在还不清楚 要等他们的货全部送达后才清楚 而且船还没有到 船上有多少人 咱们也还不清楚 不过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人数可不少 不过值得高兴的是 他们虽然有热武器 但是数量不多 不是人人都有 从武器这方面的情况来看 是咱们占优势 不要麻痹大意 你也不知道他们腰里 怀里是不是别的东西 而且那情报上说了 随传过来的可是有一批军火 所以咱们必须要以雷霆之势 将他们一举拿下 还得得第一时间破坏船的动力 让他们无法开船逃跑 明白 战士们都潜伏起来 静静看着不远处的码头 人头攒动 不少人在手电筒灯光的照射下 来来往往的在码头 仓库之间搬动着什么 同时还有一些人拖着车 从城里往码头赶 估计是从几处 据点运东西过来的同伙 第345章 行动 时间来到8点多 除了仓库那边 还往码头运送着东西外 其他据点 已经没有再往码头运送东西了 此时 除了运送货物的那些人 带来的照明工具 带来了一丝亮光外 其他地方 已经是伸手不见五指了 盘连长看了看 几方与码头的距离 又看了看 里码头50米开外的 一座废弃建筑物 由于年久失修 只留下的半截残垫断壁 有脑中预演了下 觉得在这种黑暗的环境下 只要自己等人小心 不弄出声响 不发出光亮 应该不会被远处那些人发现 盘连长便下令道 所有人 看到前面的废宅没有 分批次转移到那里去 记得不要弄出声响 不要弄出光亮 让那些人看见 战士们小声回答道 明白 在场的几十名战士 分批次转移阵地 刘敬雪连忙用神石扫描 替他们在前方扫清障碍 如果发现有什么东西 在黑暗不能事物的情况下 会弄伤战士们 他连忙用神石 将东西扔得远远的 就这样在刘敬雪的帮忙下 所有人成功抵达了废屋 躲在了半截墙壁后面 盘连长又叫了三个人 让他们匍匐前进 靠近一点去探查情况 尽量弄清楚 那边有多少个人 有多少热武器 大概九点 仓库那边也停止向码头运送货物 看来是所有要运出去的东西 都已经运抵码头了 没有了人员走动 去侦查情况的战士 想来很快就能传递消息回来了 果然 过不了多久 派去侦查情况的三名战士 回来了两位 连长 情况已经摸清楚了 那边现在有三十七个人 险路在外的枪有十条 至于有没有手枪之类的 暂时还不清楚 刘敬雪用神石探查到 人数是对上了 至于枪 除了他们探查到的十条枪外 有人的怀里 还揣了王八盒子 腰里也有别着小手枪的 漏掉的枪有四把 不过也不怪他们未能探查到 现在还是有点冷 又加上是在河边 穿的就更多了 被厚厚的衣服挡着 只要没掏出来 确实看不出枪来 潘连长想了下 之前去几处据点探查情况后 会总来的消息 个人 想来是几处据点 绝大部分人都来了这边了 各处院落 都只留了两三个人在那留守 这样一来 压力就给到自己这边了 随传过来的人 估计也有不少 枪想来也有不少条 毕竟他们一路要护航 人手或是枪少了 可不安全 看了看自己身边围着的战士 自己领队带他们出来 就要原样 把他们带回去 可不能让他们折在这里 所有人注意 等下对于负于顽抗的敌人 不要留守 一切以保证自身安全为重 刘靖雪的神石 往河面上延伸 在他的神石范围内 已经看到了 往这边驶来的船 船上有15个人 基本上人手一条枪 甚至有人身上 还挂着手榴弹 而在船舱上 刘靖雪还发现了几个大箱子 里面放着的也是枪支 但要 手榴弹 他不由得庆幸 自己跟着过来了 不然这些战士 怕是有不少人会受伤 在刘靖雪发现船后 又过了十来分钟的样子 战士们也听到了声响 连长 像是有船过来了 所有人做好准备 记住得等船停稳 抛锚 等他们接上头 接上话 准备搬运货物后再动手 顺子 等下你带一个班的人 抢先上船 第一时间将船控制起来 不要让他们开船逃跑 船上估计有不少人 枪恐怕也有不少 你们得千万小心 连长放心 保证完成任务 其他人控制住下面的人 优先解决手里有枪的人 掩护顺子 他们上船 明白 连长 我们要不要再往前面一点 潘连长摇了摇头 前面一马平穿 没有遮挡 咱们这么多人 船上人的视线 又正好对着咱们这边 很容易发现咱们 到时候 怕他们直接开船逃跑 还是等他们停好船 抛锚 开始搬货后 咱们再以最快的速度冲过去 记住尽量不要弄出声响 越晚让他们发现 对咱们越有利 船终于靠岸 停稳 刘靖雪看到新主任上了船 与船上的人交谈 两人互相交接了文件后 船上的人抬着那几箱军火 跟在新主任身后 准备下船 行动 潘连长下令道 早就准备好的战士接到命令后 一个个就像猎豹一样 窜了出去 码头那边 船上 船下的人都在注视着新主任己人 没人注意这边 战士们一直窜到他们不远处 船上的人不经意往旁边扫石 发现了已经出现在船下 众人身后不远处的身影 有敌人 船上之人发出了示警声 众人顺着那人的目光 往后面看去 发现了战士们的身影 剑已经不能再隐藏 攀连长下令 准备战斗 强子 发信号弹 得到命令的强子 掏出腰里的信号枪 对天就是一枪 一枚红色信号弹 在空中炸开 船上之人 率先举起枪射击 但由于是慌忙开枪 晚上视线不好 又加上下面又有许多自己人 这些人的枪都打偏了 见敌人对自己开火 战士们早已接到 不用留守的命令 自然还击 有枪的掏出枪身机 而没枪的都吓得乱跑 准备找地方躲起来 现场乱成了一团 见新主任掏出手枪 准备射击 刘静雪担心战士们不认识他 见他举枪 一枪就把他给崩了 那可就没法 从他嘴里掏出东西来 他连忙用神石变成真样 死命往他手上一扎 新主任吃痛不过 痛叫一声 手上的枪吊落在地 刘静雪连忙用神石 把枪远远推开 此时 顺子领着一个班的人 已经跑到近前 他是在白天的时候 特意去认过新主任此人的 知道这是主犯 是一条大鱼 谢局长那边特意交代过 要留活口的 顺子立马跑到新主任跟前 狠狠给了他一枪托 将人给砸晕过去 因为要急着上船控制局面 将人砸晕后 顺子也没时间管他了 继续往船上跑 刘静雪用神石笼罩全场 监控着战斗的情况 第346章 成功抓捕 神石笼罩着整个战场的刘静雪 一心多用 忙了个不亦乐乎 看到船上有人准备去起毛 打算开船逃跑 刘静雪便用神石将人砸晕 看到有敌人要使用手榴弹 对付战士 刘静雪便在他刚伸手 取下腰间的手榴弹时 神石划针扎 在他握手榴弹的手上 那人吃痛不住 手榴弹还没拉环 就掉在了地上 滚得老远 在战士快要中枪时 刘静雪便用神石控制子弹 偏离一点方向 不让子弹命中战士 若是避无可避 他也用神石让子弹 偏离一点位置 不要命中战士的要害部位 而新主任那边的人 就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了 战士们都是训练过的 枪法本就比敌人要好不少 虽然不能枪枪击中要害 但基本上都能命中 更何况 暗处有刘静雪帮忙 让原本偏移了的子弹 悄悄转个向 让子弹击中目标 有刘静雪的暗箱操作下 一番激战 战士们虽然有几人受了枪伤 但都不致命 还能带伤战斗 而新主任那边的人 近况可就大不一样了 有枪的或死或伤 负伤的都被战士们绞了线 而那些没枪的人 因为急于逃命 在战场上四处乱窜 被榴弹击中的不少 在枪口下抱头蹲着 投降了 战斗开始的很突然 而结束的就更快了 打扫战场 战士们是专业的 连长已经清点好了 原本传下37人 传上15人 一共52人 死了10个 被抓的42人 其中有15人受伤 那些人手里的长短枪 加起来绞了29 手榴弹8枚 还有传上台下的那几箱军火 具体多少 还没来得及清点 另外 就是下面那些货物了 潘连长想起 谢局长指明要的新主任 连忙问 那信心的呢 没有被击毙吧 那可是谢局长指明要活口的 连长放心 那信心的不知怎的 倒在一边 毫发无损 现在还没醒呢 不过没死就是 顺子在一旁摸着头 那人是被我一枪拖打晕的 那时候我急着登船 没时间管他 就把他扔那了 砸得好 要是让这人跑了或是死了 我可没法跟谢局长交代 潘连长笑着道 顺子 你选两个班的人 守在这里 守着这些东西 其他人压着那些投降的 拖着尸体 跟我回公安局 把这些人交给谢局长 他那边还等着连夜审讯 抓捕他们的同伙呢 是 仓库那边 有运送货物的车子 战士们将车子找来 将尸体放上去 因为新主任 还处于昏迷状态 战士们懒得背他 就把他放在尸体上面 一起推着走 此时的镇上 那叫一个热闹 自强子的信号诞生空 早已在各处地点 严阵以待的战士们 立马出击 展开行动 由于事发突然 而各处据点的人 绝大部分的人 都被抽掉去了码头 据点空虚 导致战士们不怎么费力 就攻破了几处据点 而没有人员看守 新主任的秘密藏宝处处 也被战士们占领 在那看守着 去各处抓捕的人 在看到信号弹生空后 也立马展开行动 将人从床上拖起来 押走了 新家的几口人 也被战士们抓起来 押走了 由于新家地下市场有宝藏 战士们派人看守那里 不让任何人靠近 等之后有人过来 将东西运送走 公安局早已在此 等候到了谢局长 在信号弹生空后 心里那叫一个紧张 只恨不得 自己也身在现场 跟战士们一起冲锋引阵 码头的枪声响起后 由于离这边的距离 实在有些远 听不太清楚 而在镇上几处地方 响起枪声后 那可就听得很清楚了 谢局长等了一会 便有人往公安局来了 有镇上居民来报案 说听到枪声 不知发生什么事 琴了的 也有听到枪声后 过来的公安 谢局长一一安抚了他们 居民打发他们回家了 公安就留下来 好方便 他真别 没有问题的 等下帮忙审讯 如果有问题的 那之后 就只能让他们老实交代了 等了一会 陆续有战士 将抓不到的人 押送过来了 谢局长让他们 把人交给之前 便留守公安局的 那个班的战士看管 让先回来的战士 将公安局看管起来 许进不许出 看到谢局长这样安排 已经过来的几名公安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有些摸不清头绪 但看到谢局长 那严肃的表情 还有虽然穿着便装 但那周深的气势 一眼看过去 就知道是当兵的 他们也不敢多问 只以为军队 有什么秘密任务 要是问了 怕被人怀疑 打探军事机密 随着过来的战士 越来越多 押送过来的人 有一些是公安认识的 更别说 还有人被押过来后 还在那里嚷嚷 你们凭什么抓我 我告诉你们 我是 可是政府工作人员 是领导 你们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私自抓捕我 看到谢局长后 他们连忙高呼 谢局长 快让他们爆放了 他们不懂事 难道你也不懂事 我是你们能随便抓的 码头那边还没有消息传来 谢局长也不知道 他们那边的行动 有没有成功 信心的有没有落网 他现在很是焦急 根本没心思应付这些人 看着后面赶过来的小李 他吩咐道 小李 你领着这些战士 把人压下去 好生看管 除了战士外 别让其他人跟他们接触 对于小李 谢局长是信得过的 有他过来帮衬着 自己也能轻松一点 等着码头那边的情况 至于安排人 审讯这些抓过来的人 谢局长表示不着急 现在最要紧的 是等码头那边的人 把信心的 以及他的那些心腹带过来 把他们的嘴先撬开 等他们先交代后 把那些有重大干系的 落网之余抓捕后 再来审讯其他人 把所有的事情都摸清楚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连夜审讯后 他还得带上供词 证据 往市里跑一趟 让市公安局那边 将市里的涉案人员控制起来 免得他们得到消息后 逃走 第347章 热门的公安局 在战士们带着抓捕的人 尸体往公安局赶时 刘敬雪用神石 给昏迷中的新主任 嘴里塞了颗真话丸 刘敬雪早前就用神石扫描过 知道这些人当中 哪些是头目 空间里能自己培植草药 这些日子 为了提升制药技术 他炼制了不少药物 其中有不少真话丸 他也不怕浪费 给这些人嘴里都塞了一颗 谢局长在公安局院子里 走来走去 焦急地等待着 突然公安局门口守着的战士喊道 连长他们回来了 谢局长一听 连忙跑了过去 一直跟在谢局长身后 守在院子里的其他公安一听 也连忙跟上 到了大门处 守门的战士让谢局长出去 却把身后的其他公安都拦了下来 你拦我们做什么 某位公安对战士道 谢局长有令 公安局许禁不许出 你们没有谢局长的允许 都不准出去 其中一位公安 不知道是真傻 还是故意装傻 来了一句 那你为什么不拦谢局长 单只拦我们 战士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 其他的几名公安也看向他 一脸看白痴的眼神 小李赶紧出来打圆场 我们不出去 就站在这里看着 这应该没问题吧 只要你们不出去 随便你们 战士回答 小李对一旁的同事道 咱们站在这里看就行了 这里也能看到 谢局长没有管身后发生的事情 他来到院外 看到正往这边走的一群人 借着那些人手中的手电筒 谢局长看到人群当中的潘连长 他连忙出声询问 潘连长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有人受伤吗 有抓到人吗 新主任呢 谢局长一连几个问题抛出来 潘连长都不知道 该先回答哪个 我们的行动比较顺利 码头那边的那些人 都会被击毙或被捕 战士们有几个中了枪 不过都不致命 等下便让他们去医院治疗 至于那姓星的 在那呢 潘连长说完 一指那一车尸体最上面 躺着的新主任 看着被战士们拖着的车上 垒在一起的尸体 看到最上面的新主任 谢局长只觉得眼前一黑 差点一个腿软 坐在地上 伴上谢局长出声 新主任被你们击毙了 你们怎么能把他击毙呢 他可是主谋 我还想从他嘴里 多挖点东西出来 他这一死 后面的事情可就麻烦了 潘连长见谢局长误会了 连忙解释 谢局长放心 他没死 你特意交代过信心的要活捉 我们岂敢不听 他只不过是被战士们打晕了 还没醒过来 等下掐人钟 把他弄醒就是 谢局长一听 连忙冲到车子旁 推车的战士一看 连忙停止推车 谢局长伸手探了 探新主任的鼻息 发现有气 他长松一口气 没死就好 没死就好 刚才听你那么说 差点没把我吓死 将潘连长带过来的人 单独关押起来后 谢局长让人将新主任 单独押进审讯室 让战士看守 谢局长看向潘连长 你那有善于审讯的人吗 借我几个 潘连长一听 对战士们喊道 会审讯的 直接跟着谢局长走 谢局长安排战士 去审讯潘连长 从码头那边逮捕的人 而自己领着小礼 潘连长跑去审讯新主任 已经服用真话完 有一段时间 被掐人中弄醒的新主任 清醒过来后 弄清自己所处的环境后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将自己抖落了个清清楚楚 谢局长本以为 有一场应战要打的 做了半天的心理建设 却没料到 有这样的意外之息 而其他负责 审讯的战士 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 那些人像是怕说慢了 被人抢了些事的 都不等他们问 一个个如同竹筒倒豆子一样 都说了出来 几人拿着已经签字的口供 走出审讯室 个个都是一脸 我其实还在睡觉 现在的一切 都是梦境的表情 不都说 这些国党留下来的 都是些死忠分子 就这样死忠 好像是在比赛 谁交代的快一样 口供已经拿到 原本那些以强休息的战士 立马就不得闲了 在一些经过甄别后 值得信任的公安带领下 立马开始连夜抓捕 而那些被同伙招供出来 安插在公安局的人 也在第一时间被抓捕了 谢局长那边 安排人去各处抓捕 经过今晚这一折腾 公安局这边 临时关押犯人的地方 已经人满为患了 虽然有战士的帮忙 可各处据点 密室 码头都留了不少人看守 还要有人看守犯人 看守公安局 谢局长感觉人手不够用 而据新主任的交代 这边还有不少人手 还未抓捕归案 没有办法的谢局长 顾不得现在是深夜 一个电话打去部队 讨员兵去了 你说什么 你还要人 还要车 还要多多的人 多多的车 还要派军医 多带点制枪伤的要过来 被值班的战士 叫过来接电话的陆团长 听到谢局长的话后 一脸不可置信 你没听错 你赶紧连夜派人过来吧 这边人手不够了 你多派点车过来 把那些宝物运到一起看管 看后续上面有什么安排 我们这边关押犯人的地方 也不够了 犯人太多 为了防止出现什么意外 你得派人过来帮忙 还有多派点善审讯的人过来 我们忙不过来 打完这个电话 谢局长让人将攀连掌 小李叫过来 将后续的事情交代给他们 新主任的供词已经拿到 账策也已然到手 谢局长觉得 也该向上面汇报了 公安局有一辆小汽车 谢局长让一名战士开车 再叫上两名战士陪同 谢局长拿上供词 账策连夜赶往市里 不让战士护送可不行 今天夜里动静这么大 信心的同伙 那些暂时还没有落网的 肯定已经得到消息了 说不定就会有人半路伏击自己 刘静雪那边 在新主任招供后 知道后面的事情 已然不用自己插手 他便离开公安局 往生产对赶 明天一早就得起床上工 现在回去 进空间利用时间阵法 还能睡上一觉 第348章 拖拉机驾驶证 早上出宫哨想后 村民们伊丽又在晒霸集合 今天的村民格外兴奋 在那里谈论着什么 刘静雪有些奇怪 难道村民们知道了 镇上发生的事情 不应该啊 他是凌晨三点的时候 回的生产队 那个时候 镇上公安局 还是许进不许出的 消息至少 还得对外隐瞒一段时间 再说了 大晚上的 村民们都在家里睡觉 也不会没事跑镇上 那村民们 到底在议论什么呢 刘静雪凑近人堆 仔细听 大伙都在议论什么 你们知道吗 咱们派去学开拖拉机的那四个 说是今天考核 你们他们四个当中 有几人能通过考核 拿到那拖拉机驾驶证 这我乃知道 不过 我听我儿子说了 你们也知道 我家那小子 跟李长贵走得近 李长贵可说了 他们不但要学 怎么开拖拉机 还得学拖拉机的什么够 还有拖拉机的 什么工作什么理的 还有学怎么修拖拉机 反正一堆要学的 李长贵说了 可难了 刘静雪一听 想了一下 那人说的 应该是拖拉机的构造 还有工作原理吧 那你儿子有没有跟你说 李长贵有没有把握 通过考核 都还没考核 李长贵怎么可能知道 自己能不能通过 他又不是半仙 希望他们那四个 至少有两个能通过考核 拿到那什么证 不然咱们生产队 都没法去买拖拉机 咱们生产队 判那拖拉机 都判了好多年了 就临门一脚了 希望不要出啥岔子 谁说不是呢 刘静雪用神识 扫过稍远一些 凑在一起说话的人 发现他们也是 在那谈论着 几人考核的事情 看来村民们 对着拖拉机的渴望程度 比自己所想的还要高了 要不然 以大部分村民所抱有的 读书无用这一思想 也不会如此 看重几人的这一次考核了 许诗这两天看惯了 今天的刘静雪已经进化了 再看到那些东西 也没有之前 那种恶心的感觉了 虽然还是不敢用神识 林立帮忙 但速度跟前两天相比 还是提升了一些 赶在别人下工之前 刘静雪完成了今天的任务 让小队长验收完 计好公分 下工了 今天刘静雪 没打算再去镇上 自己能做的事情 都已经做了 剩下的事情 是谢局长 还有部队的那些人 该忙活的 自己能偷个懒了 这些天早出晚归的 自己的事情都落下不少 之前跟大队长说过 要在春耕后 教村民们 认识山上常见的草药 他现在就得准备一下了 得翻找下之前 收进空间 有关中草药方面的书 将一些中草药知识 找出来 归整好 只是现在才刚化动不久 山里的那些草药 还未长成 他也不知道 后面山上会有哪些草药 现在也只能 全部归整出来 等过段时间 山上的草药 长出来了 再多去跑几趟 把这片山林有的中草药 找出来 再交给村民 下午四点左右 去镇上农机站 学习的四人小组回来了 四人回村后 直接去了大队部 四人表情各异 除了李长贵以外的三人 都是一脸喜气洋洋 而李长贵 却是一脸丧气 知道他们今天下午会回得早 大队长 徐书记二人 早就在大队部等着他们了 在屋里听到几人的声音后 两人立马从屋里治出来 怎么样 考核通过了吗 大队长见到几个后 能不能顺利买到拖拉机 由不得他们不重视 爹 我考核通过了 张建国率先开口 向大队长报喜 紧接着 徐书记的小儿子也开了口 爹 张叔 我也考核通过了 太好了 有两人通过考核了 我们生产队 能去买拖拉机了 听到两人的回答 大队长忍不住握紧拳头 高兴道 说完后 感觉有些不合适 大队长连忙问一旁的周文斌 李长贵 你们两个呢 考核通过没有 周文斌听得大队长发问 笑道 我也通过考核了 而李长贵低下头 有些丧气道 我没能通过 爹 长贵就差一点了 而且农机站的师傅说了 长贵开车和修车的本事 都学得很好 甚至比我们都要好 他就是在那拖拉机的工作原理 那些理论方面差一点 只要补上那一点 通过考核 绝对没有问题的 张建国解释道 李长贵摸摸脑袋 开车和修车都还好 师傅能给我白话明白 就是那拖拉机的构造 工作原理 我怎么记都记不太住 也怪我这脑子不好使 让大队长 徐书记失望了 大队长却摇摇头 这哪能怪你 他们三个都是初中毕业 就你一个人是小学文化 还没毕业 你的开车 修车技术 能学得比他们还厉害 我们已经很惊喜 很欣慰了 到时候 如果拖拉机出了问题 他们搞不定的 不还得指望你帮忙 龙机站那边怎么说 你补上缺的那些后 能让你再考一次吗 徐书记在一旁问道 如果李长贵能考核通过 那他们本村村民 可就有三个拖拉机手了 虽然现在也有三个 但周文斌是知青 到底不是自家村民 指不定哪天就回城了 如果他们村有多个拖拉机手 以后再弄到名额 就可以直接去买拖拉机 不用等人考证了 龙机站的师傅 给了我一本书 专门讲拖拉机的构造 还有工作原理的 让我回家好好自学 说是等我摸透那本书 就可以去找他 他在初题考核我 考核通过 就可以给我发证 李长贵回答 大队长鼓励道 那你要好好学 证实的字不懂的 可以去学他们三个 我们等着你拿正 好买第二辆拖拉机 李长贵握了握拳头 像发誓一样正中道 大队长放心 我一定好好学 大队长看向一旁的三人 你们三个 以后就是咱们生产队的 拖拉机手了 没事的时候 你们还是跟以前一样上工 要用拖拉机的时候 就由你们开 队里给你们算公分 建国 胜利你们两个 明早带上拖拉机驾驶证 跟我一起去镇上 咱们去把拖拉机买回来 好的 爹 好的 徐书第349章拖拉机 早上集合上工 破天荒的站台上 讲话的是徐书记 众村民难免好奇 有胆子大的村民 就朝徐书记喊 书记 大队长呢 怎么今天是你在台上讲话 没看见大队长人 徐书记今天心情特别好 还有心思跟村民开玩笑 怎么 就大队长能管你们 我这书记就管不了你们了 哪能呢 我们只是好奇罢了 咱大队长那人 一直是轻伤不下火线的 就算是生病 每次早上开工 都是雷打不误的 怎么今天没来 是不是生病了 而且还得是重病 台下的素分审不甘了 好端端地咒 他家当家的干什么 你才生病了呢 还病得不轻 都在那里说胡话了 徐书记手指须点了下说 大队长生病的那人 就你乱说话 看把你大队长媳妇惹毛了吧 原本就没打算瞒着众村民 徐书记见众人已然问起 便回答道 昨天咱们生产队送去学开拖拉机的 不是参加考核了 他们学习的努力 三个通过考核 拿到了拖拉机驾驶证 咱们生产队 一下得了三个拖拉机手 你们大队长 一大早就领着人 带上钱去购买拖拉机了 晒坝上的众村民 顿时就兴奋起来了 徐书记 大队长真去买拖拉机了 这种事情 我还能说谎 他们上午就能回来 你们中午下工回来 就能看到拖拉机了 太好了 咱们村终于有拖拉机了 以后 咱们也能坐拖拉机去镇上 不用坐牛车了 你想得美 拖拉机是生产用的 又不是专门用来驼人的 就是拖拉机要烧大什么油 听说可贵了 购买还要票 可不能随便浪费 哎呀 也不用那么小气吧 如果拖拉机要去镇上 公社办事 我们顺路做一下 也没关系吧 村民们为了能不能坐拖拉机去公社 镇上 在那里争吵了起来 台上的徐书记 见众人把话题扯远了 连忙道 行了 现在先别争这些有的没的了 赶紧下地干活去 别到时候拖拉机回来了 你们的活没干完 不能下工 可就耽误看拖拉机了 各小队长 领着各小队的成员 下地干活去 村民们往地头找 纷纷在人群里 寻找去学开拖拉机的几人 成功找到了周文斌 李长贵二人 有村民热情地跟周文斌打招呼 周知青 你有没有拿到那什么证 我拿到了 周文斌有些不好意思地回答 周知青 你太厉害了 众村民不吝夸赞周文斌 一旁的方东撇撇嘴 这算什么厉害 要我去 我也能考上 神气什么 身边的汤强军听他说这话 默默地往旁边移了移 今天的地头上 大伙都跟打了鸡血似的 特别兴奋 干活的进度那是拉满 就连平日里 那些喜欢模样工的 也加快了速度 想来是想要赶紧干完活 跑去看拖拉机 然而这些人 并不包括知青点的那些知青 对于拖拉机这东西 他们在城里已经见多了 并不怎么兴起 刘靖雪还是按照自己的进度 在那干着活 当然 他的神识仍旧放出 笼罩了整个生产队 上午十点半左右 通往红星生产大队的路上 一台轰隆隆 及时的拖拉机 出现在刘靖雪的神石当中 开车的是大队长的二儿子 张建国 而大队长 徐胜利二人 满脸笑容的 坐在后面的车斗里 大声在那说着话 胜利 你刚才开拖拉机 感觉怎么样 到底是新车 开起来比农机场的拖拉机 要顺畅一些 那是自然 要不咱们 为啥要买新车 买辆旧的不就行了 第二辆拖拉机啊 你这小子 第一辆才刚到手 就想买第二辆了 徐胜利一点也不客气 这好东西 肯定是越多越好 近一两年 公社怕是不会给咱们 生产队拖拉机名额了 得再等等 看到时候 能不能申请第二台 先加紧时间攒钱吧 别到手名额到手了 没钱买 就成了个笑话了 拖拉机还未进村 那阵阵轰鸣生鲜 就传进去了 喜欢在村里 到处窜的一众孩子们 听到声音 有之一同的往村口跑 毕竟大队长 他们去买拖拉机的事情 他们也是听到了 他们也是 想要一堵拖拉机的风采的 否则今天也不会特意 在离村口较近的地方玩耍了 看到驶进村子的拖拉机 看到站在车办里的大队长 孩子们兴奋起来了 大队长爷爷 大队长爷爷 我们也要做拖拉机 大队长爷爷 您就让我们做拖拉机 都一圈呗 孩子们纷纷开口央求 进村前 张建国就将拖拉机的速度 给降下来了 因此孩子们的说话 大队长听了得清清楚楚 建国把车停下来 让这些匹小子上车 你带着他们在村里兜一圈 把车停到晒坝 下午你跟胜利叫几个人 在晒坝那搭个简易棚子 专门用来放拖拉机 大队长吩咐 知道了 爹 大队长跳下车 自己走着回大队部 孩子们在徐胜利的帮助下 一个个爬上车斗 坐好了 小猪崽们 我要开车了 孩子们上车后 张建国提醒一声 便又启动了拖拉机 拖拉机重新动起来 拖拉机上的孩子们 兴奋异常 我做拖拉机了 我是咱们家第一个 做拖拉机的 我也是咱们家第一个 做拖拉机的 我不但是咱们家 第一个做拖拉机的 以后也要做咱们家 第一个开拖拉机的 我长大后 也要当拖拉机手 多攒公分 多赚钱 娶媳妇 孩子们你一言 我一语地说了起来 后面车斗里看着孩子 不让他们乱来的徐胜利 听到孩子们的同言同语 不由失笑 站在拖拉机上 看到远处地里 在那劳动的村民 孩子们大喊起来 我们生产队 有拖拉机了 拖拉机买回来了 这么多孩子大喊 穿透力不容置疑 在离村烧尽一点地方 干活的村民 听到了孩子们的呼喊 听到声音的村民 直起身子 拖拉机买回来了 好像是 孩子们喊的是这样 哎呀 这么早就买回来了 我活还没干完呢 我们不也一样 也不知道 做拖拉机是种什么感觉 村民们一时忘了干活 都直起身子往村里看 像是这样 就能看见拖拉机 小队长这时走了过来 行了 你们就算把肘子 伸出去鸡米肠 也看不见拖拉机 还是赶紧干活 等一下收工 随便你们怎么看 在小队长的催促下 村民们又埋头干起了活 个个攒足了劲 都想早点干活 早点收工去看拖拉机 第350章 消息传到村里 刘静雪按自己的进度 干完活 收工 收工后 他直接回了家 没有去看新买的拖拉机 毕竟他在后世 别说拖拉机了 连飞机 高铁也是亲自坐过的 不咋稀奇 再说了 他早就用神势看过了 在他走后不久 今天异常努力的村民 也干完了上午的活 下工了 下工后的他们 有之一同的往晒坝赶 毕竟村里的大都公用的农具 都是放晒坝的 拖拉机肯定也是放这里 他们到那的时候 孩子们正围着拖拉机打转 张建国 徐胜利两个 正拿着抹布在擦拖拉机 这一路从镇上开回来 全是土路 拖拉机上沾了不少灰尘 不得好好擦一擦 他们在那干活 有的孩子在帮他们打下手 嘴里还不停地拉着他们问东问西 村民们呼啦啦地过来 就将拖拉机给围住了 七嘴八舌地在那一轮着 你一言我一语地 拉着张建国 徐胜利问个不停 把他们累了得够呛 各位大娘 沈子 你们赶紧回家做饭吧 一家人等着吃饭 下午还要上工呢 各位伯伯 叔叔 大哥 小弟 你们干了一上午的活 难道不累 不用回家谢谢 如果你们不累 我们这倒是有点 活要麻烦你们帮忙 这也是我弟安排的 要干啥呀 张建国一纸晒罢那 一排库房的最外围 我爹说了 在那盖个捡一棚子 好放拖拉机 这么金贵的东西 总不能就放在外面 日晒雨淋的 那不得心疼死 对 这么金贵的东西 是得盖个棚子 遮风挡雨 有村民硬河道 有为年长一些的村民道 大家都别在这围着了 以后多的是机会看 婆娘们赶紧回家做饭 现在还没饭吃 大老爷们都赶紧搭把手 准备搭棚子 今天下午就把棚子搭好 把拖拉机给安置好 才从地里下宫回来的 重南村民都顾不上休息 又开始忙活起来 准备搭棚子 此时的大队长 徐书记 在大队部说起了正事 看到自己老搭档 大队长第一句话便是 老徐 镇上出大事了 徐书记一愣 随即问道 出什么大事 大队长摇摇头 不太清楚 我今天拿着批条 带着建国 胜利他们两个的拖拉机驾驶证 去机械厂去买拖拉机 听到机械厂的人在那一轮 说是前天晚上 镇上发生了事情 不少地方响了枪 是公安抓捕犯人吧 徐书记问 机械厂的人说了 不是公安 是穿便装的战士 前天晚上开始 就有公安领着部队的人 在镇里到处抓人 葛委会的不少人都被抓了 镇上有好些地方 都被部队的人接管了 不让任何人靠近 徐书记听了 心中一听 你说葛委会不少人被抓了 那信心的有没有被抓 他可是葛委会的一把手 我特意问过了 信心的那一家子 前天晚上就被抓了 院子也被部队的人围了 只是据镇上的人说 抓捕信心的那一家时 信心的不在 只是抓了他的老婆 孩子 而媳妇 大队长回答 你有打听到 是因为什么事情 抓了这么多人吗 没有 我原本打算借着 去问王立华一事 去公安局打探一下虚实的 但那些人说 自前天晚上开始 公安局那边 就被部队接管 许进不许出 而且公安 部队的人 还不停地到处抓人 看来事情不小 我便打消了那个念头 对了 他们说 部队还派了不少车过来 从码头 新家 还有各处院子 运走了不少箱子 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 徐书记皱了皱眉头 看来事情确实不小 你没去打听是对的 免得把你当成同伙了 那信心的 最好也被抓 这样我们生产队以后 也安全不守 没有一条毒蛇日日 在后面盯着 大队长祈祷道道 他那一家子都被抓了 想来他也跑不掉 咱们先等着 过段时间总会有消息的 等周末我那二儿子回家 我跟他说一声 让他留意一下 那你跟他说 别太刻意去打听 免得惹祸上身 大队长叮嘱 这哪还用你说 说起你二儿子 你拿当彩礼的自行车 手表都已经准备好了 打算什么时候 让你二儿子娶媳妇过门 提起自己二儿子的婚事 徐书记脸上带笑 已经定好了 就在五月底 那时候春更已经结束 正好有时间操持这事 等老二的事情一忙完 下面就轮到老三了 胜利还小 倒不用这么着急 你家老二彩礼准备了两大件 估计老三未来的媳妇知道了 怕是也有样学样 你们还是多攒几年前吧 胜利刚成了咱们生产队的拖拉机手 行情舰长 得给他挑一个好的 徐书记点点头 这倒也是 不过老二的彩礼 大头都是他自己出的 我们老两口倒没花费什么 老三那边 如果想给自家媳妇多点彩礼 那得靠他自己努力了 你们家贵英 不也是在相看人家 定下来了没有 定好了 就柳钩子的一个小子 准备趁六月份农闲时 把他们的婚事办了 等归英出嫁 你们老两口的任务 就只剩下老三了 不过你家老三人出血 再不对 说不定自己谈了的对象 用不着你们操心 徐书记道 大队长摇头 我倒是想 但他是个没用的 没能自己谈对象 还得我们替他张罗 今年他有探亲假 应该会回家 我们打算趁他回来的那段时间 把婚事给他定下来 要不然又不知道 得拖到什么时候去 而女都是来讨债的 咱们人生的后面几十年 全为他们奔波了 也不知道 当初为什么想不通 一生生这么多个 徐书记感叹道 你得了吧 咱们两个儿女好大了 咱们还在不对 儿女基本是他们娘带大的 咱们也就退伍后 才开始管他们 要说累 还得是咱俩媳妇 徐书记瞪了他一眼 你惯会接我的短 第351章 王丽华落幕 大队长 徐书记又扯了一会后 才将话题转回正题 王丽华那是 你不是往公社跑了几趟 那边怎么回复 徐书记问大队长 我跟公社反映了他做的事情 提出 就算这次王丽华不蹲牢房 我们生产队 也不敢再接收他了 公社肯定是站我们这边的 毕竟 如果我们生产队出了什么事情 他们也会受影响 王丽华坐下那等下 咱们被公社领导责怪 他们不也被上级领导问责 只是知青办那边 一直推托 你也知道 这种范式的知青 哪个生产队也不愿意接收 那怎么办 总不能等他出来后 又回咱们生产队吧 知青点那些人 可不愿意他再住进去 他做的事情传出去后 村民们也有很大意见 认为他坏了咱们这的风气 会影响生产队 年轻男女的婚事 不愿意他再回咱们这 这事我也知道 你放心 这几天我在多跑几趟 多摸摸知青办的那些领导 一定要把这颗老鼠石给扔出去 只是咱们生产队 怕是要做出一些让步 后面怕是要多接收一两个知青 就算这样 咱们也同意 王丽华这人 咱们肯定是不能要了的 带坏了咱们生产队的风气 前年要不是江岳瑶 用柳家三小子的性命做要挟 咱们也不可能 同意他嫁入柳家 成为咱们生产队的一员 还有那郑赖子 平时看上去挺老实的 没想到竟敢伙同江岳瑶 害了吴靖 要不是有他们成功的先例在 王丽华也不会想到 有样学样 徐书记气愤道 别说江岳瑶 郑赖子 那吴靖也不是什么好人 要不是他先招惹到那两人 他们怎么会不害别人 单单就害他 要怪只能怪无尽自作自受 好在这一年多 他们还算是消停 不然我早想法子治他们了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大队长又往知青办跑了几次 终于磨到知青办的领导点头 同意红星生产队 把王丽华退回知青办 重新分派 从知青办出来后 大队长拿着纸 刹王丽华签名的文件 去了公安局 此时公安局这边经过了 最初一段时间的忙碌后 有关新主任的那个案子 该抓的都已经抓了 该审问的也已经审问的 只等最后判决了 相关人员也都移交看守所看管 公安局这边已经恢复正常 大队长见到了王丽华 将自己的来意说明后 对王丽华道 事情就是这个 你签的字吧 有时间你向公安局 申请下回一趟生产队 把你的那些东西带走 王丽华仔细看了下文件后 问道 大队长 我被退回知青点后 以后会被分去哪里 这我乃知道 你这案子还没审判呢 是个什么结果也不清楚 要重新分派 也是得等你出来后 知青办那边再做安排 你现在的人事关系 已经到了知青办 等你的案子有了结果 公安局自会知会他们那边 后续他们自会给你安排 大队长又补充了一句 如果你出来后 他们还没有做安排 那你直接去找正知青办 大队长 生产队能容下江月瑶 郑赖子 怎么就容不下我呢 不能让我继续在生产队待着吗 我只是犯罪未遂 都不像他们 都成功了 我的罪过怎么着 也比他们轻吧 这你就说错了 你们的事情 可是两码事 就说江月瑶吧 他是成事了 但柳家同意娶他过门 而郑赖子 吴静 不也成亲 成了一家人了 可你呢 你明知道人家郑之青 秦之青是一对 连结婚证都领了 你还想去拆散他们 不但给郑之青下药 想来个霸王硬上宫 生米煮成熟饭 还找人想害秦之青的名解 你这兴致可恶劣多了 再说了 人家郑之青那天 跟你说得明明白白 就算你得手了 他就算去坐牢 吃枪子也不可能娶你 你还在幻想些什么 看着关押了这么多天 整个人像老了十多岁 不负之前那副光鲜模样的王丽华 想起他也就比自家闺女大一两岁 大队长得心软了几分 不由多说了几句 你说你这女娃 到底看上了那郑之青哪里 让你如此纠缠不休 郑之青长得也就普普通通 但活也只能算是勉强 人品倒算周正 就这样的小伙 咱们生产队虽说不上一抓一大把 但也能找出几个 就算你看不上咱们生产队的小伙 觉得没上学 没什么文化 但咱们生产队的知青 还有其他生产队的知青 甚至镇上的小伙 比郑之青强的 肯定有不少 你干啥要想不开 在这一棵树上吊死 把自己害到如此地步 是啊 自己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呢 在被关押的这些天 王丽华自己一直在思考 要说喜欢郑建明 其实自己也并不怎么喜欢 只是觉得 自己也到了成家的年纪了 想找个依靠 知青点的那几人 也就郑建明看得顺眼一些 也好拿捏一些 可正如大队长说的 自己为啥 要把目光局限于 本生产队的那几名男之青身上呢 之前也就罢了 找个男人是想 自己能过得轻松些 可现在自己手握 快两千块的巨款 在生产队安全有保障 就算不嫁人 日子也能过得好 为啥要想不开 一定要找个男人呢 找男人也就算了 为什么要找一个 看不上自己 已经结婚了的男人呢 自己当时怎么就昏了头呢 罢了 事情已经走到今天这一步 说这么多 生产队是容不下你了 该办的手续已经办了 你签不签字 其实也无所谓 你若是不签 就不签嘛 本就只是走个过场 知会你一声 你要把自己弄得无着无落 当个黑户 我也无所谓 王丽华被大队长的话吓到了 我签 我这就签 等王丽华签完字后 大队长把文件收起来 准备一会送回支清办 等审判结果出来后 你去劳改钱 回一趟生产队 把你的东西都带走吧 大队长说完 便起身离开 几天后 公安局通报了 王丽华的审判结果 流氓罪 犯罪未遂 劳改两年 在送去劳改前 在一男一女 两名公安的陪同下 王丽华回了趟支清点 把自己的东西都拿走了 由于是上宫时间过来的 除了当月的公分已达标 偷懒没去上宫的下栏 张应春外 王丽华没有碰到其他人 就算是下栏 张应春 在看到王丽华 以及他身后的公安后 也没有主动跟他交谈 而王丽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对支清点的其他人 都抱有恨意 又岂会主动跟他俩交谈 无声地收拾好自己的东西 确认东西都在 没有丢后 王丽华转身离开 第352章 郑勤结婚 王丽华来去匆匆 支清点的其他支清 在下公后 从下栏 张应春的口中 知道王丽华回来过了 不过他们都没说什么 是啊 以后注定不会再遇到的人 又何必多问 4月下旬 郑建明 秦方的新房已经安置好了 就连家具 日常生活用品也都添置好了 一天举行的婚礼 这个时候的婚礼很是简单 也就是在证婚人的见证下 宣个室 吃顿饭就算成了 两人在这边都是外来户 证婚人请了大队长 徐叔姐 参加婚礼的宾客 也就是红星生产队的支清 至于村里其他人 他们两个跟村民都没什么来往 并没有邀请 至于结婚的宴席 支清点就属冯春燕做饭手一口 他们提供材料 花一块钱 请冯春燕帮他们做一餐饭 又花五毛钱 请刘昭帝帮厨 刘敬雪同为红星生产队的支清 平日时虽不与他们如何来往 但人家结婚的大事 还是要出席的 在问过夏兰 张应春送了什么贺礼后 刘敬雪按比他们低一些的规格 从空间里选了两条毛巾当贺礼 秦芳是从支清点出嫁 新房布置在了新家 他们这些参加婚礼的宾客 自然也跟新娘子 一并去新家参加婚礼 刘敬雪没有去支清点 是直接去的新房那边 虽然她的神识 已经多次扫描过他们新家的情况 但却还是第一次踏足 这年代建房子 都是一个母子出来的 他们这新家跟刘敬雪住的屋子 除了朝向上有些不同外 其他倒没什么区别 因为没外人 大队长 徐书记因为还未到宣誓的时间 所以还没有过来 男知青们都在外面帮忙 女知青这边 除了冯春艳 刘昭帝在厨房忙活 其他人都在房里围着新娘子说话 到底是新娘子 秦芳今天是特意打扮了一番的 身上是一套全新的衣裳 头上盘了发际 眉毛是描过的 就连嘴唇也像是打了口红 刘敬雪有些好奇 不由问道 秦芳姐 你那眉毛 嘴唇是用了眉笔 口红吗 这两样东西 现在只有外汇商店才有的卖 镇上的供销社可没有 刘敬雪好奇 他们是从哪弄来这两样东西 所以才会有此疑问 秦芳听了 不由笑了起来 我们哪有这两样东西 这都是映春想出来的法子 眉笔是将树枝烧成炭后化的 而嘴巴上的红色 是用映春提供的一小罐膏体涂抹的 也不是口红 不知道它是从哪来的 刘敬雪听了 好奇地看向张映春 哎呀 这不是以前在家里的时候 跟家里的表姐去电影院看电影 看到电影里面的那些演员 眉毛 嘴唇特好看 心里十分羡慕 后来又从同学那里知道 外汇商品有眉笔 口红卖 你也知道 咱们这些普通人家 可没有门路弄到外汇票 只能作罢 但实在心痒 但琢磨着 有什么东西可以替代的 眉笔到好办 不少人都知道 用木炭化眉的法子 就是那口红 我们找了不少说 知道古代就有口知 便到处找方法 终于被我们找到了 我们花了不少时间 偷摸做成了 便每人分了些 平时我也不敢用 只能偷摸藏起来 就是给秦方姐用的那一小罐了 刘敬雪听了 心中不由感叹 都说吃货的力量是伟大的 这爱美的力量 也不遑多让 照着书上的方子古道 竟还让他们表姐妹 成功弄出了口知 你们姐妹真厉害 竟连口知都弄出来了 张应春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 哎呀 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厉害 那东西不难 就是麻烦了些 你要是有方子 也能照着弄出来的 就算有方子 照着方子 也不一定能弄出来 就像你自己 不就有一本菜谱 可你照着菜谱炒菜 炒出来的菜 也没见得有多好吃啊 这说明 你在做菜上没什么天赋 倒是在做口知这些东西上 有天赋 于丽打趣道 夏兰在一旁道 于丽姐 你说话没必要那么委婉 你直接说他爱臭美 在这方面无师自通就行了 张应春一听 不甘了 回怼夏兰道 你才爱臭美呢 夏兰点头承认道 我是挺爱臭美的 可惜还是比不上你 至少我还没到没条件 也要创造条件臭美 这一境界 张应春一听 立马扑过去 两个扭打到了一起 这两人的关系一向好 就爱这样打的闹闹的 众人也都见怪了 游着他们去 看着两人在那打闹 秦芳 于丽二人在那说起了话 这下好了 王丽华不在这搅局了 你们两个也成了亲 以后可以安心过自己的日子了 于丽敢凯道 你还比我大几个月 眼下回城是无望了 你是不是也该考虑下 自己的个人问题了 于丽苦笑一声 我倒是想 可就是没有合适的 方东 汤强俊那两人就算了 陈国庆 张平安比我年纪还小呢 至于周文斌 倒是勉强 但他家那条件你也知道 若是跟他凑一起 还不如我自己单身一人来得轻松 至少不会被人拖累 至于村里人 老实说 我没想一辈子陷在农村 有机会我 还是要回城里的 所以 我不可能为了一时的轻松 将自己陷入以后两难的境地 你也别担心 说不定后面会有合适的知青过来 秦方安慰道 得了吧 后面过来的人 年纪肯定比咱们小 肯定不合适 那你不如多往镇上跑跑 镇上年轻男子不守 说不定就有合适的 咱们天天待在村里 家里的长辈又不在这边 像这种终身大事 别人帮不上忙 只能靠自己的 你也上点心 主动去询问一下 再看看吧 今天是你的好日子 咱们别说这些烦心事了 眼看着快到及时 大队长 徐书记也过来了 在两人的主持下 郑建明 秦方胸口带着大红花 对着伟人向宣了时 两人就算是正式结成了夫妻 郑建明 秦方的婚宴还是很丰盛 有肉 有鱼 有蛋 油水比较足 在这个年代算是顶好的了 冯春燕做饭的手艺确实不错 在刘静雪看来 比自己的厨艺要好了 不知道多少 饭后大伙一起动手 帮忙收拾了残局 将一切归制好 要带回支清点的东西整理好 两人的小家 可没置办这么多餐具 大部分都是支清点带来的 等一下是要众人要带回去的 众人陪着两人 又说了一回话 才告辞离开 其他人回了支清点 刘静雪自然是回了自己家 第353章 周明轩来了 5月春耕正当时 生产队老老少少都忙碌起来了 就连平时在村里到处疯完的孩子们 也吓得帮忙了 毕竟他们有身高优势 底盘低 都不用像大人一样弯腰 就能把药种的秧苗送进洞里 给秧苗买土 也是他们喜欢的 毕竟小孩子嘛 最喜欢玩泥巴了 他们这边忙着春耕 却不知道 有一大波支清 正往东三省赶 而吴老的外孙 此时也登上了支清办安排的火车 正往这边来呢 列车上 周明轩跟自家死党赵俊豪坐在一起 用鄙视的眼神 看着对面的死对头正蓬城 周明轩开口嘲讽 死鸟 你说你家是不是觉得家里孩子多 差你一个根本不算什么 干脆把你给放弃了 要不然 他们怎么会安排你 跟我去一个地方下乡 就你 能看住我 抓住我的把柄 他们是不是忘记了 你每次跟我对上 都是吃白仗 你还不是仗着家里 若没有你家里给你撑腰 你能斗得过我 你上班的那段时间 没有家里给你铺路 不就被弄得灰头土脸 里外不是人 再说了 谁说我对上你 每次都是输的 那你不好好 在那上你的班 怎么就被送下乡了 郑鹏城嘲讽道 说的好像 你是完全靠自己 没有靠家里人似的 要是你没有靠家里 早不知道被人弄死多少次了 还敢在这里大放厥词 至于我为什么会被送上乡 你真以为 我是遭你家的算计 不过是我想去 家里人也同意 故意设局 让你送我下乡罢了 还真以为是你们 算计我家成功的功劳 还在那里沾沾自喜 不过 为了方便爷爷 霸爷他们后面的行事 这些话周明轩没有说出来 就让姓郑的 在那自嗨吧 等到爷爷他们那边成事 姓郑的后面发现 自己家出了事 没了靠山 看他怎么哭去 只是爷爷他们 给了自己一个考验 让自己在这边 将郑鹏城给解决了 让他之后对自己 自家没了威胁 自己又该怎么做了 周明轩不由皱起了眉头 看到周明轩皱起眉头 对面的郑鹏城 还以为自己的话 戳到了周明轩的痛处 不由地一起来 想起自家知道 周明轩的下乡地点后 特意将自己安排过来的目的 以及前些天陵山镇 这边出了大事 郑鹏城更加自得 周明轩等到了乡下 没有了周家人护着 看你怎么斗得过我 到时候 你还不是任由我错缘错扁 听着郑鹏城的狂妄言语 响起出发前爷爷 爸爸对自己说的话 周明轩毫不客气地 送了郑鹏城两个大大的白眼 这人还以为他们家的打算 别人不知道 把别人当瞎子 笼子 自打之到自家外公的下放地方 爷爷就安排人 密切关注临山镇 前进公社的情况 临山镇革委会 出了那么大的事情 郑家能得到消息 他们周家难道就得不到 郑家打算安排人 接管临山镇革委会的事情 真当他们周家不知道 可惜的是 郑家想得太过美好了 他们家权 是确实是大 在京都那地界都是大人物 可他们也不想想 他们下乡的 这地界 可不是他们郑家的势力范围 他们想空降个人 到临山镇这边掌管革委会 也不看把这边 是做自己囊中之物的人 答不答应 虽然他们郑家 可以在其他地方 许诺对方以好处 作为交换 但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插入一个其他势力的人 又恰指在 临山镇革委会中高层 全部被国党间谍案牵连 全部被抓 临山镇革委会 被上面重点监管的关键时刻 让一个不知底细的人 接管革委会 若是那人再来一次就是重演 估计西市这边官场 又要来一场大地震了 要知道信心的一案 牵扯到的人 还没判决 他们空出来的位置 现在还没补上呢 这种关键时刻 他们又岂会轻易 同意郑家的交易 还是自家也也想得周到 与其空降一个 还不如让本就在此地 而且颇受信任的人 接管革委会 反正他们周家 又不打算在这边做些什么 只要不是郑家的人 不故意给自己找茬 添乱就行 当然 若是与周家没有矛盾 甚至交好的人 那就更好了 这些事情 自己也插不上手 还是静静 等着爷爷他们的安排便是 至于郑鹏城 看看他那不可一世的样子 若是到时候 知道他们家竹篮打水一场空 不知道得气成啥样 就凭你 想把我搓圆搓扁 你以为你谁啊 伟人也没有这样狂妄吧 你郑家 你郑鹏城 难道自认为比伟人还厉害 世人都得让你三分 周明轩提高声音 嘲讽道 听到周明轩提到伟人 看到周围乘客 看过来的异样眼神 郑鹏城明白过来 自己一时大意 说错了话 你 你给我等着 我好怕怕呀 周明轩故意缩了缩身子 装害怕到 见在周明轩这边 讨不到便宜 郑鹏城就把矛头 对准了赵俊豪 赵俊豪的家事 虽然也不差 但比起郑家 周家 还是要差点一筹 郑鹏城认为 自己吃定了赵俊豪 赵俊豪 你脑子是不是有坑 你搬上的好好的 怎么跑来下乡了 就为了 陪你所谓的好兄弟 你这兄弟 怕不是知道自己要下乡 觉得自己一个人受苦受罪 心里不平衡 所以把你骗过来 一起吃苦的吧 我的事情 你管得着吗 谁跟你说 是明轩拉我过来的 明明是我自己报的名 你还有脸说我傻 你自己不更傻 就算你家为了图表现 要弄个家里小辈下乡 你家里堂兄弟 堂姐妹那么多 为什么其他人不去 偏偏就是你下乡 他们明知道 你不是明轩的对手 为啥就要 安排你跟明轩 在一个地方下乡 他们就不担心 你被明轩玩死 郑鹏城 你一向在我们面前吹嘘 你受家里重视 家里要着重培养你 原来就是这样受重视的 好处大家一起享受 坏事全是你的 这样看来 还是不受家里重视的好 起码不用受罪 说完 赵俊豪还故意摇头晃脑 一副颇为感慨的样子 郑鹏城没想到 自己就说了两句话 就惹来赵俊豪一长川 明里暗里的 被人家嘲讽了个遍 总比你被家里人放养的好 你看看你家里 对你哥 你姐 大力培养 可你呢 他们就放任 你跟周明轩混一起 这种人 还出身军人世家 连参军都不愿意 这不是赎典旺祖是什么 谁说军人世家出来的人 就一定要当兵了 选择自己喜欢的路不行吗 再说了 你不也没参军 跑来下乡了 那你不也是赎典旺祖 我跟你们不一样 我又没打算 一直在乡下待着 等过一两年 我还是会去当兵的 赵俊豪故意大声道 哦 原来你下乡 只是来走个过场的 很快就要当逃兵回城了 亏你家里 还大肆宣扬你响应国家号召 主动报名下乡 原来只是孤名钓鱼罢了 赵俊豪的话 立马吸引了附近几排知青们的注意 他们都用会暗不明的眼神 看向郑鹏城 要知道知青下乡 除了最初两年 是有人响应国家号召 主动报名下乡 后面的知青 都是迫于一户一人的政策 不得以下乡的 他们被逼着下乡 回城遥遥无期 没想到 这里却有个主动报名下乡转名声 走个过场后 就准备回城的 他们不嫉恨才怪 看着众人看向自己的眼神 郑鹏城浑身不自在 他恨恨地瞪了赵俊豪一眼 不敢再招惹对面的二人 第354章 街心知青 红星生产大队 晒霸 村民们集合完毕后 大队长例行说了几句 便让大伙下地干活 林了 他又补充了几句 老刘 今天中午下工后 你把牛车清理干净 下午我要去镇上接知青 要用牛车 周文斌周知青 今天下午你早点下工 四点的时候 要回到知青点 那些新来的知青 要交由你安排 下面站着的老刘 周文斌连忙应声同意 自郑建民跟秦芳结婚 搬出知青点后 找大队长 卸了知青点负责人一职 毕竟他都不住知青点了 再担着这个职务不好 大队长考虑了一下后 觉得周文斌 这人是个靠谱的 便将知青点负责人一职 交给了他 大队长 咱们生产队 又有新知青啊 这有什么好问的 每年的五月份 不都有新知青过来 大队长 这次咱们生产队 会来几个知青啊 这我哪知道 得去了镇上知青办 才知道 咱们村分了几个 台下的刘静雪星说 别的他不知道 但至少有三个男知道 前些天他 又去了趟镇上 拿了京城寄过来的 吴爷爷的信 信里说了 吴爷爷的小外孙周明轩 还有他的好朋友 叫赵俊豪的 都到红星生产队下乡 至于周家对头的孙子 郑家的小子 也到这里下乡 信里还说了 郑家的小子 来着的目的不单纯 让他们小心一点 特别是注意 不要让郑家小子发现 周明轩跟吴老的关系 免得在这上面做文章 刘静雪不用想都知道 这周明轩跟那姓正的 肯定不对付 肯定要整出事来 以后这红星生产大队 又要热闹起来了 好不容易将礼节解决 将王丽华给送走 又来些不省心的 看来自己以后 在空间外待着的时间 要更长了 得用神识监控着 那新来几人的情况 免得因为那周明轩 连累到牛棚中的几人 刘静雪在那暗自琢磨 以后该如何行事 台上台下 村民们仍在跟大队长扯着皮 大队长 咱们知道不接受知青不现实 你想想办法 让上面多给咱们 派些男知青吗 就是 女知青干活不行 虽然男知青干活也不咋行 但至少比女知青强险 最主要是那女知青 太爱惹事了 想想之前的江月瑶 无尽 后面的王丽华 真是让人一言难尽 台上的徐书记发话了 行了 过去的事情就别提了 再说了 人都是上面一早就分好了的 咱们只是派人去接人 可没法选人 如果能让生产队自己选 那不早就乱套了 都别在这叙道了 赶紧干活去吧 至于咱们村会来几个知青 是男是女 后天早上 你们就能见到了 周明轩三人下了火车后 在知青办工作人员的安排下 一路换成不同的交通工具 终于在下午两点多 到了临山镇知青办 他们这一批到临山镇的知青 有五六十人左右 在知青点登记办手续时 分到同一生产大队的知青 找到组织 开始聚集在一起 分到红星生产大队的知青 周明轩 赵俊豪 郑鹏城三人 本就一直在一起 后面就来了一位女知青 三人都是军人世家子弟 家里条件都不错 养出的那种气质 跟普通人就不一样 三人的穿着 打扮 人手一块的手表 更不是一般家庭能负担得起的 更何况 三人所带的几大包行李 都是军用包 说明家里 都有人在不对 因此 在看到三人的一瞬间 沉娇娇的眼睛就一亮 他知道自己的机会 来了 只要自己攀上三人中的任何一个 绝对能让自己逾越龙门 他没想到 自己来这下乡 竟然还有这意外之喜 他一扫之前的不情愿 连忙调整自己的表情 百出自认为娇美可人 我见尤莲的样子 向三人介绍自己 你们好 我叫陈娇娇 也是去红星生产大队下乡的知青 以后请大家多多关照 眨巴着大眼睛 陈娇娇天真无邪地看向三人 三人在军区大院长大 什么样的人没见过 刻意讨好巴结的人 更是见得多 只用一眼 这陈娇娇打的什么主意 三人自然都看出来了 周明轩 赵俊豪懒得跟这种人交流 只是冷冷地说了下自己名字 便不再搭理他 而郑鹏城 不知是到了个新地方 想给自己树立个与人为善 好相处的形象 还是单纯看上了 陈娇娇的那副皮囊 竟跟陈娇娇说上话了 看到在一旁谈笑风生的两人 看到两人一个一脸假笑 一个装出来的娇美柔弱 赵俊豪不由打了个寒战 他用手肘顶了顶周明轩 明轩 你说那死鸟在打什么主意 周明轩撇了那边一眼 还能为什么 他知道自己跟我们不对付 为了不是单立姑 被我们欺负 不就想拉拢其他人 先给自己树立个好人的形象 硬称我们得我们里外不是人 以后咱们要是和他产生矛盾 别人先入为主的认为是 我们在欺负他 想将咱们陷入孤立无援的境点 那咱们怎么办 就由着他算解 这里可不是咱们的主场 若是真被其他人误解了 可不好弄 赵俊豪咒没到 急什么 这还没到地方呢 在这里装有什么用 那女的也不是什么好人 跟她是蛇鼠一窝 游着他们两个去吧 很快 红星生产大队的大队长过来 办好手续将几人领走 跟在大队长后面 直到牛车旁 大队长吩咐道 把行李放上去 咱们准备出发了 看到那牛车 除了早有准备的周明轩外 其他几人都皱起了眉头 郑鹏成率先开口 队里就用牛车来接我们 不用牛车用什么 难不成你还想人家 用八台大轿来请你 你把你自己 当成什么人了 再说了 在乡下 牛还是重要的生产力 用牛车来接你 已经很给你面子了 在庄稼人的心里 牛比你可重要多了 周明轩抓住机会 喷正鹏成 同时他这样说 也是为了讨好大队长 毕竟自家外公 心里可说了 这大队长暗地里 对他们下方的几人 颇为照顾 郑鹏成气愤道 显得你能耐了是吧 我不相信 你就没有意见 能忍受得住 抢先把自己提前的 三个大包 给放进牛车 又拿过赵俊豪的包裹 也放上牛车后 周明轩才有空回答 郑鹏成的话 我记得 你爷爷 也是你腿子出身吧 你爷 你爸腿上的 你还没干呢 你就好意思 在这里看不起牛车 看不起乡下人 你爷下的谋生那时候 想要弄头牛 都弄不到 你怎么好意思 看不起牛车 你爷知道了 怕不是得死命抽你 既然看不起牛车 那你就自己提行李 自己走着去吧 别看不起人家 还求着人家 帮你托行李 给你逮捕 我跟豪子不嫌弃 我们就坐牛车走了 说完 周明轩一拉在那 看不起的赵俊豪 爬上牛车 第三百五十五章 识别的陈娇娇 原本赵俊豪心里 也是有些嫌弃牛车的 但听周明轩那么一说 立马抛弃那一点心理 见周明轩爬上牛车后 他也连忙爬了上去 他可是看到牛车上 放了他跟周明轩 两人的行李后 可没太多空位了 最多也就是挤着 放下另外两人的行李 至于放下行李 还要坐下他们四个人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大队长刚才一直没说话 有着两人在那交锋 有人当自己的嘴吕 他何必要自己出头 大队长听了周明轩那一番话 对周明轩有了一些好感 至于郑鹏城 那就是纯粹看不过眼了 看那小伙子 提着的行李包是军用包 家里有人在部队 怎么觉悟就这么低 还看不上牛车 看不上乡下人 既然你都看小了 还跑乡下来干什么 好好待在城里不好吗 大队长看了看天色 提醒道 从镇上回咱们生产队 牛车要走一个小时 四十分钟左右 咱们得加紧时间赶路了 既然你们看不上牛车 那就别坐了 正好牛车也坐不下这么些人 你们自己走着去也行 不过你们速度得快点 我赶着回去 可没时间放慢速度等你们 大队长提醒了一句 不早点回去安置好 你们今晚打算睡哪里 陈娇娇自跟三人打招呼 周 这二人对自己态度冷淡 只有郑鹏城一人搭理自己后 便下定决心要讨好郑鹏城 抱紧正的大腿 再正表示 牛车太过掉价后 本就有此意的陈娇娇 也跟郑鹏城统一战线 没有行动 但在大队长表示 坐牛车回去都要快两个小时后 陈娇娇也顾不上系好郑鹏城了 也顾不上再装柔弱 连忙将自己的行李往牛车上放 放完后 看着只有一小块空地 虽然很想自己坐上去 但为了讨好郑鹏城 陈娇娇也只能违心忍住 对一旁的郑鹏城道 郑之青 这一路走过去太远了 你提着这么多行李 可赶不上 你还是将行李放上去吧 大不了回去后 将包裹洗一下 总比提几个小时的好 说完陈娇娇还看向周明轩 半撒娇半埋怨地道 周之青说话也太过上刚上线了些 郑之青刚才不过是一时惊讶 没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思 他才没有看不上牛车 看不起乡下人的意思 人家郑之青响应国家号召 下乡建设新农村 可不是那等素质低的人 有陈娇娇帮忙打圆场 给了他个台阶 正捧成本就不是个蠢人 连忙借坡下驴道 陈之青说得对 我只不过是一时说快了 说错了话 哪里有看不起牛车 看不上乡下人的意思 说完 他赶紧把行李往牛车上放 占了那个空位 生怕下一步 陈娇娇就爬上牛车 占了那个空位 让他提着行李走 周明轩也没打算在这里 跟二人成口舌之争 敷衍道 对 你俩觉悟高 没有嫌弃牛车 没有嫌弃乡下人 大队长看着两个捂着鼻子 一脸嫌弃地看着牛的样子 根本不相信两个所说的话 行李放好了 那就走吧 陈娇娇原本以为行李放上去 没有空位 牛车上的两名男之亲 会发扬风格 给他让个位置出来 到时候 他就以盛情男确为借口 坐上牛车 不陪郑之亲走路 虽然牛车有点脏 有点味道 但跟走那么长时间的路相比 那些都是可以承受的 可他万万没想到 那两名男之亲 根本就没有发扬风格 根本没提给 他这女之亲让位一说 而那赶车的大队长 也像是根本没看到 他这唯一的女之亲在走路 两名男之亲坐在牛车上一样 也没提出让男之亲下车 让他坐上去 他就这样赶着牛车 直接走了 就这走了 许师太过震惊 在牛车走了一段距离后 陈娇娇仍站在原地没动 郑鹏城跟着牛车走了一段后 发现陈娇娇没在旁边 忙扭头一看 人还在原地没动吗 陈志青 你在想什么呢 还站在原地不动 已经出发了 被郑鹏城叫醒的陈娇娇 连忙答应一声 赶了上来 陈娇娇的心里 人惊死的周明轩 赵俊豪 郑鹏城三人 又岂会不知道 只是在装糊涂罢了 周明轩 赵俊豪相视一眼 两人 你一言我一语的 跟大队长闹起了家常 跟他打听村里的情况 大队长过来接他们 本就想着 一路上跟他们 介绍一下村里的情况 自然也就借着话题介绍起来 大队长说得仔细 周明轩 赵俊豪 郑鹏城三人听着认真 独流下沉娇娇 听得有些漫不惊心 他不时楚楚可怜地 看向牛车上的周明轩 赵俊豪二人 妄图唤醒二人的绅士精神 给他让个座 谁知道 那两个看天 看地 看空气 看对方 就是不看向他 他纯粹就是 昧眼抛给瞎子看 自作多情 没有办法的沉娇娇 只能打起了郑鹏城的主意 妄图让郑鹏城 替自己出头 让车上的两人 给自己让个座 在他看来 是他将座位 让给了郑鹏城放行李 他替自己出头是应该的 而且还能借机 让他看到 自己是多么的娇弱 需要有人照顾 满足他的大男人心态 他娇滴滴地看向郑鹏城 郑之青 咱们这走了多久了 我都快累得受不了了 这要是一路走回去 我可真走不下去 郑鹏城看了看手表 陈之青 咱们这出发才十多分钟 还早着呢 说完这句话 他便继续没在搭理陈娇娇 继续听大队长 讲述村里的情况 陈娇娇恨得牙痒痒 深恨这人 怎么如此不解风情 其实陈娇娇 纯属是误会郑鹏城了 要知道 他们三人都来自军区大院 大院里的孩子 不管男女 都是从小锻炼的 在他们看来 不用背负重物 空手走个两小时 那就是放松 是偷懒了 所以 郑鹏城根本不到陈娇娇的累 再说了 陈娇娇嘴上说着劳累 但脸不红 气不喘的 连汉都没出一滴 没有一点说服力 郑鹏城信他才管 就算郑鹏城相信 他真的累了 他也不会替他出头 让车上两人给陈娇娇让位 要知道 他跟车上二人 本就是敌对关系 郑鹏城很有自知之明 自己出头 不但给陈娇娇要不到座位 有九成的可能性 还会被那两人给奚落一顿 讨个没脸 郑鹏城又不是受虐狂 又岂会自己找虐 第356章 不省心的陈娇娇 见自己的目的没有达成 陈娇娇只能咬牙继续走路 后面的路程 陈娇娇隔断时间 就跟郑鹏城表示 自己太累 走不动了 可郑鹏城就是不接话茬 不替他出头 要求车上两人让位 开玩笑 那陈娇娇明显就想吊金龟絮 他那样的 自己两人可看不上 若是自己二人一时心软 让他觉得有机可乘 从此纠缠自己怎么办 最后实在走不动 郑鹏城又靠不住 陈娇娇只能自己出马 要求起了车上的两人 周知青 赵知青 我实在走不动了 能不能让我坐一阵牛车 此时的陈娇娇 确实已经累得不行 完全不是之前那种 故意装出来的娇弱 而且真真切切的疲累不已 他感觉一双脚都不是自己的了 每次跨步脚都抬不起来 完全是拖着走 若是跟平常一样慢走 他可能还不会这么累 可这要追赶牛车 走慢了 可就追不上了 要是郑鹏城体谅他 跟他一起 跟在牛车后面 慢慢走倒还好 可郑鹏城不知 是为了体现自己的强大 还是单纯的走得快 一直跟牛车骑头并进 害得他担心被落下 使足了力气追赶 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 周明轩 赵俊豪二人 本就与他没仇怨 虽然看不惯他那做做的样子 给他一点教训就行了 没必要太过 周明轩当下便道 陈之青怎么不早说 我还以为你闻不惯牛车的味道 不想坐牛车呢 大队长 麻烦您停下车 我下车 让陈之青上来 其实这牛车 坐着一点也不舒服 还不如走路来得爽快 当时要不是为了 给郑鹏城添堵 他也不会拉着赵俊豪 早早就爬上牛车 见周明轩要下去走路 赵俊豪可不想跟陈娇娇 一起坐在牛车上 让他有机会缠上自己 那我也下去走走 活动下筋骨 坐了这么久 感觉腿有鲜妈了 赵俊豪道 见赵俊豪也要下来 周明轩可不希望他下来后 郑鹏城坐上牛车 搞得好像他们两个 特意给郑鹏城让位一样 周明轩赶紧道 那咱们三个一起走回去吧 说起来 咱们三个也好久没有一起锻炼了 就当徒步训练了 他看向郑鹏城 故意激道 死鸟 你不会是走了一阵 受不了了 打算坐牛车偷懒吧 你以为我跟你们一样弱 就你这样的 我一个打是爱 郑鹏城吹牛道 行行行 你厉害 那咱们就一起走吧 大队长之前 为了迁就陈娇娇的速度 特意放缓了牛车的速度 如今陈娇娇坐上牛车 三位男知青看上去就是不弱的 为了早点赶回去 他便加快了速度 可就算如此 三人仍还能跟得上 而且看上去毫不费力 大队长不有点点头 到底是军人家庭出来的 身体素质就是强 这一批的知青 除了那女知青 其他三个看来干活不会含糊 不过想想 那姓郑的嫌弃牛车的样子 大队长又摇了摇头 也说不定 不过也没关系 现实会叫他低头的 陈娇娇坐上牛车 休息了一会 缓过神来 又开始坐腰了 他娇滴滴对周明轩道 多谢周知青啊 要不是你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里还有一个位置 周知青上来坐车吧 咱们两个好好说会话 从郑鹏城那里吃了扁 而周明轩应了他的请求 将位置让给了他 陈娇娇许是觉得郑鹏城靠不住 还是周明轩心软好拿捏一点 又转移了目的 在周明轩这边找存在感了 不用了 我不是特意给你让位的 只是坐车坐累了 想活动一下 周知青 你不要这样说 我知道 你是为了宽慰我 让我心里好受一点 才推托 不是特意给我让座的 你的好意 我心里明白 周知青 你真是个大好人 走路时 再太辛苦了 你还是上来坐牛车 休息一下吧 等一下回去还要安置 还有一堆事情等着做 不养足精神 可没力气 周明轩听到他的那些话 只觉得有些反胃 差点没堵上自己的耳朵 担心自己回应 会让陈娇娇变本加厉 他干脆装没听见 不再搭理他 周明轩转头 拉着赵俊豪说话 偶尔跟郑鹏城斗上几句 完全无视陈娇娇 陈娇娇也不气馁 继续拉着周明轩说话 完全不在意他的冷带 他以为周明轩看到他如此坚持 会心软跟他搭话 那样 自己的机会就来了 可没想到 周明轩看透了他 就是不搭理他 一再被无视 陈娇娇终于接受了现实 沉寂了下去 安安静静地坐在牛车上 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不能急于一时 若是太过纠缠 惹人厌烦就得不偿失了 大队长听着陈娇娇在那耍宝 只觉得他又是个跟王丽华 江月瑶一样不省心的 心里直叹气 怎么就不来些省心的女知青呢 像那张应春 夏兰 余力几人一样的 该多好 虽然干不了啥活 但至少不惹事 一行人在下午四点多的时候 到了知青点 在知青点院门外 大队长朝里喊道 周知青在吗 早就下宫等着的周文斌 闻声连忙跑了出来 大队长回来了 他的身后 跟着下午没上宫的张应春 夏兰两人 大队长 两人连忙跟大队长打招呼 大队长点点头 指了指车上的陈娇娇 车下的周赵正三人 这是这一批新来的四位知青 三男一女 你们帮忙 把行李拿进去吧 周知青 你跟他们介绍下知青点的情况 几人一起动手 从牛车上提行李王李走 大队长看三位男知青 穿着打扮街不俗 还想着 是不是能让他们自己建房 到时候 村里能免费的几套房子 便没急着走 跟着走了进去 将行李提进知青院 放在地上 周文斌三位老知青 先做了自我介绍 新来的四位 也介绍了一下自己 当知道三位男知青 都是来自京城 而且之前就相识 几人无比惊恶 心下明白 这三人怕是有背景的 接下来 周文斌向新来几人 介绍了知青点的住宿情况 以及租单间的价格 末了他道 知青点的住宿情况就是这样 你看你们是租单间住 还是住大通铺 或者是出去住 咱们生产队 就住在知青点的这七位知青吗 听完周文斌的介绍后 赵俊豪发问 当然不是 咱们生产队知青 还是挺多的 除了住在知青点的几位外 有两位女知青嫁给村民 搬了出去 有一位知青回了城 另外 有一对知青谈对象成青 自建房出去住了 还有一对表兄弟 也自建房出去住了 还有刘靖雪 刘知青 一开始便是租了村里的房子 单独居住的 这几位以后 你们都能见到的 周文斌没提王丽华 毕竟不是什么光彩事情 再者 王丽华已经被退回知青办 不属于生产队的知青了 周明轩一听刘靖雪 心里一动 这就是帮外公传信的那位知青了 外公每封信 都是不停地在夸他 真不知道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第357章 阶段正鹏城 周明轩心里在琢磨 后面他们在说些什么 他根本没在听 赵俊豪连问了几声 明轩 你有什么想法 都没有得到回答 转过头一看 他的好机友 眼神定在一处 在那里放空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赵俊豪拉了拉周明轩的衣袖 明轩 明轩 我问你话呢 你怎么不回答 周明轩被赵俊豪拉醒 啊 你说什么 我刚才没听 你想什么呢 想得这么入神 没想什么 对了 你刚才问我什么呢 我问 你是想住哪里 住大通铺 还是租单间 我都听你的 赵俊豪道 周明轩早就打定主意 要自建房独住 不跟知青点的人 搅和在一起 外公给他的信礼 也已经详细说明了 知青自建房的情况 但刚才周文斌 没有介绍自建房的情况 为了不让人怀疑 他壮丝不经意地问道 周知青 刚才你介绍说 有几位知青 是自建房住外面的 难道咱们知青 也能在村里 自己建房住 有没有什么条件 周文斌一听 看来这人家里条件不错 不然不会一开口 就是要自建房 自建房倒是没什么条件 就是女知青 出于安全考虑 不允许单独建房居住 当然 如果是流进雪知青那样的 能保障自身的安全 那就别说了 那我们新来的 也能自建房吗 周明轩问 一旁的大队长回答 新知青也可以 村里会把一块宅基地 出租给知青 让你们建房 村里人也可以帮知青建房子 不过建房的工钱 材料费得由知青出 咱们村里人 一般请人建房子 除了工钱后 还得包一餐饭 不过你们知青就算了 不用包饭了 租宅基地也不用额外出钱 只用在你们回城后 将所建的房子 免费交给村里 就当租用宅基地的费用了 那一般建一座房子 住一两个人的 大概要多少钱 周明轩问 大队长回答 一间厨房 一间房间 一间厕所 一个柴棚 盘好灶 炕 挖好地窖 总共也就二十多块钱 当然 这不包括屋里的家具 那些是要另外添置的 那多一个房间 多盘一个炕呢 周明轩追问 也就多不到十块钱吧 周明轩听完 不想住支清点 准备建房自住 你是跟我一起建房 多建的房间 你我一人一间 还是在另找块宅基地 自己再建一套房 周明轩知道 赵俊豪肯定也不想住支清点 所以根本没给他住大通铺 或是租支清点单间的选择 我跟你建一起 多建的房间 两人一起住 那行 周明轩看向大队长 大队长 麻烦您帮忙安排 帮我们建房 我和郝子要建两个房间 周明轩话音刚落 不带大队长回答 一旁的陈娇娇说话了 就算你不想跟人合住 租个单间住就行了 何必要花钱建房子 你住在外面 以后咱们来往也不方便 周明轩差点吐出来 陈支清 你说话注意一点 不要引起旁人误会 我和你 也就是今天刚见面 跟你不熟 为什么要跟你来往 男女授授不亲的道理 你难道不知道 还请你自重 至于我为什么要住外面 不住支清点 也不怕告诉你 我不想跟他住同一个屋檐下 周明轩一指郑鹏城 他正想着 如何打破郑鹏城的计划 让他没法在中支清 还有村民面前卖乖 鼓励他 趁机算计他 没想到这陈娇娇 倒给了他一个机会 我也不瞒着你们 我跟这郑鹏城有仇 而且是大仇 我担心 要是跟他住一起 说不定哪天 我房里会突然多出 什么不该有的东西 然后就说被人举报 下放 一条龙 本来我都上班好几个月了 根本不符合下乡的条件 他家跟我家 一直都不怎么对付 他仗着家里的势力 都不用拿我家的户口本 就替我报名下了乡 我家也是下乡通知到了家 才知道有这一处 他把我弄下乡 还弄到这寒冷的地方 还不算 自己还跟着一起过来了 他过来有什么打算 我不用想都知道 我要是跟他住一起 怕是晚上睡觉 都得睁着眼睛 不然说不定哪天 就伸手一处了 周明轩夸张道 赵俊豪在一旁道 我可以作证 明轩说的都是实情 郑鹏城这小子 不是什么好东西 对了 你们跟他住一起 也得小心一点 这小子家学渊源 很擅长打小报告 举报这一套 而且这小子家传的小心眼 你们哪天一句话 不小心得罪他了 他会如何对付你们 就不知道了 再长几人看向 郑鹏城的眼神 都不对劲了 众人的异常 郑鹏城又岂会感觉不到 他心头火起 恶狠狠地瞪向周明轩 恨不得吃了他 郑鹏城愤怒道 周明轩 你别在这信口雌黄 败坏我的名声 我信口雌黄 败坏你的名声 你敢对伟人发誓 不是你家偷抹 给我报名下的香 给你偷抹报名下香 这是我认 但其他的事情我没做过 我不认 郑鹏城道 哦 难道是我记错了 你爸 你叔他们升官 不是因为他们的领导 被人举报出了事 腾出了位置 而你爸 你叔在调查 他们领导的事情上 出了大力 从而升了官 更巧合的是 那举报之人 与你郑家有关系 好像你爷爷能更进一步 也是因为排他前面的人 被人举报了吧 举报之人 好像也与你郑家有救 周明轩很是疑惑地道 难道是我年纪大了 记差了 不应该啊 一动脚步 离自己远了一些 郑鹏城怒吼道 周明轩 你闭嘴 目的已然达到 周明轩从善如流地道 行 行 我闭嘴 第358章 头大的大队长 被郑鹏城呵斥闭嘴 周明轩也不生气 为了不给郑鹏城搭上话茬 有狡辩的机会 周明轩转头看向大队长 大队长 能帮我找一个离职清点远一点的 安静一点的地方建房子吗 大队长看了郑鹏城一眼 明白周明轩的意思 行 没问题 等下你们去大队部办手续 借知粮食的时候 我就带你去挑选宅基地 不过建房子 恐怕要等一阵了 现在正是春更忙碌的时候 没法腾出人手给你们建房 估计要到本月下旬才能安排上 这一两个月 你们俩先租单间住着吧 等下你们去大队部办手续的时候 一并将租房 建房的手续都办了 建房的钱先交了 行 没问题 周明轩爽快答应 大队长看向郑鹏城 陈娇娇两人 你们两个如何打算呢 大队长我住大通铺就行了 既然是来建设新农村的 肯定要跟村民们同甘共苦 不能图享受住单间 陈娇娇道 听到他这话 租单间住的下篮 张应春翻了个白眼 没钱就没钱 还找什么高大上的借口 看你到时候下地干活 怎么个同甘共苦法 看来这陈娇娇 又是个不省事的 等于力 冯春艳 刘昭第三人回来 得好声跟他们说说 让他们小心这陈娇娇 毕竟这人之后 是会跟他们一起住大通铺的 还有这新政的 也得跟他们说一声 周知青说的那些事情 让他们有个防范 而此时的郑鹏城 正在心里苦思 该如何反驳周明轩的话 虽然周明轩说的那些事情 在京城军区大院那边 是众人皆知的 他之前并没有觉得 他家人做的有什么不对 可如今到了一个新地方 没有家里人撑腰 没有一帮狗腿子 整天簇拥着他 替他做事 他感觉有些孤掌难鸣 本来打算到了这 他先给自己树立一个好形象 好拉拢一些人替他办事的 可没想到这周明轩不干人事 一来就接了他的老底 若是其他人听了周明轩的挑拨 远离他 不接受他的拉拢怎么办 计划被打乱 郑鹏城有些不知所措 见郑鹏城在那出神 没有回答大队长的话 周文斌忙又问了一声 郑知青你是要建房独住吗 老实说 听了周明轩那番话 见郑鹏城没有否认 周文斌不太想这么个人 住之清典了 想让他也自建房出去住 然而 他的希望落空了 郑鹏城回答道 我做个单间 住就行了 按郑家的打算 郑鹏城下乡 只是走个过场 过个一两年就去当兵 如果他能在这边 将周明轩解决掉 甚至借以撬动周家 他在这边下乡的时间 可能会更短 所以 他没打算花那冤枉前自建房 毕竟不知道能住多长时间 行 那下知青 张知青 你们两个带臣知青 去女知青内卧安置 三位男知青 就去左边各自挑选的单间 去安置 明天给你们一天时间 添置东西 后天一早 跟其他人一起上工 周知青 我跟上说了一些村里的情况 怕他们没记住 你再跟他们说一下 等他们放着好 你带他们来大队部找我 借支粮食 办一应手续 好的 大队长 周文斌回答 知道大队长下午要去接知青 并让周文斌下 得四点前回知青点 刘静雪便在下午四点的时 出了空间 用神识探查村里的情况 大队长还没进村 他的神识 就先一步发现了 知青点发生的一切 刘静雪的神识 看了得清清楚楚 听到郑鹏城 还有身后的郑家那么麻烦 说实话 刘静雪心里有些埋怨周家了 有这么个人跟着 他们怎么还把周明轩 往红星生产大队安排 他们就这么确信 郑鹏城不会发现 周明轩跟吴佬的关系 不会发现 周明轩跟牛鹏之人有来往 若是让郑鹏城发现了 那牛鹏里的几人 不都会被牵连 他们这到底 是让周明轩过来照顾老爷子的 还是让他过来添乱的 希望这周明轩懂事一点 在解决掉郑鹏城前 不要接触牛鹏的人 不要来牛鹏 大队长将牛车还回去后 便来了大队部 新知青接回来了 这次来了几个 徐书记看到老搭档进来 便问道 大队长回答 四个 三男一女 哎呦 这次咱们生产队运气不错 分来的男知青这么多 这应该看是件好事吧 你怎么还拉着个脸 一脸不高兴的样子 徐书记奇怪道 好什么 咱们这次怕是接手了几个麻烦 大队长叹气道 徐书记不解的问 这从何说起 大队长叹跟徐书记说了下一行人路上的表现 以及周明轩在知青点的那番话 原本我还庆幸来的是三个男知青 身体素质又好 想来干活 应该不在话下 如今听那周明轩一说 这不是来了两个大麻烦 这两人的家族本就不对付 周明轩又被那郑鹏城陷害下了香 两人肯定要斗上 那姓郑的一家 又都是那种人 有样学样 不还是搞他家 那举报 陷害那一套 他们两个要是斗起来 说不定会牵连其他人 这样一来 咱们生产队能消停得了 徐书记的眉头也皱了起来 还真像你说的一样 是来了大麻烦了 你说 咱们生产队怎么就这么呗 以前一直有信心的压在咱们头上 好不容易他的老底被人揭开 吃了枪子 咱们以为咱们生产队 终于能过上安稳日子了 这下倒好 又来了这样两个人 这两人都是京城来的 听他们那口气 看来都是有来头的 家里能量都不小 你说怎么就不去其他地方 偏偏来了我们这 在咱们这斗上了 谁说不是呢 听那周明轩话里的意思 他们来这都是那郑家人一手操纵的 听起来 那郑家人不是傻好人 跟那姓姓的有的一比 倒是那姓周的 显得正派些 我不管他们谁正派 谁反派 谁队 谁错 这些跟咱们没多大关系 我就想着 他们能消停点 不要破坏咱们生产队的安稳日子 大队长咬牙道 姓郑的 估计是内派的 牛鹏那几人 咱们要提醒一下 免得让姓郑的 发现什么异常 又去举报咱们 徐书记提醒道 你提醒的对 我等一下就去找他们 跟他们说一下 周明轩所说的 那姓郑一家的事情 咱也给传出去 让村民们防范点 这姓郑的都盯着他点 免得他干坏事 这主意不错 就这么办 第359章 梁老的打算 晚上 刘静雪带着粮食 鸡蛋 菜 油盐酱醋 日用品来到牛棚 他还从空间里 抓了一只野鸡 一只兔子 一并带了过来 看到那野鸡 野兔刘魏华担忧道 小雪 大队长不是说 这段时间不让静山打猎 让猎物休养生息 你怎么又静山了 这要是让人看见 告到大队长那里可不好 大伯放心 我是脱摸静山的 没人看到 我就弄了野鸡 野兔 其他都没动 而且这野鸡 野兔我也是特意查看过 不是母的 不会影响到繁殖 刘静雪撒谎道 那也不行 既然老祖宗定下了规矩 还是要守的 咱们这还有不少腊肉 不缺肉食 你最近还是不要静山狩猎的好 好吧 看来这段时间 还是别给他们这边 送新鲜肉食了 免得他们有负罪感 空间里面那么多鲜肉 看来只能自己享用了 大伯母摆了刘魏华一眼 安慰道 小雪 大伯母知道 相比腊肉 你更喜欢吃鲜肉 这段时间你静山 鲜肉就弄你自己那份 不用弄咱们这边的 咱们这边还有些腊肉 还能吃一阵子 等过段时间村里解禁了 你再给咱们这边弄 你别误会你大伯 他不是担心你破坏规矩 他是担心 你坏了生产队的规矩 让村民们知道 对你有意见 王秀兰替刘魏华解释道 大伯母不用解释 我明白大伯的担心 我听明白 过段时间才进山打链 将东西交给大伯 大伯母 让他们去归整后 流尽血对吴老道 吴爷爷 今天生产队来了四名新知青 其中有三位男知青 都是京城来的 有一位叫周明轩 应该就是您的小外孙了 自打收到信 确认自家外孙 会来红星生产队下乡后 吴老便将自家外孙的名字 告诉了流尽血 让他帮忙确定人有没有过来 听到流尽血的话 吴老并没有流尽血 预料的那样兴奋 他反而担忧地道 来知青的事情 我们已经知道了 下午临近下宫 大队长去找了我们 跟我们说了这事 他跟我们说 新来的知青 怕是有些麻烦 让我们以后小心一点 该防范的要防范 不要让人抓到把柄 我们刚才还在那里琢磨 是怎么回事 小雪 你知道是什么情况吗 流尽血的神识 扫描到大队长已经安排人 将周明轩那番话 在村民中散播了 因此 他也并未隐瞒 将情况给说了一遍 不应该啊 我那老亲家 跟狐狸一样 他会让明轩过来 肯定是安排好了的 怎么会带上 这么个不定时炸弹 吴老有些不解 邹老问 你那外孙平日里如何 靠不靠谱 有我从小养到大 又经过 他那狐狸一般的爷爷教导 你觉得他会不靠谱 他有他们家那些 叔白兄弟 有的正义 兼任 又多了一些事故圆滑 连他爷爷都说 若不是他受我影响 一心只想从商 若是愿意从军从政 怕是他们周家第三代 走得最远的那个 那我大概猜到周老的意思了 周老看了吴老一眼 你不也猜到了 吴老有些不相信 应该不会吧 这种要命的事情 他会用来考验明轩 我那老亲家 应该不会这么心大吧 如果是以前 他可能不会 但如今外面的形势 你也清楚 如果他们家过不了这一关 那也会落到 和我们一样的下场 如果真在那么一天 下乡可能还是保下 你小外孙的唯一方式 虽然也可以安排 他去参军 但你也说了 你那小外孙 不愿意参军 而且那郑家 也是军人世家 在军队也有人脉 你小外孙刚进部队 没打下根基 他们要想从中动手脚 害他也是很容易的 至于跟过来的那小子 想来周老爷子 对他这孙子 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知道他孙子对付得了 若是实在对付不了 这边不是还有你我吗 咱们虽然做不了什么 但这脑子还是能用的 如果他们周家 到不了那一天 那这郑家小子 更是锻炼你那小外孙 的好魔刀石 如果我预料的不错 等你外孙在这边安顿好 怕是周家那边 要开始反击了 我老一听 便又提起了心 我那老亲家 虽然有手段 但为人太过正直 迂腐了些 跟那些阴险 狡诈的斗 也不知道斗不斗了过 这你放心 他就算再正直 事关一个大家族的安危 也不会掉以轻心的 再说了 这几年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见多了多少也有了防范 刘静雪坐在那里 一直听着两人说着话 在两人说完后 他插了一句嘴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做 如果信周的小子聪明 这段时间 他就不会联系你吴爷爷 免得暴露两人间的关系 不过 我担心那小子忍不住 毕竟挂念了这么久了 如今近在咫尺 却不能相见 确实也太莫人 小雪 如果发现他有过来找人的迹象 你想办法拦一拦 刘静雪看了吴爷爷一眼 走爷爷 总不能一直不让他过来见吴爷爷吧 就算他忍得住 吴爷爷也忍不住吧 真要等到他解决那姓郑的 还不知得等到猴年马月呢 他现在住在知青点呢 就在那姓郑的眼皮底下 指定不行 要想偷摸见面 至少也得得到他离开知青点 独住的时候吧 而且他还跟那姓赵的小子住一起 也不知道那小子可不可靠 小雪 你也留神那姓郑的 听到周小子的话 那姓郑的一家子 都不是什么好人 真像周小子说的家学渊源 你跟咱们这边来往的事情 可别让他知道 刘静雪心说 有神识帮忙监控周围情况 别人不可能发现 自己与牛棚这边的人来往 不过 为了安挤人的人 他嘴上还是答应 邹爷爷放心 我会很小心 不会让人知道的 周明轩那边 我也会找机会跟他说 你们的决定呢 吴老想到 之前村里传的那些事情 又叮嘱刘静雪 小雪 你跟明轩说一声 让他洁身自好 离之青点那些女之 亲远一点 邹老一听 不由笑了起来 吴老头 你这就不对了 你小外孙也有18岁了吧 也到了谈对象的年纪 到时候 给你找个外孙媳妇 早点让你抱上 从外孙不好吗 吴老爷白了他一眼 上个月村里流传的那王丽华 江月瑶 无尽的事情 我不相信你不知道 这样的人 能娶回家当媳妇 那你也不能一杆子 打翻一船人 说不定知青点 剩下的女知青 是很不错的呢 他们为人如何 我没接触过 不敢妄言 明轩的长辈 就我在这边 明轩要是找媳妇 肯定给我过眼 我觉得可以才行 时代已经不同了 你觉得不错的 你那小外孙 不一定看出上 你那话还是留着以后 自己跟你小外孙说吧 就别让小雪传达了 小雪一小姑娘 跟任男同志说这话 那不合适 说不定你那小外孙想歪了 认为是小雪看上他了 借着你的话 来扫平道路呢 吴老爷爷 仔细想了下 还真有这可能 他嫩嫩道 小雪 是吴爷爷梦浪了 后面这句话 你就当没听到 在吴爷爷刚说完那话 刘静雪就觉得有些不合适 想着如何拒绝 邹爷爷倒帮他搞定了 他松了口气 忙不迭地点头 吴爷爷放心 我会跟周明轩说 让他先不急着 私下跟您见面的 其实 你们也不算见不着 每天上宫在晒坝那边 你们不都能见上面 只是说不上话 后面咱们再找机会 让你们私下见面 第360章 郑鹏城的打算 早上 第一便出宫哨响起后 知青点便有了动静 大部分人都起床了 知青点现在不是吃大锅饭了 而是分为了几波 冯春宴 张应春搭伙 余力 夏兰搭伙 刘昭帝跟周文斌 放冬 唐强军搭伙 不过在昨晚后 又有了新的改变 陈娇娇加入了刘昭帝那四人组中 周明轩跟赵俊豪搭伙 郑鹏城单独一人 原本陈娇娇是打算 跟新来的几位男之亲搭伙的 但周明轩 赵俊豪等房子建好 就要搬出去 而且 两人对他那敬而远之的样子 很显然不会同意跟他搭伙 而郑鹏城那边 他试探着去找了下他 提出了搭伙的建议 却被郑鹏城拒绝了 陈娇娇没办法 只能跟刘昭帝几人搭伙 跟刘昭帝轮流做饭 而几位男之亲 就负责挑水 砍柴这些重体力活 周哥 咱们都是这个点起床上工吗 赵俊豪走出房门 看到外面天色未明 问在院里 洗漱的周文斌 周文斌解释 不一定 最近是春种时期 上工时间要早 也就起得早一点 秋收时候 因为要抢收 上工时间更早 起床的时间 也就比现在还早 其他时候 上工时间要晚一点 起床也就晚一些了 不过 咱们不用特意去记 刚才的哨声你听到了没有 赵俊豪点头 听到了 我也就是听到这哨声才起来的 这就是昨天跟你们说过的上工哨 一般有三遍 听到第一遍哨声 起床准备早饭 听到第二遍哨声 便要出门集合了 如果是第三遍哨声 你还没出门 就说明你晚了 要挨小队长说了 明白了 谢谢周哥 不用谢 你们今天不用上工 得赶紧去镇上 把该置办的东西置办好 还得去找村里的铁匠 猎匠 把干活要用到的工具置办齐 说完 周文斌又跟他们说了下 要准备哪些工具 一旁听着的周文轩 赵俊豪 郑鹏成都仔细记下来 你们刚来 肯定不知道 那些人住哪里 到时候 你们找下村里的孩子 给他们一些糖果 让他们带路就行了 身为支清点负责人 周文斌详细给他们介绍情况 你们还得抓紧时间 去剪点柴回来 毕竟烧火做饭要用柴 明天开始上工 一整天下来 肯定累得不轻 也没精力去剪柴 你们得趁今天多剪一点 谢谢周哥提醒了 周明轩道谢 用不着这么客气 赵俊豪看向周明轩 明轩 咱们早饭怎么解决 我昨晚吃了一肚子糕点 我不想再吃糕点了 赶紧洗漱 咱们去镇上 国营饭店吃早餐去 带上饭盒 把中午饭也带回来 周明轩道 好嘞 周哥 我想跟你们借两个贝勒 等一下要去镇上 买锅碗瓢盆 油盐酱醋这些 没贝勒不好拿 没问题 你们直接去厨房仓库那边拿吧 正好咱们今天上工 用不上贝勒 两人快速洗漱完毕后 背上贝勒 便要往镇上去 周知青 赵知青 能等下我吗 我想和你们一起吧 陈娇娇从厨房追出来道 你们饭还没好呢 等你吃完饭 不知的什么时候了 我们没吃早饭 肚子 得赶去镇上吃饭 没法等你 你等下跟郑知青一起吧 赵俊豪拒绝道 两人走出院门 赵俊豪的声音传来 明轩 咱们得给家里打电话 报个平安 还得把地址给他们 让他们多寄点东西过来 紧接着是周明轩的声音 让他们给咱们弄两张自行车票 以后咱们往镇上跑得多 没有自行车不方便 看着走出之青点的二人 听着两人的声音 陈娇娇紧咬银牙 握紧拳头 这两人怎么就一点都不怜香西域 等自己一阵怎么了 若是自己跟他们一起去镇上 不就有大把的时间拉近关系 可惜被他们拒绝了 陈娇娇的目光 转向正棚城的房间 这人家事 背景怕事 比那两人都要厉害 不然也不会把周明轩坑下乡 自己是不是应该放弃那两个 专门攻略他们 毕竟那两人很快就要搬出去了 倒是这个跟自己住同一屋檐下 有大把的机会 只是这家人都这么阴险 自己有些害怕 若是不小心得罪了他 下场会不会很惨 可如果自己能将他弄到手 跟他成了一家人 他那些手段 肯定是要对着外人使 应该不会对付自己的吧 陈娇娇有些不敢确定 不管了 先过了今天再说 等下要去镇上买东西 那么远 要走着去 走着回 自己要买的东西可不守 靠自己弄回来 可会累得够呛 如果跟正棚城一起 买了东西 他总不好意思 不给自己帮忙吧 想到这陈娇娇跑到正棚城房门 敲了敲门 郑知青 郑知青 郑鹏城将房门打开 陈知青 你找我有什么事 郑知青 你等一下 应该要去镇上买东西吧 陈娇娇开口问 是要去 那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 那么远的路程 我一个人有些害怕 陈娇娇忐忑开口 郑鹏城想起 这人昨天过来时的样子 便想开口拒绝 跟他一起上路 还不知道的浪费多少时间 但一想起 自昨天周明轩说了那些话后 对三名老知青 对自己的态度 那叫一个敬而远之 而后面知青点 其他知青回来后 想来也听那三位知青 转述了周明轩的话 他们也是尽量 避免跟自己接触 而知青当中 现在唯一肯搭理自己的 也就是这陈娇娇了 那周文斌 碍于是知青点负责人 不得不搭理自己 自己得想办法 改变自己 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 跟他们搞好关系 不然不方便以后行事 刚才周明轩 赵俊豪拒绝了陈娇娇的请求 如果自己答应下来 跟他们做对比 会显得自己 更容易相处一些 慢慢来 等自己改变他们 对自己的看法后 再推翻之前周明轩的那番话 将他们给拉拢过来 想到这 郑鹏城改变了主意 对陈娇娇道 可以 那你速度快点 咱们今天的事情有点多 得赶紧买完东西回来 陈娇娇一听 立马高兴道 好的 我们那边饭已经快好了 吃完饭 咱们就出发